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一事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世易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一事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 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 真元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所以为心如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诸希与陈宜之大学诠释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希与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诸希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m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The study of the Neo, Confucianism and the Basic Questions of Chinese Metaphysics 摘要 本文借由当代宋明如学研究 探讨中国哲学的形上学问题意识 对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问题研究 提出 存有论 问题意识与 本体论 问题意识之别 借以区分两种形态的形上学问题意识 并借以解决穆宗三级劳斯光对于宋明如学解释体系的不同意见 所显示的中国哲学解释体系的理论问题 首先 对于劳斯光先生反对如学的形上学 宇宙论建构之路之说 提出 形上学及宇宙论的问题意识的合法性 并借由多玛斯哲学的比较 讨论上帝存在的哲学建构对于儒家形上学建构的理论意义 对于穆宗三先生以 陈珠 知学是 本质伦理 是与多玛斯形上学相同思路之说 提出 陈珠 知学有其理论上存在的重要意义 并指出 慕仙身有 即存有即活动 之说建立的 道德形上学 是儒学形上学的特殊形态 是本体宇宙论的功夫境界哲学 并以此路径与基于上帝存在 而论说道德低视灵哲学进行比较 指出以实践之路正成行上命题是价值哲学的必走之路 然而在宗教哲学系统中的行上命题之正成却是 第一 境界 的问题 在 境界哲学 问题意识的认识中 一切宗教哲学中的它在世界存在之信仰性命题皆是信仰者的修行境界的成果 从而以境界哲学的理论定位而解消中国价值中心本位的行上体系正立之困境 关键词宋明如学行上学本体论存有论方法论劳思光目中三境界哲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basic questions of Chinese metaphysics The author suggest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metaphysics to discuss the Chinese philosophy The one is the theory of being , the other is the theory of reality . The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ical workers use the same word, ontology, to name these two kinds of theory. In Western philosophy, the theory of being is the question of metaphysics really dealing with. But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stead of this kind of metaphysics there is still another kind of metaphysics that is the theory of reality. Chinese philosophers discussed it more seriously. The theory of reality studies the ultimate value of the world. The Chinese philosophers pursued the individuals to be one with this ultimate value. Which means they tried to do some practice to make their personality become perfection. And based on it they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f practice, the way of doing , and the theory of perfection, the perfect personality . Together with the theory of the world , the cosmology , the theory of reality , and practice , and perfection , form the basic four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metaphysics. This is the main conclusion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All the discussing will be preceded by the study of the interpretational systems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Mao Tsang , S. Mu Zhongshan , and Lao Si , Kuang . They both independently constructed an interpretational system of the Neo-Confucianism . The author was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systems and then proposed these four basic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metaphysics to be the interpretational system of the Neo-Confucianism . Keyword Neo-Confucianism , Metaphysics , Ontology , Methodology , Theory of Reality , Theory of Practice . 1. 前言 作者向來關切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問題,並認為中國哲學意理開發的主要關鍵在於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明晰化, 但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研究是在一個當代的進程上的研究, 因此也就涉及當代中國哲學解釋體系如何建構的問題, 解釋體系本身就是一個對於基本哲學問題的觀點的表述系統, 因此研究解釋體系即是對基本哲學問題的探究。 就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而言,表現在宋明如學詮釋體系中的中國形上學問題意識則具有最豐富的討論題材。 形上學是研究普遍原理的學問, 但是東西方基本哲學問題意識有別, 因此東西方形上學的問題意識也就有所不同, 本文即將由當代宋明如學解釋體系的研究以為入手, 探究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問題意識, 並進而澄清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 從而作為作者一向在進行的中國哲學方法論研究的一個進程。 而作者於分析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時, 對於中國哲學的形上學中的本體論哲學問題在做了區分, 認為中國哲學的本體論哲學問題涉及到對於, 作為終極價值意涵, 的探究的學問, 此極,實存性體, 知學, 也涉及對於, 形上道體的抽象特徵, 的研究的學問, 此極, 抽象性真, 知學, 三, 此, 實存性體, 即, 抽象性真, 皆是針對道體的研究, 指其問題意識不同, 在體系內的角色作用不同, 在中國哲學史上這兩種形態的道體之學一直不斷發展, 並形成不同體系間的理論差異, 此一差異造成哲學史上許多不必要的爭議, 如能釐清其原來是不同的問題, 不僅對於中國哲學的方法論研究有理論進展之效, 更對於向來甚有爭議的中西哲學的同意比較的問題有鄧清的注意。 由於中國哲學主要在探究人生的問題, 體系的建構已確立人生理想為目標, 理論的形態已能面對人生的問題為特徵, 因此, 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 一直是中國哲學體系中關鍵的兩個表達形式。 四, 但是實踐的本身是要有理論根據的, 從方法論研究的進路來探究時, 如何確立人生哲學的形上根據便是其中的關鍵問題。 站在中西哲學比較的立場上看這個問題時, 以上帝信仰為中心低視靈哲學則是同樣的重視人生問題的哲學體系, 視靈哲學將終極價值的問題訴諸於對上帝的信仰, 並由上帝的啟示作為價值的標的, 這樣的一理形態在中國哲學的如是道三學中皆有相類似的理論議題。 在中國哲學的道教哲學及佛教哲學的傳統中, 兩者皆有他在世界的信仰的層面, 以道佛與天主教論之, 方法論上共同的問題是, 認識他在世界的存有者的可能性問題, 這個問題在士靈哲學傳統中即是重要核心問題之一, 但是在當代中國哲學的道佛研究中卻尚未正式進行, 此事不明, 則其信仰之真偽及價值之真辨的問題時難以進行。 就當代學術研究研, 在道佛的教理研究及價值鄧清的問題上, 其研究作品甚多, 然而對其進行純粹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正成之理論努力則未建立作。 儒學則不然, 儒學經由當代新儒家學者及眾多當代中國哲學學者的意理開發之後, 對於終極價值的一定及政成皆有方法論詮釋體系的建構以為成果。 儒學雖然不走宗教之路, 但是作為人生哲學的價值依據的問題卻有理論與實際的落實。 理論的落實表現在宋明儒學及當代新儒學的論理中, 實際的落實表現在傳統中國人心的倫理價值信念中, 儒學氣驚人是有生命力的中國文化主要傳統, 更且在哲學研究的面向中能有哲學當代化的理論創造力, 是故以其為本文之討論主軸。 2、本文的問題亦是, 在當代宋明儒學研究中, 對於宋明儒學的分析問題, 及對於宋明儒學理論形態之判斷問題, 是為討論宋明儒學方法論問題的關鍵之處。 然而也就在這個分析跟形態判斷的問題中, 出現了中國哲學的形上學概念使用的奇異之處。 港台學者穆宗三及勞斯光先生都在康德哲學影響下, 為回應康德所言之純粹理性不能建立形上命題之說, 而以中國哲學的特質為基礎, 對於宋明儒學的形上學建構安立了不同的解釋架構。 穆先生走上了由實踐哲學進路而建立, 道德的形上學, 之路, 稱為, 無質的存有論。 實際上是仍然建立了形上學, 只不過這套宋明儒學的形上學是由道德意志為基礎的展開。 就在這樣的工作進路中, 穆先生區分了, 沉珠學系及周、張、武峰、陸、王及山學系, 是不同的兩種形上學形態, 前者是別子未宗是本質倫理, 後者是孔孟迪傳是方向倫理。 而勞斯光先生則走上了取消, 形上學、另立、心性論,之路。 實際上世界由指出, 宇宙論,即, 形上學, 是不能談道德的學問, 因而建立, 心性論, 這個新的基本哲學問題, 由, 心性論, 來探究宋明道德哲學的義理, 如此極建立宋明儒學是由, 周章宇宙論, 發展至, 陳珠行上學, 再發展至, 陸王心性論, 而, 陸王心性論, 則是宋如回歸孔夢運動的完成, 六。 穆勞兩位先生都在, 把握孔夢價值, 的方向上建立解釋體系, 以論說宋明儒學, 但因彼此觀點不同, 卻顯示出對於形上學問題 及中國哲學問題的 基本哲學問題的認識上的歧義。 究竟, 形上學, 可不可以用來談論宋明儒學? 談論中國哲學, 甚至談論古今中外所有的價值哲學呢? 就價值哲學研究研, 在西方哲學史中, 價值信念最強盛, 價值命題最凸顯的哲學建構當属中世紀哲學, 其中, 多馬斯哲學, 乃天主教會為正立上帝信仰之作, 藉由集取亞里士多德哲學之常而建構的宗教哲學體系, 既要論證上帝的存在, 又要說明上帝的本質, 還要說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即在宗教活動中的道德價值原理, 是為將人生哲學的問題藉由上帝信仰而正成的哲學體系, 其中形上學, 變神論, 人性論, 倫理學的知識系統一個個建立起來。 7. 一樣是追求價值的人生哲學, 多馬斯訴諸上帝的價值哲學, 與當代新儒家訴諸道德理性的宋明儒學詮釋系統, 究竟有何一同? 穆宗三先生由道德的進路建立形上學, 其所論及的, 陳諸之本質倫理, 的形上學形態, 似乎正與多馬斯的思路是極為接近的。 穆先生自己甚至就說這就是多馬斯的思路, 穆斯形態的形上學。 8. 勞斯光先生排斥宇宙論及形上學, 但是多馬斯在, 論證上帝存在, 實確全都用上了, 這些理論現象背後的哲學問題意識的辨證是極有價值的, 此一問題即是, 作為人生哲學意理根據的形上學建構的合法性問題。 如果多馬斯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那麼為勞斯光先生所批評的 宋儒之宇宙論及形上學之路是否意應有其合法性? 以及穆宗三先生以為, 別子為宗, 的, 陳諸之學, 的理論意義應如何界定? 以及我們應提出一套怎樣的方法論解釋體系, 以重新定位價值中心的中國哲學的形上學體系。 此即本文之問題意識。 3、勞斯光先生詮釋宋明如學所涉及的方法論問題。 作者曾撰文探討勞斯光先生對宋明如學詮釋體系的方法論反省問題。 9、然就本文討論之目標而言, 此處的問題將集中在討論價值問題的正程是否可以經由行上學之路的方法論反省上。 勞斯光先生將如學定位為, 成德之學, 並以孔孟義理形態為主題性自覺心的建立, 是未如學意理之標準模式,此及其心性論中心,說。 並以為, 宇宙論, 是粗疏的哲學形態, 是將價值問題由主體性推向外在世界的存在而, 行上學, 的理論則將價值問題訴諸普遍理序, 亦是亦將主體性自覺推向外在存有原理上的做法。 勞先生說, 無人如雀之價值問題不適可通過課題性以解釋者, 則凡一切素於存有以說價值之理論, 無論如何複雜精巧, 基本上必不能成立, 由此, 一切以形上規律或宇宙規律為依據, 而欲解釋價值之說, 亦皆有其根本困難。 X, 價值哲學, 道德哲學以及文化哲學等等, 是否皆需依賴某一形上學。 換言之, 如一切形上學皆不能成立, 是否上舉各類哲學理論意皆不能成立。 此問題可說是康德以後哲學界之一大問題。 十一, 由此見出, 其實勞先生真正的問題是在於他接受了康德對於, 行上學, 成立的可能性的批判之後, 為重建價值哲學的一理形態而採取的, 心性論, 中心模式。 此一, 心性論中心, 知詮釋模式即是排除了, 行上學, 宇宙論, 的理論建構, 而走上強調, 實踐活動, 之路, 因此以勞先生所遺留下來的方法論問題即是, 中國哲學史上, 被勞先生所排斥的行上學宇宙論的理論建構, 是否即已喪失了談論價值問題的理論意義。 而被勞先生所肯定的, 心性論, 的理論建構, 是否可以獨立於一套, 行上學, 宇宙論, 之外, 而仍有其理論基礎。 康德將, 上帝存在, 的命題至於實踐理性的射准中來談, 換言之, 走私遍理性之路的行上學建構是不能, 真正成上帝的存在的, 十二, 然而天主教提供給世人的價值命題是由上帝所頒布的, 作為是靈哲學的價值根據的, 上帝存在, 則是多瑪斯哲學要論證的, 那麼, 多瑪斯的, 上帝存在論證, 的行上學建構是一個什麼意義的理論建構呢? 對於這一個問題的解決, 不僅是對康德哲學的反省, 同時更是對中國哲學的行上學問題意識的方法論反省。 這個問題的解決, 正是當代中國哲學方法論的關鍵問題, 也是解消木宗三先生及勞斯光先生在宋明儒學解釋體系的奇見的關鍵問題。 我們以為, 建構上帝存在的行上學論證工作的理論意義, 是一個藉由人類的思辨理性活動來進行對於心中已經視為實存的上帝的觀念的逼近。 這樣的觀念的逼近之是否成功人取決於理性能力對自身工作合法性的辯論? 康德認為不合法,和不合法須有簡證標準, 而康德確實也提供了判準, 只是康德自己也沒有在價值生活中否定了上帝的信仰, 指其認為純粹理性的能力不足以正知。 於是上帝存在的問題仍是一理論上需要解決的問題, 然而以上帝存在的信仰位中心的天主教哲學卻從來沒有停止過以對上帝的信仰來做價值生活的目標, 並且天主教哲學作為人類價值哲學的一支, 始終在人類文明史上有其地位, 就其對當代中國人而言, 天主教的宗教價值觀意卻未如是道三教之外之另一獨立的價值體系, 因此走行上學正立它在世界存在的哲學之路是確定天主教價值命題的理論上非做不可之事。 問題指在, 經過康德的批判哲學之後, 一個以上帝信仰位中心的價值哲學, 它的形上根據的體系建構的意義為何, 需另做說明。 同樣的問題發生在當在中國哲學研究的體系建構中, 勞斯光先生接續康德的思路, 將中國儒學始終經由, 形上學, 即, 宇宙論, 來說明道德哲學之理論體系予以批判, 並將孔孟之學視為本就不是走, 形上學, 宇宙論, 論證之路的, 心性論, 建構。 但是勞先生也說, 形上學, 宇宙論, 之路是一條關於道德哲學的知識之路。 十三, 因此勞先生所談的, 心性論, 即是涉及道德哲學中討論意志純化鍛煉的學問, 並認為這在西方世界中是交給宗教在處理的問題。 勞先生既不走道德知識的, 形上學, 宇宙論, 之路, 那麼多馬斯的, 上帝存在論證, 自非觀如學, 心性論, 的意志。 因為, 上帝存在, 是一, 宇宙論, 中的知識, 上帝存在的論證, 則既有, 宇宙論進路, 也有, 本體論進路, 此皆非觀意志鍛煉, 因此無有可溝通極見之處。 因此其所謂, 交給宗教來處理, 的說法, 顯然非指價值命題的形上學建構, 而是指在宗教行為中的實踐行動而言, 而勞先生將中國儒學詮釋成, 心性論中心, 的理論形態者, 也就是將行上學問題轉向為道德實踐活動的問題。 十四, 作者認為, 如果要談, 道德哲, 學即要談道德活動的完成, 即要論究主體性的自覺, 此即是一個, 功夫哲學, 的問題, 但是談, 道德哲學, 仍可以談, 道德知識, 即是談道德活動中的主體性自覺的可能性, 即方向性, 可能性宿諸, 人性論, 方向性宿諸, 形上學, 或, 宇宙論。 所以, 勞斯光先生之宿諸於, 心性論, 建構的努力意義即是要強調實踐活動, 並否定道德知識可以被形上正成。 實踐活動的強調在價值哲學系統中是毫無, 疑問的需要的, 但是價值命題的形上正成確實無法成立嗎? 勞先生這樣的工作方式是否就算是解決了如學意理詮釋的問題了呢? 以下我們則轉向討論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建構的方法論困境問題做討論。 4, 價值哲學的形上正確的方法論困境。 多馬斯哲學與宋明儒學皆為價值哲學, 他們的形上學, 宇宙論建構皆為對價值命題的形上正成的理論建構, 以下我們將分析這種形上建構的方法論困境。 中國儒學的宇宙論中除了董仲書的系統之外並未主張一個具有意志性的人格神觀念, 而是在宇宙論的知識兼價中訴諸普遍理性而以本體論的德性天概念作為價值的根源, 因此在價值根源的問題上宇宙論與本體論合而為一。 然而儒學本體論的價值意含字孔孟史極只有道德意志意義而已。 15, 在儒學本體論建構的發展歷程中說, 其有理論上的心意者有二路, 其依偎在新的宇宙論知識兼價地建立上將新的宇宙論系統與以德性化規範之路, 此在宋明如學中即為周章, 系統所為者, 在兩漢即董仲書的系統, 另一心意者即為對於作為道體自身的形上理續進行其抽象特徵的思辨推演, 此在宋明系統中即為成諸, 理論所為者。 此二路線之德有發展空間者又時即應到佛之挑戰而來, 漢如即送出, 周章, 知宇宙論建構並以德性本體規範此宇宙兼價之理論努力乃基於回應陰陽加及道家宇宙論知識建構之所需, 其宇宙論知識建構之努力時無有中國宇宙論知識之重要貢獻者, 其有理論上之意義者即在於將任何形態的宇宙論知識及概念架構於以德性本體化而已。 而, 陳諸, 形上學之理論特色乃在建立如學本體論的道體自身的抽象特徵, 說明本體與現象的關係, 說明, 各物之性, 與, 道體之性, 的關係, 理論的目標最終人在主張世界事實有而非虛無, 此即為反對道家及佛教世界觀而構作者, 因為如者總以為道佛所說世界即為意虛無或虛妄之世界, 而此正其本體論欲博之者。 董仲書設立意志天以為宇宙論中的超越存有, 來作為價值的根據, 如是靈哲學中之上帝角色所為者。 而, 異傳, 中庸, 即宋明如之, 宇宙論, 則為重新整理道家及陰陽家的宇宙論概念的知識兼價, 而, 本體論, 建構的重點則為論說世界之實有, 即將道德意識負命其中, 此即中國儒家形上學建構的綱領, 此一哲學體系乃作為道德價值的知識根據, 此一體系本身的成立是有其方法論上的問題的。 首先, 宇宙論, 宇宙論, 作為一種知識性的理論, 它本身就不是可以從論證而得來的。 宇宙論是一套客觀知識系統, 它的客觀性來自於它的經驗時效性, 它在經驗的時政面前是必須使有其驗的。 宇宙論即是一套說明經驗現象的知識系統, 它的概念或許人是抽象的, 就中國儒學的宇宙論而言, 實即是中國哲學共同的宇宙論知識形態, 實皆為儀器化論中心的宇宙論哲學, 其中安排有陰陽、五行、動靜、屈身等概念, 雖然它的概念是抽象的, 它在解釋經驗現象時卻必須是有效果的, 以及是必須能夠作為各種自然知識的共同知識背景, 例如醫學、天文學、立法學、及氣象學等。 儒學宇宙論是否有如此之時效是意簡正儒 儒學宇宙論是否是意知識上的真的理論的途徑。 其次,本體論是一種觀念性的哲學概念, 本體論哲學中的價值命題都是經由主體的理智缺斷後的意見而形成的普遍性原理, 並將此德性本體意的普遍原理命題安置於儒學宇宙論知識系統中, 此一德性本體的命題安置於儒皆僅是一直接的概念規定, 異傳,以生生論的, 董仲書以陽德英形論的, 周敦儀以太極動靜論的, 張載以天地知性論的, 十皆以心中已經接受的, 天地萬物是一德性目的, 德性意志而有, 德性念已說此德。 如學行上學, 宇宙論的知識建構意為以理性能力將概念組合而欲 畢竟這個心中早已確斷的普遍德性理序, 是在客觀宇宙論上規定道德性本體, 而不是在客觀宇宙論的知識肩架中推論出道德本性, 這種規定活動本身的合理性即是其方法論上應追究的問題。 勞思光先生勿力於德性意志的純化的, 心性論、理論建構, 認為形上學及宇宙論的普遍命題無法建立, 甚至,即便建立了客觀的形上理序及宇宙知識 亦無助於意志之純化的德性功夫, 我們對這個觀點可以進行方法論的討論, 但在這個觀點的基礎上卻產生了一個儒學的危機, 如果客觀理序及宇宙論知識皆不能合法地建立, 那麼德性意志的努力的知識性根據即不能正成, 那麼又為什麼要有道德? 要追求道德? 要實踐道德? 要成為君子呢? 即使有了再好的心性論, 一人缺乏一個知識上的保證, 來確立這套心性功夫的真理性。 多瑪斯的思辨哲學進入預證成上帝存在, 而由上帝的本性確定道德法則, 此一哲學努力如果是成功的, 那麼道德法則即有一億至天可謂保證。 思考保證道德法則的普遍理序是儒家道德哲學問題的理性需求, 因此, 理論體系。 如學如果不能建立自己認可的行上學, 理論上的時效和儒家有理論上的正義是兩回事, 雖然儒家在實踐中沒有他在世界及他在存有者的保證或監督的道德行為恐怕更見其廣大深遠, 但是理論上的正誠仍是一個知識上的要求, 否則徒有《心性論》的實踐哲學又有何用? 然而, 對於如學人應建立行上學以作為價值的真理性保證之工作要求, 並不等於方法論的問題已經解決。 更大的問題是在面對康德哲學的批判下, 如學與道、佛及天主教哲學所面對的困境都是一樣的, 由行上學所下推保證的價值哲學都必須面對正立自身為真的挑戰, 更必須面對彼此的價值命題的絕對優位性的爭議, 而所有的價值知識的確斷又始終是在一個行上學, 世界觀的背景下的確斷。 16, 因此價值哲學的爭辯的焦點便是行上學, 世界觀的問題, 雖然行上學, 世界觀的正誠有其理論上的困難, 不過一切價值哲學本就確實在人類文明中被使用著, 被經驗著, 被以各自的行上學, 世界觀的理論支持著, 並以各自的行上學, 世界觀來批判著他人的理論體系, 因此我們又如何能不進行行上學, 世界觀的建構及爭辯呢? 面對著這許多的理論糾結, 我們應如何解決呢? 討論至此, 對於這個價值哲學的理論建構的種種問題已呈現如前, 但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還需要就中國哲學及價值哲學的特質在做分析之後才能提出, 以下我們先討論木宗三先生在宋明儒學詮釋體系中的方法論問題, 就其所提出的, 陳朱, 與多馬斯哲學的會通處予以理解, 然後再來就價值哲學的正立的方法論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5, 木宗三先生詮釋宋明儒學所涉及的方法論問題。 木宗三先生在宋明儒學的研究上有極為豐碩的成果, 作者亦曾為文討論其中的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 17, 其著名的宋明分析命題, 指存有部活動, 即, 即存有極活動, 之說, 是針對宋明儒學兩種形上學思路而下的分判, 前者以, 陳儀, 朱熹, 的思路為代表, 後者以, 周, 張, 成浩, 武峰, 陸, 王, 及山, 一系為代表。 指存有部活動, 指的是在, 陳珠, 的詮釋下, 儒家的形上道體只是一個理體, 一個靜態的, 指存有, 的理體, 延期, 指存有, 者即為延期並不在人心的實踐上心發感動的實作之效用。 穆先生認為如學的形上道體者應該是要負擔著在天命之性上灌注人心, 在人心之作用上實踐道德的角色職責, 因此形上道體硬不僅只是一個形上理體, 客觀的存在在那兒, 而應該有著創造的作用, 從而成就人文化成的德性事業的。 穆先生並說, 陳珠, 的, 指存有部活動, 的形上道體的思考方式是一種對於倫理問題的本質性思考, 思考著倫理行為的形上依據的特質者, 對此一形上道體進行本質情態的研究, 並且這樣的思路是相當於多馬斯哲學的思考方式的。 而另一系, 即存有即活動, 的思路即是一種對於倫理行為的方向性思考, 是去確立倫理行為的方向並賦予實踐的動力並即實踐創造之者。 穆先生並以儒學從孔夢起即應走著, 即存有即活動, 的形上思路, 此即由, 孔夢, 契, 中庸, 異傳, 即已定下的規模, 而由宋明儒學中的, 周, 張, 成浩, 武風, 陸, 王, 吉山, 諸人繼承之並發揚之, 故而此一路線才是儒學正宗之學, 而, 成儀, 朱熙, 之學是, 別子未宗, 別子未宗, 並非為其非儒學, 指其非儒學本來的問題亦是, 而是令起儒哲學問題亦是而發展之, 發展之亦成儒儒學系統, 亦為亦宗。 此處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 多馬斯的形上學究竟在什麼意義下是穆先生所謂的相當於, 陳儀, 朱熙, 之論於儒家形上道體之學, 更重要的問題是, 既然, 陳珠, 與多馬斯形上學有共同形態的形上學問題亦是, 那麼這種形態的形上學問題亦是究竟應該如何與穆先生所謂的, 即存有即活動, 的形上學思路做出方法論的區別, 我們是否就在此一思路之別之中可以重新將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問題亦是在做細分,以使談論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問題有一番新的景象。 以下, 總理, 這樣的思考在老字哲學中即已守出。 食人論即老字對道體的思考是有著濃厚的形上意味的, 這個濃厚的形上意味的特征即為, 陳珠, 對儒家道體的思路, 老字思考道體是, 向帝之先, 是, 似萬物之宗, 是, 可以為天下母, 是, 先天的身, 是, 迎之不見其手, 隨之不見其後, 等說者即是此一類似的思路, 作者已對老字論道之學之, 抽象思辨的認識進路, 來說之, 以及為其乃在進行對於作為天地萬物的總原理的道體自身的抽象性真進行演繹。 此一研究道體的進路乃有別於老字論道的另一思路, 即其論於, 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生而不有, 為而不逝, 常而不載, 是未懸得。 無明天地之始, 有明萬物之母。 天下皆之美之為美思惡意, 皆之善之為善思不善意, 事故有無相生。 損之又損, 以至無畏, 無畏而無不畏, 等思路, 作者為其為老字論道的, 實存率則的認識進路, 欲使老字論道體者及有此二思路。 十八。 此二思路時及中國哲學的本體論哲學的兩種不同形態的問題一是區分之爛商, 由此下手, 將有助於我們思考如何解消價值哲學的形上正立困境的方法論問題。 抽象性真, 的認識進路者, 即為對道體這個特殊的對象進行其自身的性真的解析, 這是一個完全依據思辨理性的思維活動, 這一部分的思考的結果並不直接產生人生活動的價值方向, 只是對於人生活動所依據的價值方向本身將之對象化成為一個抽象的對象, 然後來思考它的特質。 這一個思路在王碧哲學上有重要的繼承與發展, 王碧即以一個, 萬物之宗, 的概念來論究道體。 十九。 萬物之宗, 是一個抽象的對象, 這一個抽象的對象的存在特征是無形的, 故而它的價值上的意義應是無謂的, 故而應以無謂為價值以應對現實事物, XX。 此一思路有著推理上的跳躍, 無形是不能推出無謂的, 無謂是老字論道的另一思路的結果, 是一種人世現象的觀察所獲得的命題, 是可以應用於人世行為的價值原理, 是標舉人生價值的方向性的思維, 作者以其為一, 實存率則, 即為其為可以實踐於人生活動之中的命題, 這是論於道體的價值意義的面向, 是老自由人世現象的皆為朝向對立面的運行的規律而找出的智慧。 為生活之道,即為, 若者道之用, 的原理, 若者道之用, 即, 物用強, 即應, 損之又損, 以至無謂。 損者損我之欲望, 無謂, 者無欲望, 不自私, 不好勝之意者。 此老字價值原理有別於如學道德意識之處者, 老字畏畏, 決勝氣至決人氣意, 者。 仁義, 是如學的價值意面向的本體, 如學本體論以, 仁義, 觀念定之, 老字價值意本體論以, 無謂, 觀念定之, 莊子以, 逍遙自是, 定之, 佛教以, 苦, 空, 定之。 這正是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思維的價值面向, 即作者所謂之本體論的, 實存性體, 知學。 由上所論, 我們得以見出珠希所討論的哲學問題並不是老字論語, 無謂, 恐夢論語, 仁義, 佛教論, 般若, 的價值意義的本體論問題意識, 即, 實存性體, 知學, 而是老字所論的, 抽象思辨, 的道體的認識進入的問題意識, 即是思考著作為, 仁義原理, 的本體論的道體的, 抽象性真, 者。 故而此一, 道體, 是一個, 理體, 並不是此一, 理體, 不活動, 而是珠希並不在抽象思辨的思考著這一個, 理體, 的, 抽象性真, 的時候, 來同時進行意志鍛鍊的, 功夫活動。 至於如學的人意本體的思考路線, 即是指設價值方向的意理思考, 即是, 實存性體, 意的本體論思考, 此一路線是與實踐活動結合在一起的, 實存性體, 談價值, 價值方向一旦確立, 接下來的哲學問題便是以之為行為的宗旨, 並即應進行實踐的活動, 故而即由人存有者的心性鍛鍊功夫以實踐之, 故而即在人心中活動之, 故而沐先生以如學本體論之道體應是, 即存有即活動, 者, 實即以實存性體味其象的本體功夫。 談道體在人心中的活動者應是一, 功夫哲學, 的理論問題, 功夫哲學, 談的, 實踐的方向, 即是此一, 價值意義的本體, 所供給的, 方向, 功夫哲學, 談功夫活動的意志純化的方法, 即是孟子的, 求放心, 知學, 陸象山的, 先例其大者, 即, 發明本心, 知學, 王陽明的, 智良知, 知學, 故而沐宗三先生以為, 陸王, 有別於, 陈珠, 才是孔孟之學的底傳。 其實孔孟之學作為儒學的發黃, 故而將價值意義的本體與意義含確立, 但是人不妨愛厚如以此價值意義的本體為宗旨而發展儒學體系的其他理論面向, 即如, 陈珠, 之論於道體自身之, 抽象性真, 之學者, 而非必僅在, 實存性體, 意的價值方向之學。 穆宗三先生所說的, 集存有集活動, 的理論中上含有另一個由本體創生的下貫系統之說法, 即是這個價值意義的道體以德性本身, 本質創生天地萬物並負命於天地萬物的創生作用者, 此即需涉及宇宙論哲學中的宇宙創造問題。 作者認為, 所有儒學體系論與宇宙創生的問題的理論目標都不是在知識上交代創生的歷程, 而是在價值上確立創生的目的, 並皆由德性本體來作為價值創生的根源, 此於, 中庸, 即為, 成者天之道, 在, 亦傳, 即為, 亦因亦陽之味道, 即知者善也, 成知者性也, 而此一道體時亦即為亦理體。 指木先生特別強調此一道體富有使天地萬物存在並永恆的存在的創造目的, 並因知即直接將, 天命之性的, 負命於, 天地萬物的本性, 之中, 故而即應有天地萬物的以德性方向為生命的目標因此必須行仁義之行的功夫要求, 因此此一, 道德性理體的天道, 與, 承受此一天道的人性, 兩者上下合一, 共構以道德目的的天地世界出來。 故而此一行上道體便即應為一, 即存有即活動, 的實體, 其活動亦有二, 其一為天道的創生性活動, 其二為人存有者的道, 道德實踐的活動。 就穆先生所論於, 即存有即活動, 的形上實體意而言, 其實已經是將活動的問題置入道體的問題之中了, 活動是人存有者的活動, 人存有者朝向理想的人性本質方向上進行的活動即是一修養的活動,即是一功夫哲學所要討論的議題。 穆先生將功夫哲學與形上學問題並未一談, 而形成江, 周, 張, 成浩, 武峰, 路, 王, 及山, 知學是為一個圓圈的兩個往來, 第一個往來是形上道體的德性創生作用, 這是穆先生所說的, 本體宇宙論, 部分第二個往來是承受了性善的人存有者的實踐活動而參讚話域, 這是作者所說的, 功夫境界論, 部分。 假使我們暫時割離第二種活動的問題意識而僅以第一種活動的問題意識來討論一個形上學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說儒學的形上道體確實是有作為創生天地萬物的本體的意識, 並且是以道德目的性來創生的, 並且有著不但創生之而還持續的創造之使天地永恆的存在者之意識, 並且由於天道實體以道德目的創造天地萬物因此整體存在界的價值目的意由之規範而成就了儒學的德性本體論的意識。 談天道實體創生天地萬物並經由一個企劃發生的歷程來創造的思考是一個宇宙論哲學的思考, 這是經由周章、對、異傳、的詮釋並吸收到家籍道教的演化論思想而建構的儒家宇宙論哲學體系, 但是這個宇宙論體系的真正重點不在這個創造的歷程而在這個創造的目的性, 這即是如學自恐夢已將早已定定的不變的目的,即是一個道德性的目的, 並就著這個目的性而談的天地萬物的本性, 故而穆宗三先生說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本體論是並在一起講的。 穆先生使用的術語集是,本體宇宙論, 談天道創生的目的是一個道德性的目的的思考是一個本體論哲學的思考, 是本體論哲學問題意識中的關於終極價值問題的思考。 宇宙論的問題我們先略去不談,就本體論哲學的問題而言, 強調天地萬物是為著道德的目的而被創造而存在的, 因此天地萬物便須奉行一個道德性的價值目標, 這即是在為這個價值目標確立形上理據的思考。 這個形上理據的確立意必須有一個根據, 從宇宙論思路的道體作,存在性真,的推理, 或從本體論思路的道體作,抽象性真,的推理都是這種推理的思路。 這種推理的哲學思路是為確立這個價值意的本體的價值意含而進行的思考。 這種思路即是對價值進行形上理據的思考。 XXI 不論它的根據是宇宙論意義的存在始源的道體還是本體論意義的抽象原理的道體, 這其中都可能引發另一個面向的哲學問題, 以及這個宇宙論意義的存在始源及這個本體論意義的抽象原理。 它們自身的存在特徵及抽象特徵的思考, 這就是把道體自身又抽離於價值命題之外之後所進行的哲學思考。 這種形態的思考即是思考著存在自身的問題, 這即是傳統的西洋哲學問題意識中的形上學或存有論之學之討論議題。 無論那是一個實體學的傳統或是一個存有學的傳統, 它總是在探究一個實體之所以為實體或存有之所以為存有之學。 這與中國哲學始終討論道體知學的抽象性真, 即存在性真, 知學是同一形態的學問。 至於討論這個道體在價值的意義上是仁義。 是無畏。 是逍遙。 是苦。 是空。 這是另一條脈絡的本體論知學, 作者以中國哲學的本體論知學有, 實存性體, 知學, 有, 抽象性真, 知學, 即是就著中國哲學的本體論問題意識所作的區別。 實存性體, 知學論究終極價值, 以終極意義為價值, 這一個終極意義的判斷是一個獨斷, 木先生以, 智的直覺, 說之, 它確實是一個直覺體悟下的結論, 這個結論一旦出現, 在理論地位的意義上即是一個功夫的奇象, 是功夫發動的方向性規範, 故而必然是, 即功夫即本體, 是說功夫就是作用著這個本體的意涵的功夫。 它也就是,即本體即功夫, 是說這個本體即是作為功夫的內涵的本體。 它也當然可以說是,即存有即活動, 因為這個存有的本體意涵是要去作用於天地萬物以及由人心的活動來彰顯的存有意涵, 故而是,即存有即活動。 活動, 這有在天道之道體之唯一存有的實體而作用於天地萬物的活動之意, 也有在人心之性體之唯一實正體正的主體而擴充至於天地萬物的心性的活動之意。 因為它是被設定在活動中具有真實作用的概念, 因此作者以,實存性體, 說之,實存者實存在天地及人心的作用中者。 至於那個在, 抽象性真、意義的本體論思路中的存有著, 它是一個作為原理意義下的道體, 它在宇宙論脈絡的問題意識中是一個作為存在始源的道體。 在這種思路下要探求的理論問題也是很多的, 例如, 道體是氣還是理。 此,理, 在, 人心之性中, 與此, 理, 在, 天道之理中, 是一, 是多, 是同, 是意。 此道體是有形, 是無形, 這些問題即是針對著道體自身的存有特徵進行的思考, 這即是本體論哲學問題意識中的抽象性真、 知學, 也即是宇宙論哲學問題意識中的存在始源之、存在性真、 之思考, 總言之即為一對道體的存有性問題的思考。 這個思考的目標是思考著道體自身的存在特徵, 並不是思考著道體在作用時的價值方向。 是指就道體說道體, 不是經由道體說天地萬物與人的活動, 所以是, 只論存有不論活動。 沐先生說, 沐先生說, 沉珠, 知行上學是, 只存有不活動, 知意者意識即如此。 但是作者認為這種指論存有的問題意識並不是, 沉珠, 知孤明讀法者, 此自老自論道體之, 抽象性真, 知識即已有之思路者, 這即與西洋哲學史上的形上學問題意識或存有論問題意識幾乎是同樣的問題意識, 這也與多瑪斯思考上帝的超越屬性中之為, 一, 真, 善, 美, 之說者是同樣形態的問題意識者, XXII。 如若其然, 沉珠, 對道體研議的, 別子未宗, 知思路意識即為本體論哲學中之意應有之思路, 此一思路在孔夢中雖不明, 卻亦非不可在中國儒學史中出現, 儒學論究道體亦非不可有此一問題意識者。 沐先生當然沒有說這一種問題是不合法的問題, 只是說這一種問題非孔夢論學的關鍵, 為孔夢論學點出人意價值, 點出人心本具, 隨後之如學建構自應面對各方面的哲學問題而與解決之, 沉珠, 之思路與道家抽象性真的本體論哲學之思路及西洋哲學傳統中的存有學之思路如此接近, 其非正為此一哲學思路之重要性之明正, 因此論於儒學之, 諦傳, 與, 別子, 之學之標準或不必定位於此。 以, 以, 沉珠, 為, 別子, 恐是將孔夢之學說小了的說法, 以, 周章陸王, 為, 敵傳, 之說者固然堅守了儒學價值立場, 但在儒學面對道佛形上挑戰時恐未能開創護教辨證之功。 七, 中國形上學思考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之區分。 經由以上討論, 我們對於當代中國哲學之理論開發工程在基本哲學概念的使用上或可有意提議, 即是對於, 形上學, 以概念之使用之區分的提議, 即以, 存有論, 知名來作為主要表現在西洋哲學問題意識下的形上學的一支, 而以, 本體論, 知名來作為主要表現在中國哲學問題意識下的形上學的另一支。 當然這是形上學概念的狹義使用, 若以廣義用之, 則亦有宇宙論為其另一支的基本哲學問題, 以下論之。 形上學, 以概念之西文當然即是metaphysics, 但是當形上學作為這一論究整體存在界之總原理之學的名義時, 在當代中國哲學學術界的使用中又降之西分為宇宙論及本體論之學, XXII, 然而形上學這個概念在學界使用中, 又常常不是在探討宇宙論的問題, 而是在探討本體論或存有論的問題, 所以形上學, 本體論, 存有論這三個名詞常常混淆在一起, 而本體論及存有論的西文又皆是ontology, 我們雖然可以將兩者視為同一個形上學的分支下的基本哲學問題, 但是在中國哲學的以價值位中心的哲學形態的特質的考量下, 為了使方法論上的對於中國哲學的形上正誠的問題意識得以更加明晰化, 我們是可以將存有論和本體論這兩個哲學名詞的使用意義予以區分的。 既然,存有論,的問題本來即是一個關於存在的討論, 它是theory of being,或theory of substance, XXIV, 不論它是以實體為存有或即是直接論集存在者, 它都是一個對於物之所以為物的探究之學, 因此保留西洋哲學傳統中對於形上學的存有論意涵的名義約定, 而將之皆以存有論哲學概念定之, 並使用之, 則可收意涵清楚知曉。 至於, 本體論, 這個名詞, 它本身就是在傳統中國哲學術語中使用的概念, 因此它將更能準確地反映出中國哲學以價值為中心的形上學思想, 它其實是一個關於, 實相, 知學, 即是一個theory of reality, 是一個關於整體存在界的終極意義之學。 木先生以, 本體宇宙論, 說之, 即意味著它是就著整個宇宙, 整個世界來談其本體意涵的, 而不是像西洋哲學的存有論問題是就著各物或上帝概念來談其物之所以為物, 知存有屬性、 性真、 本質、 範疇等諸意之學問的。 本體論是一個關於整體存在的終極意義的實相之學, 終極意義只有一個, 它就是價值的意涵。 當然這個實相在如釋到不同的哲學系統中自有不同的意志,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實相即為各家皆有關於本體的主張, 這個關於本體的主張觀點正是關於整體存在界的價值意義的真相的學問。 由上所述, 長久以來在台灣哲學界的術與使用習慣中一直並何使用的, 存有論, 即, 本體論, 兩個概念, 或許可以經由這種問題意識的區分而與以使用上的區別, 以及當我們在談論到西洋哲學的形上學問題, 並且不是在處理宇宙論意義的形上學問題, 而是在處理關於實體或存有或上帝概念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以, 存有論, 的哲學術語來使用之。 而當我們在討論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問題, 在探究關於價值的意涵的問題的時候, 即得以中國哲學傳統上即有的本體問題的, 本體論、哲學概念來使用之。 當我們再度回到中國哲學的術語使用的時候, 中國哲學的形上學問題意識中是有著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問題意識, 但是在本體論的問題意識中是有著實存性體、 知學與抽象性真、 知學之別, 而就中國哲學的本體論的抽象性真、 知學卻與中國哲學的宇宙論哲學問題中的存在始源的存在性真、 知學有一類似於西洋哲學的存有論哲學的問題意識。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哲學中有著談論天地萬物的宇宙論哲學, 即談論價值的本體論哲學, 即談論存在的存有論哲學。 這樣的區別當然是有點複雜的, 但即便我們不做這樣的區別, 我們也應該明確地知曉那些問題才是中國哲學中所討論的西洋哲學問題意識中的存有論哲學, 這是對、 道體、 討論的一個面向。 中國哲學中對於談論價值之學也是放在對、 道體、 的討論之中, 即是、 實存性體、 意下的、 本體論哲學, 如果我們總是使用、 存有論、 的哲學術語來談論中國如是道三學的關於整體存在界的、 實相、 知學, 則總是會有著概念使用的奇異的窘境。 因此我們可以重新界定在談論中國哲學的本體論哲學, 的時候就是在談論一個關於實相之學, 以及在談論一個終極意義之學, 以及在談論一個價值意涵之學。 而當我們在談論西洋哲學的本體論哲學, 的時候我們就是在談論一個關於存在的學問, 因此以中文術語的適用的精確表述而言, 我們何不就共同約定即以、存有論、 知術語使用之。 因此, 陳珠、 知學的主要特色即是一個中國哲學領域裡的、 存有論哲學、問題意識, 而老字哲學中本就已經發展了西洋哲學問題意識中的, 存有論哲學, 並且也本來就有著中國哲學談論價值意涵液的, 本體論哲學。 本體論哲學, 是要活動的, 存有論哲學, 是不談活動的。 8, 價值哲學的形上正理的方法論困境的解決。 接下來的另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即是, 關於價值哲學的形上正理的判斷性問題, 這也是前述論於勞思光先生已宋明儒學是復返恐夢心性論之學, 故而欲拋棄行上學, 宇宙論哲學的思路所遺留下來的問題。 中國哲學的如是道三學及西洋哲學的天主教哲學皆是有著價值命題的哲學體系, 這些有著價值命題的哲學體系的理論建立的終極目的皆是在提出價值原理以作為人存有著身體力型的方向目標者, 這樣的頻段在中國哲學的如是道三學應該是沒有意義的, 在天主教哲學的當代研究者心中應該是會隱蔚同道的。 當然我們也並不是說西洋哲學使自百拉圖至亞里士多得道理性主義, 經驗主義及德國觀念論哲學的理論體系是不處理價值命題, 或不提到人生的終極價值的問題的理論體系, 但是如果我們也說這些理論體系的終極目標是為著提出人生的終極價值命題並以之為終身奉行的生活準則者, 因此根本上我們也應該將之稱為價值中心的哲學體系的話, 那這就恐怕是極有爭議的了, 這或許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意欲建立的西洋哲學史的形象, 但是就絕不會是當代英美系統的西洋哲學工作者的意見了。 當我們把討論的焦點制放在價值中心的哲學體系的時候, 我們要處理的一個形上正立的問題即是, 這種形態的哲學體系可以被形上正立嗎? 這些哲學體系無疑的都是有著形上學的理論建構以為正立的, 無論是走宇宙論之路建立上帝存在命題, 還是由宇宙論進路推論出德性本體, 或推論出無畏本體,或推論出空性本體, 這樣的推論基本上都會陷入他們是哲學家的獨斷的困境中。 就算哲學家建立的哲學體系已經窮盡一切可能的予以正成, 他們卻又都擺脫不了不同價值哲學體系之間的彼此批判。 即在中國哲學的如是道三學中, 三角價值辨證的哲學史是實時上演的理論議題, 因為價值是有著絕對性的觀念, 所以一套哲學體系正成了一個價值命題的終極性即意味著別的價值命題的非終極性, 然而價值命題即為終極意義命題, 因此不同哲學體系的價值命題之間是非要有個爭辯不可的。 從理論的研究角度而言, 他們既不能並存,便存在著真意必須解決的問題。 在真意的進程中,哲學體系的捍衛者的理論努力之道, 便是建立形上體系予以捍衛之。 形上體系的建立即為實存性體, 異的本體論哲學的全權堅守, 以及經由宇宙論哲學的建構, 而推演出自己的本位的價值命題。 至於對道體作,抽象性真, 知言意, 以及一個存有論意義的哲學研究的成果, 實在是無關價值命題本身的是此非比, XXV。 但是這個道體的價值意義在老字是, 無謂,就是, 無謂, 到底, 中國哲學史上的道家哲學建構中的終極價值命題 從來沒有於越道體是, 無謂, 的建構。 而儒家的價值命題是人, 是人意理之, 是德性本體, 這個立場也從來沒有改變過, 佛教的價值命題從是, 苦, 走到是, 空, 之後也就一直定在此處。 因此不論這個價值命題是從何時, 何地, 何種情境, 由那位哲學家卻斷而出者, 它總是一個意見性的確定, 當然它不能停留在只是意見性的確定, 因此如學有, 中庸, 異傳, 之作, 宋明如學有形上學, 有宇宙論之學, 此皆是在進行價值命題的形上確定的工作, 以及建構理論以捍衛價值命題, 的真確性。 捍衛價值的理論構作如何進行呢? 如果我們以, 宇宙論哲學, 即, 談價值的本體論哲學, 即, 談存在特徵的存有論哲學, 來論究的話, 談論價值意涵的本體論哲學, 的理論總是扣合著, 談功夫修養的實踐哲學, 一路進發, 而, 談此一價值意涵之確定, 的理論根據之路也就主要表現在宇宙論哲學及存有論哲學的理論建構上。 但是這兩路的正誠之途一皆有其理論上的困境。 首先, 為他所經過的思辨的推理通常也最容易在思辨上給以否證。 多馬斯蒂士林哲學藉由上帝的超越屬性論說其為, 一, 真, 善, 美, 善, 即明確的價值命題, 這是存有論之路的價值命題的正誠方式, 亡必以道體式原理, 因此是無形, 因此是無畏, 而正此無畏的價值命題亦是此路, 其中皆含著概念上的跳躍, 正確, 就算能自成一套格局, 自己自圓其說, 卻難以否證其他不同價值的正誠。 其次, 宇宙論進入的理論正誠通常也是最有理論效力的正誠, 因為它是透過天地萬物的存在的真相來確立價值的實相的, 但是它的致命的困境也就來自於宇宙論的知識世界對於天地萬物的真相的說明本身的經驗的確斷問題了。 宇宙論進入的正誠的困境時有二重, 其一為世界觀的真相在經驗確定上的可能性, 其二為宇宙論的知識性概念轉至本體論的價值性觀念的合法性。 前一種困境主要發生在有它在世界的宗教哲學系統中, 後一種困境是所有宇宙論進入的價值確斷的推演系統都會碰到的問題。 多瑪斯低視靈哲學的價值信念來自上帝的啟示, 上帝的存在成為價值的保證, 於是捍衛價值觀念的理論活動即等於對上帝存在信念的知識性確定, 所以多瑪斯要進行上帝存在的論證。 同樣的,中國道教要進行神仙存在的論證, 中國佛教要討論佛生觀, 它在世界的存在以及它在世界的最高級存有者的確實存在便成為這些價值系統的終極保證。 然而它在世界的存在是以客觀世界的知識的意義而成為價值命題的推演根據的, 因此它在世界的客觀性便必須在經驗中有效。 但問題就發生在它在世界的經驗上有效如何獲得, 因為人存有者對於它在世界及它在存有者的經驗可能性是決定於人存有者自身的知能狀態, 有人認為自己已經經驗到上帝及神佛, 有人認為自己沒有經驗到上帝及神佛, 於是哲學上的宇宙論的知識性建構在現實上的經驗性活動中便有了挑戰, 於是所有宗教哲學系統便必須提供人存有者靈修或修煉或修行的方法, 以使其的感知它在世界及它在存有, 從而成為價值命題的真確確斷的根據。 但是即便提供了功夫進入也未必所有的人都得到相同的經驗, 因此也只有得到相同的經驗的人可以說是這套世界觀知識的見證者, 也才可能去真實地實踐著這套世界觀的價值信念。 更進一步言, 價值命題在宗教哲學系統中的提出, 其目的並不是僅在理論上建構即已未完成, 其所謂的完成是要在人存有者的信受奉行的實踐中才是真正的完成, 而這個完成是人存有者的功夫境界的成果, 因此宗教哲學的完成是境界的完成, 宗教哲學命題成立的形上根據最終是根據於人存有者的功夫境界, 因此我們說所有宗教哲學的理論正成之途使所有宗教哲學成為了, 《境界哲學》的正成是只要有人在實踐中正成即已未正成, 因為他已經在經驗世界中建立了一個真確的案例, 他要建立更多的經驗世界的案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這即是他的功夫修行法門的提供以及更多人存有者的確實踐旅。 一個沒有見證者的宗教是不成其為宗教的, 一個沒有後繼的實踐者的宗教是沒有被驗證的宗教, 一個沒有被驗證的宗教是無所謂理論的終極正成的, 宗教哲學的理論的正成必須在人存有者的經驗中被真實感知, 這是因為宗教哲學的基礎是在具有他在世界及他在存有的客觀的世界觀, 宇宙論的知識上, 他雖然因為人存有者本身的知能的限制以至沒有被所有的人輕震, 但只要有人確實輕震了, 他就是存在的真理。 這樣的宗教真理的輕震的簡證方法是對於同一個宗教內部的簡證, 簡證之經驗之及確定之, 即已有了一個世界觀的真相的呈現於此一人存有者的經驗之中, 即已使此一宗教哲學的知識系統成真。 至於不同的宗教世界觀之間的辯證問題的經驗性解決, 則只有訴諸同一個人存有者的同時進行輕震實踐的實驗, 在實驗中必然會有世界觀形狀的實感, 即在這個實感中仍存有者自作判斷從而自作抉擇。 宇宇宇宙論知識進入的價值命題的確斷的第二個困境是, 宇宙論的知識性概念如何過度至價值命題的觀念性概念。 例如閻君平所作的思考, 存在是原意的道體是氣, 而氣是無形的, 所以價值上映是無味的。 閻君平的推演集是這一種宇宙論知識到本體論觀念的跳躍。 對這一個跳躍的簡證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 它需要在方法論上獲得支持, 否則永遠只是一個跳躍。 佛教說緣起信空, 但緣起又如何過度到信空呢? 緣起是對於經驗世界的現象觀察, 但如何在其中確定它的意義即是信空呢? 異傳,中畏, 異因異陽之味道, 即知者善, 成知者性。 異因異陽, 是經驗現象的觀察, 但又如何即的為其, 即知者,即是, 善, 或即是以, 善, 即知, 者呢? 這樣的意義確定性的活動 基本上仍然是人存有者的主體性價值 卻斷力的促成, 穆宗三先生說是, 智的直覺, 他確實是, 智的直覺, 不論理論建立者如何藉由概念推演 將存在的知識過度至價值的觀念, 這一個過度始終是必須經過人存有者的主體性的覺悟, 主體性的覺悟是實踐力的促成, 實踐力仍然是主體自身的修養境界的結果。 從宇宙論進入的存在的知識要獲得本體論的價值命題最終人決定於主體的境界的契合與否, 在主體境界的契合下價值命題才成為體系的終極意義。 官員起而得信空, 但有人得之有人不得之, 見生命奧秘而知有上帝, 但有人知之而有人不知之。 因此只要是論及價值之學, 就沒有不落實在主體的境界上而可有其真正的完成的, 因此宇宙論進入的價值正成活動以其必須依賴主體境界的覺悟而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是一個境界哲學的形態。 因此, 認知到對於價值命題的確斷都是境界的呈現而有的確斷, 此意即是價值命題的形上正成的特殊方式, 此意方式即是價值命題的形上陳述是在陳述者的植入價值境界之中的言說, 所以是先有境界才有形上學, 世界觀的知識性陳述, 此意, 價值命題的形上正成的境界說, 是解決其形上正立困境的方法論出路, 此意方法論出路似乎回到了聖安塞爾姆的先信仰在理解的路數了, XXVI。 就價值哲學之所以為價值哲學而言都需要先有價值命題的堅持才有可能, 也就是需要先有實踐者的境界成就的體悟, 而一切價值命題的最終完成也正是完成在實踐者的境界成就中, 因此一切價值哲學成為了以價值實踐為中心的各種理論建構。 價值是主觀選擇的結果, 理論則是有各種的形態, 在價值哲學之間似乎無法彼此說服, 特別是有著它在世界及它在存有著的宗教哲學體系。 絕對性是價值哲學的性格, 但是個人有個人的絕對性, 於是各種價值命題便建構為各自的理論形態, 而各別的理論形態更等待著各自的堅持者的實踐了。 所以就價值命題的形上正立的體系辨證而言, 認真實踐是最重要的, 也是一切理論創作的真實根源, 其次便是強化各自體系內部的理論結構, 至於彼此的批評論便恐怕是永遠沒有定論的。 於是問題的重點便在於實踐活動對於理論建構的方法論意義的釐清, 以及由實踐來證成價值命題而成就各自的理論形態, 而不同的理論形態之間也只好彼此欣賞卻難以否證了。 此即作者以《境界哲學》的概念定位價值哲學, 並以《境界哲學》的理解形式作為《價值哲學》的形上正立困境的解決之道。 9、對穆宗三先生及勞斯光先生送明儒學詮釋體系的總結。 穆宗三先生對中國儒學的道德本體、 仁義價值有著堅定的信念, 他始終不放棄為儒學價值尋找理論確定性的可能, 他不訴諸宇宙論進入的正成方式, 他不承認上帝存在的概念, 他要走的是價值命題的存有論進入的正成之路, 然而他的存有論正成之路是卻不可免於宇宙論知識立場的預設, 這個立場就是對經驗現象上的死在世界的真實永恆性的主張。 儒學是沒有他在世界的安利的問題, 儒學的他在世界是僅在日常知識中使用, 而不在理論體系中運用, 即便有他在世界的存有者, 他們在理論體系中的角色異景被視為是此在世界的一員, 共構此在世界的存在範域, 並符音於此在世界的價值目的。 此在世界的經驗上的真實存在即永恆存在 是穆先生論於儒學的宇宙論知識立場的預設, 穆先生並沒有說他有這樣的預設, 但是站在比較哲學的角度, 站在道教、佛教及天主教哲學的角度, 穆先生以經驗世界是真實永恆的世界的立場 就已經是一個對於客觀世界的知識的立場了。 於是他要正成儒家仁義價值的方法, 即是在存有論的問題意識中說明整體存在界如何 必須是僅在道德意識原理的作用下而完成其存在並永恆的存在, 因此而卻斷道德意識即是存在界的終極根據, 但是穆先生也發現, 論究價值之學不論在宇宙論問題意識下的正成之路 還是在存有論問題意識下的正成之路, 都始終不能有真正的完成, 於是他區分了, 值的存有論, 即, 無值的存有論, 兩層。 值的存有論, 是論於存在的範疇的存有論, 是執著於存在現象的範疇解析, 這是與價值無關的存有論。 無值的存有論, 無值的存有論, 是不執著於存在現象的問題意識, 是論於存有活動的存有論, 是真能正成價值命題的存有論, 所以它以中國如是道三學皆是, 無值的存有論, 由個人自己的, 智的直覺, 而決斷出各自的價值命題, 所以, 無值的存有論, 其實是人存有者的主體性的價值 確斷的實踐性活動。 所以, 無值的存有論, 其實不是存有論這個哲學 基本問題在西方哲學脈絡下的問題意識, 所以它不是一個, 存有論, 問題的思考, 而是一個, 功夫境界哲學, 問題的思考。 價值哲學是可以完成在功夫境界哲學中的, 沐先生已如學的形上實體是一級存有級活動的實體, 即是一個在功夫境界哲學問題意識下的價值主體的實踐哲學的問題。 而沐先生所說的成疑, 朱熹之學的形上實體是一, 只存有不活動, 的實體, 其實它們是在探討西方哲學意義下的存有論哲學問題, 是就道體概念的存在特徵或抽象性真進行意涵解析的思辨, 是就這個作為價值本體的道體概念自身的特徵解析。 這個概念解析的理論工程並不是在進行價值實踐的活動, 也不是在說明價值活動的方向目標, 那是功夫哲學的範疇, 沉珠, 是在進行這個價值概念自身的特徵的存有論建構。 沐先生說, 沐先生說, 沉珠, 是, 別子未宗, 其實他們正是存有論哲學。 沐先生說, 周, 張, 武峰, 陸, 王, 及山, 是本體宇宙論, 其實他們正是功夫境界哲學。 作者即以此為沐宗三先生宋明儒學體系分叛的方法論書裡, 梳理之即使其各有定位, 而逼近價值哲學的形上正立之關鍵。 勞思光先生論於宋明儒學意理建構時以, 陸王, 之, 心性論, 為其復返, 恐夢心性論, 的成熟之作, 以作者的話來說, 心性論, 者即, 本體論進入的功夫哲學, 因此依據勞先生的觀點, 功夫哲學才是儒學的原俗之作。 勞先生以形上學, 宇宙論是不成熟的理論, 作者則以為, 討論行上學, 宇宙論的, 中庸, 易傳, 及, 周章成珠, 之學, 也是已經預設了, 恐夢心性論, 之後進行的行上正程之理論建構, 並未背離恐夢之一指。 以形上學, 宇宙論證說價值命題的理論活動當然必須面對方法論的考究, 但是方法論探究的理論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新的哲學思維的創造工作, 所以價值命題的形上體系自可不斷建構下去, 而方法論的批判工作也可以不斷進行下去。 十, 小潔 本文以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問題亦是之離親為討論重點, 並對形上學, 存有論及本體論的概念使用提出建議, 對於穆宗三先生及勞思光先生的宋明儒學詮釋觀點進行異理研議的再開發。 所述者眾, 所引發的問題更多, 僅以此就教於學界先進, 並作為作者日後研究的新起點。 注釋 I, 本文之討論, 主要將以穆宗三及勞思光兩位先生之著作為對象。 這兩位先生的作品中有以下兩個特色, 首先是明確地建立了整體的討論宋明儒學發展脈絡的分書系統, 其次是以此分書系統的哲學立場而轉作為詮釋整個中國哲學的方法論架構, 因此討論穆勞之作即是討論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當代議題。 二, 作者對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階段中, 首先提出, 哲學觀念研究法, 這是作者在撰寫, 反哲道之洞, 老子的哲學觀念, 一書時提出的, 台北宏太出版社。 其次提出, 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位中心的基本哲學問題研究法, 此一觀念作者將之表述在, 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 及, 基本哲學問題, 兩部專書中, 北京華文出版社。 近來提出, 哲學體系研究法, 的觀念, 本文集為此一系列中之一篇專文。 三, 參見桌作小於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反省大於, 哲學論集, 第33期, 府仁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哲學與文化月刊, 第二期卷第9期, 2000年9月出版。 四, 參見桌作, 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 北京華文出版社, 1998年8月出版。 V, 參見穆宗三者, 心體與性體, 第一冊, 1981年10月台四版, 夜五九。 六, 參見勞思光者, 新編中國者哲學史, 卷三, 台北三明書局, 1990年11月第六版, 夜五十至五一。 七, 參見烏昆如教授者, 中士哲學去談,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76年出版, 夜178。 八, 參見穆宗三言, 儘管我們說諸夫子的格物窮理之路不對, 他過分重視也不恰當, 但他畢竟還是個大理學家, 他的腦筋是荀子的腦筋思路, 也有點類似百拉圖的形態, 但是中國學問所發展的方向與西方不同, 儒家由孔孟開始, 首先表現的是海德格, 海德格, 所謂的論語, 孟子, 中庸, 異傳都屬於方向倫理, 而後來的周連西, 張橫渠, 陳明道, 胡武峰, 陸象山, 王陽明, 劉吉山所講的, 也都是方向倫理, 方向倫理在西方是由康德開始的, 康德以前的倫理學, 海德格稱之為, 這個名詞用的很恰當, 後者是由本質方面來決定道德法則, 決定什麼是善, 這正好是康德所要扭轉的, 在西方, 首先出現的是本質倫理, 百拉圖所講的就是本質倫理, 正如康德說, 是以存有論的圓滿, ontological perfection, 來決定善, 以存有來決定善, 康德則反過來不以存有來決定善, 因此由康德開始, 才有方向倫理, 但儒家一開始就出現了方向倫理, 道諸夫子才出現本質倫理, 正好與西方的先後次序相反,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 在先情時尋子就是講本質倫理, 但是尋子在先情沒有取得正宗的地位, 而後來的理學家也不喜歡他, 其實諸夫子應當喜歡尋子, 因為他們都講本質倫理, 就儒家而言, 這顯然不是正宗, 但無論如何, 講本質倫理而成為百拉圖獲勝多馬, 也不容易, 諸子講本質倫理, 重視客觀存有, 這也不壞, 也有其價值, 正如百拉圖獲勝多馬在西方也有其價值一樣, 但是儘管有價值, 正確不正確的是非標準仍然要分別, 而不能含混。 中國哲學十九講, 1983年10月出版, 台灣學生局發行, 四百零四條的四百零五頁。 九, 參見捉住小魚對勞斯光先生宋明如學全市體系的方法論反省大於2000年8月25至26日, 第二十四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主題, 東亞西亞的價值學與中國學, 韓國中國學會主辦。 X, 參見勞斯光者, 新編中國哲學史卷2, 夜103, 台北三明出版社, 1991年8月增訂六版。 十一, 參見勞斯光者, 新編中國哲學史卷1, 夜203, 台北三明出版社, 1991年1月增訂六版。 十二, 參見賦偉勛者, 西洋哲學史, 台北三明書局, 1981年12月第六版, 夜405。 康德堅決主張, 上帝存在論證的產生與理論謬誤, 原是傳統形上學家為與民分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而濫用理論理性與超感性界的理念探求的結果。 我們雖然不能論證神之存在, 卻可站在實踐理性優位立場, 從道德行上學的角度重新探求上帝問題。 同時, 上帝理念雖然不是理論知識的, 構成性原理, 但可是如一種, 規制性原理, 激發盛或指導我們尋求經驗事物的關聯與自然本身的整序。 其他鮮豔的理念也具備著這種規制性的意義, 當作知識探求的指標。 十三, 參見勞先生, 思辨錄, 其言, 道德哲學在各個不同的文化傳統中, 都有不同的研究成果。 但是, 基本上所涉及的課題則不外三個層面, 第一是, 道德理論的層面。 第二是, 道德境界的層面。 第三是, 道德教育的層面。 廣義的道德哲學, 也應該笼罩這三個層面。 在第一層面上, 主要涉及的是知識系統。 在第二層面上, 主要涉及的是內在意志的鍛鍊和轉化。 在第三層面上, 則主要是涉及社會風氣和個人生活態度。 這三層面彼此間可以有種種複雜交錯的關係, 但基本上各成一領域。 夜四時, 由對道德觀念的意義與指涉開始研究, 再層層吸入其他有關的題材, 結果便產生了許多道德理論。 例如, 為了解釋, 善, 的意義, 人們可以建構一套宇宙論, 一套形上學或某種本體論系統。 另一方面, 為了解釋道德觀念的特性, 人們又可以轉向道德語言的研究, 而建立一套套的, 後攝倫理學理論, Meta Ethical Theories。 我們今天縱觀古今中西各種道德理論, 真可以說是洋洋大觀。 可是, 這樣繁多的道德理論, 畢竟只代表我們對道德的知識。 道德哲學的原始不只是一個知識問題。 我們還有第二層面的道德境界問題。 道德境界與道德理論之不同, 追本溯源, 實在是, 智性, 與, 意志, 兩種能力的介遇問題。 夜四十二, 今天, 我們如果順著西方學院封上來講道德哲學, 則可以說幾乎全部研究工作都屬於對道德的知識。 至於意志的轉化或純化問題, 在西方世界大致都交給宗教了。 至於東方情況就大不相同。 尤其就中國儒學而論, 講道, 成德之學, 意志的鍛煉與純化正是這種, 學, 的主要部分。 夜四十三, 具體生活中的道德問題, 明確地說, 就是, 如何使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獲得道德意識的引導力量, 的問題。 放寬一點講, 我將這個層面的道德問題稱為, 道德教育, 的問題, 夜四十四, 意, 與, 性, 是儒家道德理論的基本觀念, 由此衍生出的理論系統則有和儒的宇宙論, 唐末至北宋興起的混合宇宙論與形上學的系統, 以及偏重形上學的系統等等。 夜四十五, 十四, 此處我們先處理兩個勞先生的概念使用上的問題。 首先討論, 價值哲學, 與, 道德哲學, 的概念使用, 我們在討論中國哲學的時候, 通常並未區分, 價值哲學, 與, 道德哲學, 但是, 道德, 這個概念是比, 價值, 這個概念預設了更多的意涵, 因為我們通常是在儒家所談的人倫行為的範圍內說的道德哲學, 但是用道德哲學這個概念來談道佛哲學的時候就似乎不太準確。 如果用價值哲學這個概念來談時, 道佛兩教皆有其自身的價值命題, 亦有其形上體系的正程, 而且並不限定在人倫行為內談價值活動的範圍, 因此為明確化討論的範圍, 我們則以, 價值哲學, 的概念來取代, 道德哲學, 的概念。 當然這仍然是就價值概念與道德概念的日常使用意義而做的約定, 並不是已經在哪一套哲學體系裡就已有了將, 道德哲學, 與, 價值哲學, 做出問題意識的區分的事情。 因此, 本文以下的討論, 如果人使用, 道德哲學, 的概念, 則是為保留勞思光先生原來的概念使用, 因為勞先生一直是以, 道德哲學, 的概念來談儒家哲學, 而如果是作者自己的使用, 則是取其, 道德, 概念的廣義意義, 以及以, 價值哲學, 概念來使用, 以便平等地對待如是道三教的價值正成的問題。 其次討論, 形上學, 這個概念的使用。 勞思光先生所使用的, 形上學, 概念, 實質, 本體論, 或, 存有論, 而言, 並非包含了, 宇宙論, 的, 形上學, 既然勞先生的, 形上學, 概念是不包括, 宇宙論, 的概念的, 因此本文在討論勞先生觀念時使用到的, 形上學, 概念亦不包含, 宇宙論, 意義, 但是在其他地方的, 形上學, 概念使用則是包含了, 宇宙論, 即, 本體論, 或, 存有論, 的意義的。 以, 形上學, 為探討普遍原理的總明知學, 是學界一般的共同做法, 更細分之則有, 宇宙論, 本體論, 或, 存有論, 之區分。 十五, 此一道德意志是一個落實在家國天下的人倫觀念, 並非有它在世界的鬼神信仰, 是以經驗現象的此在世界的禮樂教化, 人文化成為其價值理想的實現目標。 十六, 世界觀這個概念是為討論有它在世界的宇宙論哲學時所使用的哲學概念, 作者以它是形上學的同一詞, 當討論的問題著重在有相關的宇宙論之事時, 則以世界觀標明, 將會是一個較準確的哲學語言的使用。 十七, 參見卓著小魚是論木宗三哲學的如佛會通, 上、下、大魚、法光雜誌, 第107期, 1998年8月第108期, 1998年9月。 小魚從木宗三哲學談如佛會通的方法 法論探究大於1998年12月, 第三次如佛會通學術研討會, 台北華泛原地, 華泛大學哲學系主辦。 以上二文接收錄於《基本哲學問題》, 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0年08月出版。 《令小魚對木宗三哲明如學詮釋體系的方法論》 《反省大魚》, 台北哲學雜誌, 第三十四期, 2001年元月出版。 十八, 參見卓著《反者道之洞》, 台北紅太出版社, 1995年7月出版。 北京華文出版社, 1997年4月第一版。 十九, 參見王碧者, 老字只掠, 夫物之所以身, 公之所以成, 必生乎無形, 由乎無名。 無形無名者, 萬物之宗也。 XX, 參見卓著《小魚王碧哲學的方法論》 探究大魚第十四届國際藝學大會, 台北公企中心, 中華藝經學會主辦, 1998年11月。 大魚及小魚小魚未競選學中的基本哲學問題 大魚第十一届國際中國哲學會 Underscore, Underscore, 跨世紀的中國哲學, 總結與展望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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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討會, 國際中國哲學會舉辦, 1999年7月大魚。 兩文皆收錄於卓著《基本哲學問題》 專書中, 北京華文出版社, 1999年8月出版。 XXI, 這種思考模式的建立, 在道家哲學史上做的較多, 例如漢代老學的繼承者 閻君平的, 老字直規, 終極訴諸一個, 到, 一, 神明, 太和, 的宇宙演化秩序 來推論道家老學的無畏的價值命題, 閻君平的工作方式是認為作為創造的道體是無形的, 故而意應在價值上是無畏的, 這是從宇宙論問題意識下的企劃無形的道體來做的本體論的無畏價值的推理, 這仍然是一個推理上的跳躍, XXI。 王毕是從作為本體論問題意識下的萬物之宗的理體自身是一抽象實體的無形意來推論無畏, 這是另一種跳躍。 參見桌座小於閻君平, 老字直規, 哲學體系的方法論檢討大於, 中國哲學與全球倫理, 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吳大學哲學系舉辦, 2000年5月20-21日。 XXII。 參見沈青松者, 物理之後, 行上學的發展, 台北牛頓出版社, 1987年1月出版, 夜147。 XXII。 參見烏昆如教授言, 行上學討論的對象, 他涵蓋了世界上的一切, 世界以外的一切, 現實的, 可能的, 今生的, 來世的, 看得見的, 看不見的, 想得通的, 想不透的, 都是, 存在, 都是行上學的對象。 這對象也就是存有學, 傳統中所謂的本體論。 參見, 哲學概論, 烏昆如這頁225南圖書出版公司, 1988年8月再版。 沈青松教授言, 對於存有者的存有之探討, 是行上學中最核心的部分, 名為存有學, ontology, 就意味, 本體論。 參見, 物理之後斜線行上學的發展, 沈青松者牛頓出版社民國76年1月1日出版頁21。 烏昆如教授言, 行上學的分類, 以一般行上學。 二特殊行上學。 一般行上學是討論存有的學問, 也就是傳統所謂的本體論, 討論存有之所以未存有的學問。 特殊行上學是討論宇宙的問題, 傳統稱之為宇宙論, 也是宇宙學, 宇宙學之中可以分為三個大的課題, 討論世界, 人和上帝, 討論世界是宇宙學, 討論人是人類學, 討論神是神學。 前影書頁227。 XXIV, 參見顧玉明教授言, 多瑪斯於行上學方面的一大創新是, 把形上學由本質提升到存在, 由實體形上學提升到存有形上學的層面。 使形上學不再停留在實體學, Science of Substance 的地步, 而能提升到存有學, Science of Being 的層面。 參見, 多瑪斯, 阿奎納導論, 時報出版公司, 1984年出版, 夜九至十。 XXV, 例如, 老子之, 導, 論, 是, 天下母, 是, 看不見聽不到, 這些討論實在是與老子之道體是, 無畏, 與否是無關的。 因為儒家的道體也可以是, 天下母, 也可以是, 看不見聽不到, 的道體, 但是儒家的道體的價值一涵就始終是仁義而不是無畏。 XXVI, 參見副偉勋者, 西洋哲學史, 台北三明書局, 1981年12月第六版, 夜193, 3206-110-6552-OK9 Text-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分41秒, GMT-28 2034-F8年1月, B03-F-495-1E4-D734-E4-1003-HIGHTS-6-110-655, 台大哲學系, 中國哲學會, 保住銳器, 杜保銳資料, 教學課程, 學術論文, 專書著作, 學術資源。 對勞思光先生道佛詮釋的方法論反省。 首頁,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觀視義, 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 現代中國哲學在台灣的創造與發展, 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反省, 當代老學道論研究的基本哲學問題解析, 當代新儒家哲學在台灣的影響與理論反省, 對梁樹明東西文化與哲學比較觀點之反省, 對傅偉勳談中國哲學工作方法及方法論觀點之平息, 馮友蘭對中國形上學論辨的方法論解析, 馮友蘭心理學建構的理論反省, 馮友蘭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儒學的理論建構, 馮友蘭, 真元六書, 中的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 馮友蘭, 真元六書, 對中國人生哲學精神的比較觀點, 對木宗三談宋明儒學之所以為心儒學意見的方法論反省, 對木宗三談宋明儒學之課題與分析的方法論反省, 對木宗三詮釋周連希的方法論反省, 對木宗三談章載道體性體心體意的方法論反省, 是論木宗三哲學的如佛會通, 從木宗三哲學談如佛會通的方法論探究, 對木宗三宋明儒學詮釋體系的方法論反省, 對木宗三批評朱希與陳怡之大學詮釋的剛領性意見之反省, 對木宗三詮釋朱希以大學為規模的方法論反省, 對木宗三詮釋朱子中和說的方法論反省, 對木宗三詮釋朱子仁說的方法論反省, 對木宗三諸希詮釋的方法論反省, 當代宋明儒學研究與中國形上學問題意識, 中國哲學的真理觀問題,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對勞思光先生宋明儒學詮釋體系的方法論反省, 對勞思光先生道佛詮釋的方法論反省, 對方東美論中國形上學的方法論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m H. Fenn, 方東美對中國大乘佛教義宗教義哲學的基本立場, 方東美對大乘佛學中國化的詮釋立場, 對唐君毅高舉儒學的方法論反省。 檔案下載, 勞思光先生道佛詮釋的方法論探究, 以華泛大學哲學系杜保瑞摘要。 本文對勞思光先生中國哲學論著中之道佛詮釋觀點進行方法論探究, 文中指出勞先生其實是以, 建設性文化肯定論的中國哲學詮釋史觀, 以及, 心性論中心的成德之教之方法論解釋架構, 進行道佛哲學之詮釋活動, 詮釋中確定道家衛文化否定論者而佛教未舍離此事之價值哲學理論建構者, 至於舊勞先生所關心的成德之教的心性論論指之建構而言, 道家因無文化關懷遂制止追求觀賞意的主體自由, 佛教雖以彼岸為追求目標但應有明確心性論論指因此意的保住德性理想。 作者提出, 中國哲學真理觀, 的問題亦是根本關懷重新討論中國如是道三學, 認為回溯如是道三學的知識體系本身來探究其內部推振之是否合理及一致之理論活動是能追究三教價值命題之是否為真理觀的研究方法, 因此提出以, 本體論, 宇宙論, 功夫論, 境界論四方架構的中國哲學基本哲學問題, 為中國哲學的方法論詮釋體系, 目的即欲逼問中國如是道三學之價值命題之首為真理, 此一逼問以舊體系內部之一致推演之是否得出而為理論之逼問, 二舊價值命題之經驗輕正之是否得正而為實正之要求。 舊體系內部之推演而言, 佛教哲學以原起性空之本體卻斷之學應是為一可能成立之內部推振系統, 而儒家之落實在現實人文的成德之教卻是最可能被輕正的價值系統。 至於道佛兩家之不能被輕正的宇宙論知識部分之真理觀反省問題需另有方法論設定。 關鍵詞 勞思光文化哲學心性論方法論哲學基本問題。 一、前言 勞思光先生具著中國哲學史一書, 時事奠定他在當代中國哲學界地位的最重要作品, 書中以《心性論》為方法論架構, 以《文化建設》為根本關懷, 檢視及評論中國哲學史上之各家各派, 其中最重要之理論成果即為對於宋明如學發展三階段說的觀點, 認為宋明如學乃為由周章之宇宙論, 道成諸之行上學, 再發展道路亡之心性論的理論進程, 從而復返孔夢心性論指。 至於勞先生對道佛兩教的詮釋觀點則亦有許多值得探究之處, 例如以德性我, 認知我, 行驅我, 情意我的架構探討道家老莊學及道教思想的理論地位, 例如以主體性自由的心性論建構評論中國大乘佛學的理論成熟度問題等等。 本文將以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之反省為基礎, 探究中國三教的真理觀正成問題, 對於勞先生在道佛詮釋中之重要詮釋觀點進行討論, 問題意識的焦點將放在探討勞先生用以詮釋道佛的方法論詮釋架構問題上。 2、本文問題意識。 勞思光先生為當代公認知哲學家級的學者, 這是因為他的學術作品中展現了哲學理解的心意, 與對哲學活動的斷語, 對於開啟整個人類文明的知識建構有著個人的真知著見, 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作品中, 明確地傳達了理解中國哲學的知識架構, 就是這一套知識架構揭示了中國哲學的根本問題與理論貢獻, 透過他的作品, 我們得以理解中國哲學, 以及評價中國哲學內部系統流派兼之異理境界的高下。 這一套知識架構, 作者及以勞思光先生的方法論解釋架構稱之, 以及他是提出了一套認識中國哲學及解釋中國哲學根本問題的思考模式, 在這套思考模式中定位各家的理論性格及異理高下, 這就是一套方法論解釋架構。 作為這一套方法論解釋架構總標其義, 即為, 心性論中心的成德之學, 知方法論解釋架構。 勞先生早年關切文化哲學課題, 晚年更深入發表文化哲學觀念, 為文明立法, 可謂是勞思光先生一身理論活動的總目標, 但這也隱藏了勞先生論評三交的根本關懷與權解面相, 表現在他的權勞觀點的輕重高下中, 以及, 文化哲學, 文化哲學, 乃是勞先生中國哲學詮釋史觀中的根本關懷, 二, 而前述, 心性論中心的成德之學, 則是其方法論詮釋架構。 作者即以這樣的理解定位, 為勞先生建構於中國哲學的權勢觀點進行理論探究。 作者曾為文探究勞先生表述於宋明如學權勢觀點的方法論問題, 三, 文中指出勞先生以成德之學的主體性自覺之理論要點評論宋明珠子之理論高下, 其實是將成德活動置放在一個最高的理論地位上, 其他企圖說明成德之教的知識建構皆非觀要點, 重點即在不論透過本體論建構還是宇宙論建構皆不能導出成德目的更不能完成成德活動, 因此成德之教的完成為有心性論意圖。 作者認為, 以宇宙論及本體論說明成德目的的合理性是移送明珠如的固定思考模式, 甚至意味道佛兩交的思考方式, 如果儒學的天道論及本性論不能正成德性目的, 那麼德性目的的知識地位究竟何在? 從心性論說者, 必推至此極主體性的自作抉擇而已, 主體自覺並進行功夫修養 以完成聖人境界卻是孔夢露王之路, 但是為此一路進行知識張羅的本體論及宇宙論知識工程 如果永遠是失敗的, 那麼知識分子何以人應以成德之教為生命的依歸? 以道佛價值為依歸可呼? 道佛意建構本體論及宇宙論, 道佛意建構心性論以確立價值追求的主體性自覺活動, 道佛何以自正其學知和理性? 此一價值標的德和理性正成的理論構作即落實在道佛之本體論及宇宙論的知識體系中, 那麼,在儒學系統中不能正成的德性意志, 當他們在道佛中轉成無謂、 逍遙、苦、空的價值心靈之時, 道佛的本體論、宇宙論是否一無能正成之? 以下將先提出若干作者自己對於中國哲學理論詮釋的工作觀點, 然後再提出作者企圖在本文中真正要探究的根本問題。 首先, 關於本體論與宇宙論對於價值標的德正成問題。 四, 作者認為, 如是道各有價值心靈, 如果我們不僅僅已完成社會人倫、文明建制的人意價值為唯一價值的話, 那麼老子言無謂、 莊子言逍遙、 原始佛教言苦及必苦、 大乘佛教言空性智慧等等, 則就是道佛兩教有所貢獻於人類文明的其他選擇的價值標的。 至於其本體論及宇宙論的知識系統則是針對這個價值心靈的理論說明, 說明之意及正成之。 然而此一正成僅止於一系統內部的一理一致性的推演之正而已。 對於宇宙論的知識建構需在經驗中驗證才是實證, 對於本體論的價值命題亦需在實踐中體悟才是輕證之正,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作為道佛價值心靈的理論依據的本體論及宇宙論知識建構只是完成一系統內部一致性的知識推演工程。 知識架構確立, 心性論意指即鮮明而出, 心性論意指之言說亦依賴於本體論與宇宙論知知識之清晰方位清晰。 例如莊子之破生死觀念起步及依據於氣化流變的宇宙論知識, 大乘佛學之言空性智慧亦皆為預設者生命輪迴之業力因果觀念的宇宙論知識。 至其暢談心性論意指之時即為主體之自覺此一價值本體從而實行自我鍛煉以氣與真理合一之活動, 主體境界之完成當然需要實踐活動, 實踐當然是主體性的自覺活動, 心性論當然是在現實世界完成這一套價值知識的最終歸一, 但是求其知識以智性的理論說明的本體論及宇宙論知識建構就其知識說明之需要而言時有其存在的必要。 其次,就本體論及宇宙論之說明價值的理論意義而言, 其成功與否應以其知識系統之內部推演一致性與否為準, 當其內部系統推演之一致性已成, 理論的工作已告完成, 剩下來的即是輕震實踐的活動而已。 人類的價值追求活動即完成在輕震實踐的活動之中, 在這個意義下, 如是道辨各自有其輕震實踐的理想追求的活動, 成聖、成神、成佛即是該理論體系的實踐之正成, 如者以其, 格至成正修其至平, 以至, 天下太平, 即是其理論體系的正成老學以其, 無畏, 守弱, 以至, 夫為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真, 即是其理論體系的正成莊子以其, 心齋, 作妄, 以至, 與造化者由, 而至得一, 不死不生, 的境界即為其理論體系的正成禪佛教以其六度修行功夫而至, 超出三界外, 步入輪迴中, 而成佛境即為其理論體系的正成, 因此中國三教之學之正成活動將震出各自的價值本體及各自的完人境界, 因此三教將皆為完整的真理觀, 故而中至難以有理論體系與理論體系之間的會通與較近的途徑, 因為正成是在理論外部的實踐活動中, 而不只在理論內部的是否一致性的推演中。 返回來檢視勞斯光先生理論活動的解釋架構之核心觀念, 以及心性論中心的成德之教, 他所展示的要點即在針對各家對於說明價值追求活動的一理建構是否充分體現了, 心性論中心的成德之教, 的問題上, 如學集在孔夢露王中完成了心性論, 而,自我境界, 的主體性自覺方向亦定位在德性我的成德之教上, 故而最為勞先生所稱許。 就勞先生而言, 心性論是一切知識說明的終極目標, 但是, 作者將指出, 心性論依然只是一套知識體系, 以心性論的知識內含實際践行之主體活動才是價值的完成, 而實際践行之活動卻不在心性論的知識架構之內, 心性論一人為是一知識架構而已, 就此一知識架構而言, 它自身的知識和理性仁是一哲學上應該追究的理論問題, 就意理論需求的完備性而言, 反省世界存在的真相而說明宇宙論, 卻斷主體的價值心靈而建構本體論, 這都是心性論的知識和法性的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 成不成立是一回事, 正成不正成是一回事, 推演得出推演不出是一回事, 三是一是, 但有此一問題一是則又是另一回事。 有此一問題一是即是有此一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基本問題本身無所謂優劣高下, 本體論及宇宙論只是問題不是答案, 問題本身無高下, 答案才有高下, 就如形上學, 知識論, 倫理學本身無所謂優劣高下, 只有哪一家的哲學體系建構的是否完備, 是否一致, 是否清晰的優劣高下的問題。 五。 從勞思光先生詳細探究宋明儒學的周章宇宙論, 陳珠行上學, 陸王心性論的論述中來看, 周章陳珠皆不能為孔孟之教之敵傳, 唯有唱說心性要指的陸王能復返孔孟而直接繼承, 此一判斷不僅指出宇宙論與形上學無關成的紅指, 更且指出周章陳珠之宇宙論與形上學建構是不能正成如學人意價值的。 作者撰寫本文之根本關懷即是, 那麼道佛能否正成其價值並完成其理想。 儒學成德之教以仁意為終極價值心靈固然需要心性論之事已落實在儒者的践行中, 但是儒者的仁意價值必須是一真理,方才能讓儒者公身陸立以形之。 因此論說仁意價值的真理觀的一致性知識系統及其本體論及宇宙論之知識建構有其必要性, 更且儒者的清正實踐而終至建構裏樂教化人文化成於中國政治史上的光輝燦爛的一夜的史實更有其必要。 6. 但是道佛亦有價值心靈的知識依據, 即其本體論及宇宙論之知識建構者。 7. 那麼道佛能否正成自身之價值命題? 如果可以正成,那麼道佛兩家亦將各式一套真理觀系統, 那麼追求真理的哲學活動者應如何面對中國三教各家的真理觀系統呢? 此集作者撰寫本文的根本關懷問題意識, 以及中國三教的真理觀如何確立、正成、分叛與抉擇的問題。 再度返回勞思光先生的哲學詮釋, 勞先生對於道佛的價值追求的理論建構又是如何詮釋的呢? 在他的詮釋中道佛是否意味意真理觀系統? 易或道佛意不能正成其真理觀中的價值命題? 又,在勞先生的認知中道佛理論本身的不同作品間的優劣高下之判斷為何? 總之,中國三教的真理觀即是作者撰寫本文的根本問題, 藉由勞思光先生的哲學詮釋, 企圖對此一問題再度深言。 真理觀是價值之所依, 價值追求必須是追求於意永恆普遍之真理, 否則價值即失去追求的意義。 勞先生以儒家心性論是儒學成德之交的理論最高峰, 儒者的在漸行實踐中彰顯並正成仁義價值, 那麼道佛能否在其心性論的知識建構中藉由修煉者及修行者之實踐輕正義正成其價值心靈的真理性地位呢? 3、勞先生對於道家老莊學詮釋之方法論意義探究。 勞先生對於老莊知識系統中的重點主張之解說皆極為精準明確, 所列綱要皆能準確傳達哲學史研究中對於老莊學所主張觀點之落落大者, 作者本文不從勞先生對老莊全解知知識綱目中探究, 而欲討論勞先生對於老莊學真理觀的總體評價問題。 勞先生在《心編中國哲學史》具著中對孔孟如學的詮釋一開始及有明確的方法論解釋架構, 及其以孔孟心性論位中心的強調主體性自覺之成德之交的理論完形, 至於在對道家老莊學的詮釋上, 則警戒由以德性我、認知我、情意我、行驅我、的自我境界之設準, 的架構以論斷老莊, 八,從而指出老莊皆為以自我境界為情意我之肯定, 從而否定,德性我、認知我、行驅我,由其否定,德性我, 因此歸屬於文化否定論者,九。 至於道家自兩漢以後之發展, 則只為一墮落之歷程, 一是道教之為超越我之行驅化, 二為為淨放淡之風之為文化否定論之孤立化, 三位黃老之術之為首柔與五位之技術化。 由此意見出, 勞先生所謂道家一脈, 主要以老莊兩家而論, 至於老莊之間則是一直接繼承並發展的關係, 兩者價值立場一致, 此一觀點本可商榷, 十,至於道教系統, 則在勞先生的論著終勝無地位, 因其為對,行驅我, 的追求, 此唯一文化理想的墮落, 此說意的見出勞先生中國哲學全是史觀背後的, 文化哲學, 觀懷立場問題意識, 及部落實為社會建設意識的主體境界之追求及非成德之教, 即為墮落。 對於勞先生這樣的理解及詮釋道家老莊思想, 就老莊學之真理觀的解說而言, 勞先生是直接定位老莊思想形態而為有對其自證為真之價值言說於以肯認或否定, 可謂勞先生所關切者在現實人倫議題上, 亦即勞先生以老莊皆為異文化否定論者之評段上, 如若老莊皆為對於德性我, 認知我, 即行驅我之否定, 則其所以否定之理由是否得以成立, 如得成立, 即是亦普遍真理, 即與如者之成德之教是成對反, 勞先生自為道家哲學重於形上學思辨, 十一, 习乎勞先生並未以老莊形上命題為綱要而予以發揮借說之, 勞先生論於老莊是為一開創即繼承之二合一形態, 即先情道家形態, 其有情亦我之超越追求, 亦為一價值追求之形態, 然其之所以進行如此追求之理據之合法性問題, 勞先生既未肯定也未否定, 而是在進行解說及詮釋之後, 即對老莊道家思想形態的定位早有定見, 即其唯一文化否定論者, 而其情亦我之突出即與德性我相悖。 德性我之意義乃落實為社會文化建設之追求, 勞先生此處所使用之德性並非與價值之唯一同級的虛偽概念, 德性是價值中之一種價值, 此一價值旨在如學心性論旨中建築並完成, 這也卻是一套可以完成文化的價值, 至於其他學派的價值, 因其未有德性我之肯認, 因此不能落實文化, 無論其所肯定者在情意、在行區、在認知上, 皆已背離文化建設之理想。 但是問題是, 否定文化之價值之形上理據在到家老莊中的構作是否意味成功? 相近的問題是, 道家老莊的文化否定是什麼意義的否定? 勞先生為老子對現實世界有益之配益之, 時而, 然而此一之配益之之價值心靈為何? 是否意為一種德性目的? 易或僅只是全謀之術? 如若不是全謀, 則其支配世界是否意有德性目的? 如果意有德性目的, 老子之學是否仍是一反體制的文化否定論者? 道家莊子學以生命為一種物間之流轉之說法而破生死官即利通人我之說, 此一眾物流轉即為一氣化宇宙論的知識體系, 此一知識是否為真? 如若為真? 莊子以望仁義, 望禮樂, 追求不死不生之逍遙境界是否正為真理? 以及莊子所提出的修養及修煉的功夫之事是否真可以證明此說之為真? 如若可以, 則莊說為是, 在勞先生的道家詮釋中, 老莊始終未被肯認為一面對社會體制、 人文建設的文化肯定論者, 從而未能有德性我一意之彰顯, 其固然有情意我之超越追求, 但其追求之標的知理據並未受到勞先生之肯定, 道不如如意以顯意。 總言之, 文化建設意識幾乎是勞先生不言以名的哲學立場, 老莊既不此之途, 則其論理之成立與否已無關紅旨意。 作者認為, 以自我境界之社准未分析老莊學說之架構, 當然有擴清老莊論止之功能, 但是老莊未正說自己的理論努力卻未能同時彰顯。 如果我們仍然接受本體論及宇宙論的思維方式, 老莊自仁有其形上意理得以被探究, 從而得以更準確理解其意志。 如果老莊之學意得以在形上架構中自圓其說, 又可以在實踐活動中確定經驗, 則老莊之學意得為一套有別於 如學之具真理觀意義的價值體系。 4、 勞先生對中國大乘佛學詮釋之方法論意義探究。 勞思光先生對中國佛學之處理事先從原始佛教及印度大乘佛教之教義解說做起, 勞先生對佛教思想的觀念介紹皆極為精確, 是真能透顯佛教思想之哲學問題意識之詮釋者。 勞先生把握佛教基本教義技已準確, 從印度大乘佛教之分析及中國諸宗派之介紹中, 勞先生皆以主體成得之完成為探究的要點。 以下針對勞先生的詮釋作者將提出數點於已討論之。 首先即是佛教有無本體論及宇宙論的問題。 其次討論勞先生基於心性論中心的詮釋在佛教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中的理論意義問題。 首先,勞先生說佛教是否定宇宙論及本體論的。 十三,又說般若知學並非一本體論或形上觀念。 十四,但書論中又說會遠知學偏在意形上學意義。 十五,另又說為實學是為佛教建立現象論。 十六,依作者的理解, 這其實就是佛教的本體論及宇宙論的哲學觀點。 以下集展開作者的討論。 就佛教本身的術語來說, 般若空性即是十相, 十相即是對一切現象的終極意義的真定。 這就是作者術語實用中的中國哲學的本體論的意義。 應順法師說佛教是徹底的唯心論。 勞先生也說佛教是, 課體,為意感受性對象, 而非知識性對象。 十七,這些陳述都是對於佛教思想的準確陳述。 但當佛教哲學透過為實學論說現象之時就是在進行宇宙論問題意識下的知識陳述了。 當我們回到哲學基本問題的討論的時候, 以宇宙論及本體論作為一組哲學基本問題, 然後述說佛教對這一組哲學基本問題的觀點, 然後我們可以得出佛教主張現象世界的一切課體皆是主體的感受而生著, 因此佛教的主張是徹底的唯心論, 並且,基於緣起的觀念, 永遠不能有意獨立實在的現象, 因此一切法空, 否定了一切存在現象的獨立實存意義。 這樣的陳述, 可否即作為本體論這個哲學基本問題的佛教式答案。 作者的意圖即是, 把本體論當作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哲學主張, 那麼主張一切現象都是不真實永恆存在的觀點就是這個問題的佛教式答案, 而這個佛教式本體論問題的答案的提出又是基於為實學的現象論的知識的理解的結果, 一切現象是意識活動的構作結果, 意識活動又流轉不息, 一切現象的意義也因此永無固定性, 因此現象的本質性本性不存, 故而意識空, 這是本體論的主張。 雖然意識空, 亦不妨礙對此現象進行知識解說, 於是為實學變成了描述現象的知識系統, 這是宇宙論的知識。 現象世界是任何價值哲學體系都共同面對的客觀知識的理論問題, 佛教自有一套佛教式的說法, 這套說法即是對於宇宙存在有意說明, 宇宙論作為一套哲學基本問題是任何哲學體系都需要面對的哲學問題, 不論所主張的觀點為何, 宇宙論問題所涉及的對於現象的解釋甚至決定了價值觀點, 因此這是一個不能不追究的哲學問題。 勞先生在《論著》中討論到佛教的業力問題的時候提到了靈魂的觀念, 十八,靈魂的觀念即是宇宙論的知識問題。 勞先生在提到《大乘真常學之法生觀念》的時候說到了報生。 十九,報生亦需在宇宙論知識兼價中才能陳述。 勞先生在介紹《逐道生法生無色的觀念》的時候提到佛教之, 《報》的觀念是對現象界的描述, 對現象界作描述即是宇宙論的知識的提出。 二十,勞先生在介紹天台時法界觀念的時候說到十界是生命之等級。 二十一,而一念三千所論之萬法交融意識就課體而言。 二十二,生命等級即刻體意都是宇宙論知識。 可謂宇宙論知識在佛教哲學中比比皆是, 佛教固然不主張現象界為實有,佛教根本上就主張現象界為幻望, 但是主張歸主張,題目歸題目, 宇宇宙論是異哲學基本問題, 宇宙幻望是異哲學根本主張, 因此宇宙論也好,本體論也好, 都應該可以以異哲學基本問題的身份的意義而作為探究佛教哲學的綱領, 並同時論究如是道各家的本體論及宇宙論主張的一同, 從而為彰顯三教真理觀的知識意義提供比較及論斷的肩價。 其次討論勞先生以心性論指之發揚來詮釋中國佛教三宗義理之觀點。 勞先生說明佛教特眾主體性之自由, 大成真常系及最能闡釋者, 而中國天台華言禪宗三宗義皆眾主體自由義, 二十三,一主體修習而成佛知識之佛境界者及佛性主體之完全顯現者。 眾主體自由及眾心性論指, 勞先生之心性論在此處亦成為中國三教之間及三教內部義理之間之哲學的完成的判準。 重點即在勞先生突出心性論而忽略了三教之各自正成其價值標的的理論工程, 依據勞先生的佛學詮釋, 在論集成佛者境界時即已將一切現象世界收射進入佛境界之中。 二十四,因此心性論足以涵蓋萬法。 勞先生論及孟子心性論指十一名為孟子是以心是天而非以天是心。 二十五,成德之教史中不須宇宙論以正成價值, 說時有知行上學意不能完成主體性價值自覺活動。 此說皆為以心性論指為價值活動之終即完成。 於是中國大乘佛學成了一強式的心性論式的價值哲學, 而足以令如學起而因應之。 二十六,佛教之優點即在中國三宗對於主體性的把握之。 二十七,而反規印度的唯實學說則始終不能將主體性的自覺動力問題解說清楚。 二十七,因此學說勢力始終不及其他受到儒家心性論指影響的中國佛教三宗。 作者認為,心性論指實為暢說主體實踐價值之理論, 然而價值需有確斷。 勞先生指以舍離精神說佛教雖有心性論指卻人與如道有別, 不可以佛教有中國儒家心性論意指即混同如佛。 二十八,此說自是成立, 亦為作者對如佛奮祭之理解。 然而,佛教有心性論是否即為佛教理論之完成? 中國三教有沒有哪一教沒有心性論? 勞先生以道家老莊以情義我為最高超越性追求十億未易心性論指, 作者認為,只要有實踐要求即可謂有心性論指, 心性論指為主體性價值自覺並自作功夫而彰顯價值之學, 作為追求真理及完成理想人格的中國儒是道三學皆應有心性論指, 因此心性論不應是三教一同的重點, 反而應是三教必有之共同點, 否則即無所謂主體性的自覺及理想人格的完成, 因此暢說心性論固然是把握到了儒是道三教論學的最終主旨, 但是卻難以釐清儒是道三學的價值標的知識否為真理。 勞先生一旅以佛教主體性不同於儒家, 雖然中國三宗受到儒家心性論指之影響, 故而接種心性論指, 然其主體性不同, 故不可混淆。 那麼這個不可混淆的知識 關鍵的釐清即應畏以重要之三教真理官分際的哲學問題。 勞先生曾以佛教的宗教部分以概念區分佛教的哲學部分, 那麼作者所關切的佛教的真理官的問題 恐怕就是落在勞先生尚未吸論的宗教部分的問題了, 只是這部分的問題作者仍以之為一哲學問題。 勞先生在論說中國三宗之時以如是道三教之各自主體性之所重而說其差別, 論位如以見動位本, 落實在文化秩序上, 道以逍遙位本, 只顧保其自身之自由, 佛以敬臉位本, 方向再舍離, 以為撤銷萬有, 其所肯定者在彼岸, 除此而外, 勞先生即位有對於佛教命題之是否為一哲理官而作發言, 勞先生卻斷佛教心性論指中之主體性與儒家根本不同, 而對佛教哲學之總體評語即為目標在彼岸, 至於中國佛教心性論指之玄遠深妙則多有肯定, 甚至以佛教心性論指之重視主體性一面意為一種意義下的德性自由, 佛教以空性智慧修持功夫意味對德性之把握, 指其論於不退轉觀念與儒者不類, 29 作者認為, 關切中國佛教是否建立心性論指以為佛教主體性精神之彰顯而完成佛教價值哲學是一回事, 關切佛教價值命題之是否為真理觀的哲學探究工程是另一回事。 佛教如何自圓起說性空,如何尤為實之宇宙,如何集修正而成佛, 成佛靜之理靜究竟是一主體一靜一或是一存有狀態, 這些問題都是說明佛教世界觀及價值命題的核心之事, 勞先生說逐道深把握到了佛境界是一理靜非一人也, 30 然而成佛自是人再成佛,解說成佛後是一人。 還是一法身? 還是一變在法界之存有者? 等問題都是重要的哲學問題,此即應挑出宇宙論及本體論的哲學基本問題以為研究進入的補救。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佛教是否完成了心性論, 而在於佛教心性論指中的價值標的及主體性自由的一理是否為真理。 企圖探究這個問題即是企圖追問如是道三學首位最終真理, 就此以目的而言,作者即提出以,功夫論、境界論、宇宙論、本體論, 為探究中國價值哲學的四方基本哲學問題,目的即在藉由各家各派理論內部的基本哲學問題架構的解讀, 建出各個理論系統內互為推演的論證脈絡,從而探究各家為正立真理的理論努力工程。 若就佛教研究即權勢而言,中國大臣佛學自是預設了印度佛教的基本觀念, 所有觀念表現在漢義佛經集論點之中, 而中國諸宗派之理論建構之意義即在理解消化佛經論著後提出詮釋觀點, 這些詮釋觀點當然不能背離佛教在印度的本意,否則即為他教, 這些是否背離的關鍵要素即在基本哲學問題架構上的主張立場, 其中對於作為客觀知識的宇宙論知識的介說必須是關鍵重點, 勞先生也說佛教心性論的主體字是不同於儒家的, 這個差異就要從佛教主體的價值信念以及支持這個價值信念的客觀世界觀知識處下手, 一旦下手,則其言說是否一致即應追究, 若為一致,則其命題是否的在經驗中為真更應追究, 若意為真,則其主體自覺之價值亦含即為真理, 即為真理,則將全全福音不論它交以。 勞先生有肯定於中國大乘佛學能把握價值自覺之主體性問題, 卻未有評斷於佛教思想之是否為一致理觀之問題, 此集作者對勞先生詮釋佛教思想之認識。 5、評論道佛知是否為真理觀之方法論反省。 作者對於勞先生在道佛理論詮釋的觀點上並未有重要的質疑, 最多只是對於老莊哲學的差異部分另有想法, 以及對於道教哲學及佛教哲學的宗教部分更有探究的興趣, 習勞先生未與身論。 作者對勞先生詮釋道佛的心性論中心的成德之學, 作為一解釋道佛及儒學的方法論解釋架構則另有看法, 即此說恐未能深入揭露道佛真理觀的詳細意涵, 以及作者所關切者乃在道佛哲學之是否意味意真理系統的哲學問題。 而勞先生則實在是對於道佛進行了作為一套價值哲學的 異理建構之是否論及心性論指之哲學史詮釋, 此正作者對中國哲學詮釋方向之有別於勞先生的, 文化哲學、關懷的最重要差異之處。 因此作者仁企圖透過基本哲學問題意識的方法論解釋架構, 有意對付這個真理觀的理論解析問題。 勞先生以中國哲學皆為價值哲學, 以價值哲學不虛形上學, 宇宙論以為正成。 在論說中國佛教三宗時, 以其主體性自覺之關鍵建構為分析之重點, 在論說道佳時, 以其自我境界為情意我之方向為分析重點, 此皆直属於主體性價值方向, 而不是在價值命題之客觀正成問題上探究。 勞先生論於儒學發展歷程時, 以孔孟心性論為原形, 以中庸、異傳, 為意形上學, 宇宙論的起初, 論於宋明, 以周章宇宙論, 陳諸形上學為起初, 為陸王心性論乃復反孔夢思想者。 勞先生以儒學為意成德之教, 成德之教則必以心性論指方有實踐之完成。 勞先生以道家老莊皆主情意我, 否定德性我, 因此為意文化否定論者。 勞先生以中國佛教三宗皆眾主體性, 因此有德性之完成, 然其主體性仁與儒家不同, 關鍵在主體性定在舍離此事而追求彼岸上, 如果我們要研究勞先生對中國三教的叛教觀點則極如上述以。 反省勞先生此一論述之思路, 使與其重視文化哲學問題密切相關, 作者幾乎要推斷出, 勞先生及唯一文化哲學問題中心的中國三教詮釋進路, 道家並非無主體性之超越追求, 為主指定在觀賞不再建設, 佛家固有主體性之德性追求, 為方向定在彼岸不再此事。 三十一。 勞先生之中國哲學詮釋史觀之重點即在於此。 接續勞先生,文化哲學問題意識中心的詮釋史觀, 作者則企圖提出揭露中國三教真理觀的基本哲學問題意識 以為重新認識中國哲學的詮釋進路。 此一問題意識即將主體性之價值自覺活動的價值命題 作為知識探究的對象, 藉由三教各自陳述建構的本體論, 宇宙論命題以為對象。 價值自覺並非主體之任意選擇之活動, 如學在孔夢之時可謂使以先有價值自覺, 至於後如之作, 則是後有理論構作以捍衛價值, 理論構作自是將價值設定位普遍命題以為真理, 設定位普遍命題即是訴諸本體論, 宇宙論的理論構作, 理論構作是企圖借由世界觀知識的一致性推演而令價值命題具有疑客觀知識的意理。 根據,此極建立理論體系以完成價值命題的普遍化工程。 理論建構的知識意義是祈求在整體世界觀的知識定位下得出一套統一的思維方法而令價值命題之應然性與實然性即必然性一致, 此一一致性推演系統並非即為價值命題之理論正成而是完成, 完成是完成在一致性推演系統, 正成是正成在經驗實證中。 作者認為, 理論體系之證成為有實踐意圖, 實踐是正立價值命題的普遍原理的唯一途徑, 心性論指即在乘述此一實踐活動之操作知識, 心性論即是本體功夫, 即是已被普遍化之價值本體以為主體之追求標的, 全權指首已完成主體之最高境界。 論說於心性論者即是論說於此一本體功夫之知識者, 正成價值活動的真理性即在此一功夫實踐活動中完成。 然而功夫實踐活動自是功夫實踐活動, 述說本體功夫的心性論仍然只是理論, 理論仍然不是活動, 理論是說明整體知識架構的種種面向之一致性推演, 活動才是正成價值追求目的的真理性, 價值自覺一定是在主體的自覺中才成立, 所以如是道皆有各自價值的自覺, 因此皆有心性論指, 而如是道的成德之學, 或成情意我之學, 或成佛之學即皆為其心性論指, 然而如是道各自建構心性論, 以及本體論進入的功夫哲學, 知理論事實並不等於三教以正成其理論為真, 必得在實踐者之實踐活動中展現未經驗真實之實才正其所述未真, 因此三教之心性論指之建構式完成其內部理論中說明實踐方式的知識部分, 就其作為真理觀系統而言, 尚須有本體論, 宇宙論以及相應於實踐結果的境界論哲學的整體建構才是完成其真理觀的所有知識建構部分, 更近一言,即便是完成了整體知識部分的所有理論建構, 亦仍然只是做到了價值哲學的一理推演系統的一致性及完備性, 真正之正成仍然在具體經驗中的主體的實踐並達至之實。 因此系統內部的完成是一回事,系統外部的正成是另一回事。 如果儒學僅有形上學及宇宙論,儒學的價值命題之為真 否之是當然不能確立,即便未真,亦未完成, 必有實踐之之及實踐之行才未完成與正成。 但是如果儒學價值命題始終在其本體論及宇宙論之知識系統中不能震出, 那麼儒者之德性價值觀變成了只是儒者關懷人類的主觀意識形態, 以此論評儒者,儒者似乎也不會反對, 因為如此豐沛的德性意志之人類關懷乃是美濟美意大意大意, 只作為主觀的價值意識形態又賀瀚之友,此意德性價值之真偉大之處。 然而當儒學面對道家行上學的挑戰的時候, 論說儒學價值命題之本體論, 宇宙論知識建構之理論工程自示意可以理解的知識活動, 勞先生亦不反對人類理性中知識有此一知識欲求, 三十二,指其不能震力而已。 然而社若儒學真不能藉由本體論, 宇宙論以震力價值, 那麼是否到佛意不能震力, 還是一切宇宙論,本體論皆不能震力任何價值命題。 此一論述四位勞先生之論指,此意作者之關懷。 因此作者指出, 理論體系只是建立知識一致性推演系統, 只為完成思考模式之整體性架構, 然而就在這套整體性思考模式的知識架構之清除陳述之後, 道佛兩家的實踐活動意味正立其各自本體論、 宇宙論而努力之時, 如若又實踐完成, 而果真有成聖、成仙、成佛者之境界之達至, 那麼是否到佛極更映畏真理, 反而如學卻不是了。 勞先生有所關切於文化哲學問題, 以德性我之價值追求未如學定止, 以行曲我之追求未非文化肯定論者, 以道家老莊本意非行曲我之追求者, 所以以道教追求行曲我之意只為道家老莊學之退多, 於是始終未有篇幅真正論及道教追求長生不死及神人關係的宇宙論知識系統, 各種形態之道教知識作為中國哲學史之意原因此缺席,此成亦損失。 勞先生論於淨土宗追求目標的知識判定意以之為佛教理論中之行曲我方向, 三十三,因此意不予重視,此極, 他在世界、宇宙論知識在文化哲學問題意識之全是進入下以無論述地位的自然結果, 此極文化哲學問題意識中心之全是進入是真有見於價值自覺之知識意義卻有遺憾於, 他在世界、宇宙論知識意義之分析功效者。 他在世界、問題應及勞先生所謂之宗教部分而非哲學部分的理論問題, 三十四。 人欲追問道佛價值之知識是否為真理觀者, 若究其實意義有益方法論問題上的根本理論困難者, 此極,他在世界、宇宙論知識之如何卻斷之問題者。 佛教、道教皆有他在世界觀念, 道家老莊學中之老學明顯的並無他在世界的宇宙論, 莊學則有可以導出他在世界的知識尖架, 就他在世界的宇宙論知識及人存有者之修煉及修行活動之知識而言, 作為知識陳述的理論建構確實不能僅僅在理論建構中見其真偉, 而必至於實踐實證之後才見真章, 僅就理論體系而言, 只能追究其理論陳述之是否一致以為是否為同一學派之真偉之判斷, 至於不同學派之知識體系之在實踐實證之後之確定性意將僅發生在實證者輕證後之輕之, 此一輕之即只輕之於實踐者本人因此一人無知識的普遍性地位, 因此具有他在世界的理論體系之實證之方法論反省問題應令有標準, 此即只要有實踐者輕證即得視之為真, 然而這樣的實證卻仍不能要求所有人類共同接受, 因此便轉成為異文化哲學的問題, 以及具有他在世界觀的宗教哲學知識體系之真偉問題只能訴諸人類的自作抉擇, 此一自作抉擇之活動即為異文化活動,此一文化活動只能互相尊重, 而不能有理論之變真, 因為具有他在世界知識之輕之者即為已擁有不同於一般人類之主體知能者, 此即關於神通知識及神秘經驗知識者。 論究道佛哲學體系之是否為真理觀者上有另一途徑, 前一論述是舊者知識之輕證之為真為之實證問題, 另一論述即為理論架構內部之一致性推演之是否成立之問題。 就如學而言,如學世界觀及經驗世界, 因此如學宇宙論之如何建構時無觀紅指, 關鍵指在如者價值論斷之依據, 此一依據以現實世界社會體制建構之理想之必須實現, 而成為實踐者之理想並即實踐之以正成之, 此即心性論之圖, 若走客觀之事建構之路, 即在《逸傳》之以《生生》、 《見》、《人心》之思考方式中, 勞先生為孟子學是以心說天, 並非以天說心, 而《中庸》、《逸傳》及周章成珠之學集以天說心, 以天說心時此一言說之卻斷之理句即如學內部推演之是否能成立之關鍵, 如者以天為生生, 以生生說人, 如果此說只是一價值獨斷, 那麼此一價值便只有主體自作主張之意是形態之理論地位而已, 是否有一天? 天是否一直是生生? 生生是否即異畏畏畏人? 此事可爭辯? 此即以本體論與宇宇宙論之意理建構企圖建立一套完整的思考模式的哲學體系之正立之圖。 道家和尚公學及王必學為論說老子無畏價值提出宇宙論正說進路, 以宇宙始源為一無形道體以正說無畏價值。 35,宇宙始源是否為一無形道體? 此事人類不知, 如果真是一無形道體則是否即得得出一無畏價值, 此事亦可爭辯。 此意以宇宙論正說本體論之哲學體系建構之圖。 佛教以一切現象為緣起之系列, 因此無固定實體及實在性故說為空, 空性即為佛學本體論的終極意義, 空性即指一切事物之無目的性, 亦即無價值意義, 無是非善惡, 此為般若智, 佛教論說般若依據緣起現象說, 緣起現象包括十法界, 三界, 十的等世界觀即論於主體之輪迴生命觀, 這些宇宙論知識在一般人之具體經驗中是無從認知的, 因此難以推想。 但即便不就輪迴生命觀等佛教世界觀論說, 而只就具體經驗現象中論說時, 從現象的緣起以正價值的性空是否可以成立? 一切現象皆在一因緣系列中立立發展之認識是否因為所有人類可以接受的經驗認識? 如果其然, 則由緣起說現象事件並無自身獨立之價值目的之本體判斷即因為一真相之判斷, 因此空性即因為一真理觀之認識智慧, 以及從經驗現實得出價值命題的推演格式中為有佛教的價值命題是以內部一致性推演的確可接受的判斷, 因此就本體論、宇宙論的互為推正之內部簡證而言, 如果如道之德性目的及無畏意指皆畏意識形態的獨斷, 那麼佛教的般若空觀是否的非畏意獨斷? 如果不是獨斷而是準確的價值推演, 那麼佛教哲學的本體論命題是在知識建構上自身即可成立的一套價值知識系統, 此一價值知識系統在配合以現象世界之建立是一主體自作無名的違背空性的我之構作而終成以萬法為時的虛幻現象論, 配合此一虛幻現象世界觀, 在就主體之生命歷程中對於一切事項的意義感受之發生歷程做出輪迴生命觀的解說, 就此解說之知識在做出進行復返空性智慧的修正功夫, 從而在生命境界上達至主體的與本體合一的空性境界, 以及般若空性的佛性境界, 則佛教的價值命體與主體自覺活動即是意理一致且貼合無間。 至於佛教宇宙論中之沉住壞空之世界生滅觀即時法界, 三界, 十的之多從世界觀即輪迴生命觀之知識確證問題確實未易理論外部問題, 因此確實無法從理論體系之內部關係之是否一致即判斷之是否合理處確定之, 這就確實是需要從實踐活動中確定之者, 實踐而達至成佛境時即可清整。 成佛境界者確實將諸法界收射入主體境界中, 因此是異心性論中之事件, 但是所收射之法界意確實未以客體意義之現象世界, 此主體與客體合一之境界中時不能否定現象世界之在經驗中卻有存在之事實, 此意, 其信論, 須說生滅法之意, 主體境界收射客體之時, 既有主體功夫意義有客體之事意, 主體既得收射則主體功夫自是重要關鍵之事。 中國禪宗即為此知學, 為進行實踐, 禪宗若有知識建構意義者即為建立操作方式之學說者, 此即功夫理論者, 功夫必有方向, 即本體者, 因此功夫必即本體功夫, 本體功夫必有理據, 即宇宙論者, 即元起法者, 即現象論者, 即萬法為實故諸法性空者。 此即本體論即宇宙論作為功夫活動的知識依據者, 即佛教心性論意識依據其本體論及宇宙論而形成內部一致性推演之知識系統者, 作者所欲提出者, 即此一本體論及宇宙論之知識與觀念 卻實在內部推理系統中得以形成本體價值之空性命題者, 即由為實現象及萬法互怨之經驗之事而得出性空判斷者。 本體價值皆是一獨斷, 如學人意價值是一獨斷, 老子無畏, 莊子逍遙意是一獨斷, 然而佛教空性卻的非畏意獨斷, 因其實魔所斷, 只欲說如其所來而已, 其精彩處卻在功夫論, 因其精修行的清正生命力成之真實現象者。 佛教之為獨斷者, 應及其宇宙論中之多重世界觀及輪迴生命觀者, 為此相獨斷非為本體論之中及意義之學之獨斷, 非以價值卻斷意之獨斷, 如道皆為價值卻斷意之獨斷, 佛教為具有經驗知識意義的宇宙論之獨斷, 然因其為客觀知識項目, 因此意不應說為獨斷, 因為簡證此相知識的操作方法已經提出, 即佛教功夫論哲學者。 論說此相功夫論哲學的知識內含處有 從本體論觀念提供功夫齊項的空性標的之外, 上有從宇宙論知識兼價提供功夫操作的現象力程之知識, 即其由始法界中逐階近身或在菩薩諸地中逐階近身之知識說明事項者。 所以本體論及宇宇宙論確實仍是說明心性論指的知識依據, 就知識說明意義而言。 佛教功夫論之知識確實依據本體論及宇宙論以為說明, 就命題推陣成立之意義而言。 佛教空性智慧之證說卻有可從宇宙論知識意義之具體經驗中斷定而出之成立可能。 六,中國哲學方法論問題。 勞思光先生以成德之交的文化哲學問題亦是為中心對中國哲學進行整體論述, 論述中確實對於成德價值的正程問題予以擱置。 作者以為,就價值活動的完成而言, 確實是主體性自覺的實踐活動未唯一行事, 但是論述主體自覺的操作知識知識意識意知識活動而非意實踐活動, 建構心性論及是建構操作知識, 在心性活動中實踐才是完成教化。 就皆有價值意識並皆追求最理想完美人格的中國儒世道三學而言, 三學必皆有心性論建構。 然而橫株哲學史實, 三學意皆有本體論及宇宙論的知識建構, 三學意有論說主體最高境界的知識陳述, 三十六,作者及以境界論哲學意應與功夫論哲學共同作為論說中國哲學體系的基本哲學問題。 三十七,而與本體論之學及宇宙論之學共構為中國三教之學的詮釋體系, 此一詮釋體系一方面進行價值命題的內部意理之互為推演, 另方面作為追求理想實現價值的整體性思考模式, 藉由整套思考模式之確立而推諦人類真理觀之知識系統。 此一知識系統因其若干宇宙論知識命題之難以輕正因此指得成為三套並列之價值理想與文化現實, 但是因為各套系統皆已提出操作實證之知識說明,因此亦非即可謂其為不可被實證之價值哲學知識系統。 就其輕正活動而言,實依賴主體知能之鍛鍊已為輕正之可能,即具其操作知識以提升主體知能而輕正之。 操作與否取決於個人之意願,因此三教論辨時難以進行,不操作即無經驗,無經驗即難以論辨, 所有論辨皆只在概念各自定義下進行,便即無真正的知識交流可言,此即中國哲學的一理特殊性使然, 因此我們只能各自依據所接受的知識體系以為個人之真理觀系統,彼此之間難以強同。 然而中國哲學的真理觀的知識學習之活動人的進行,此一進行即鋪陳中國如是道三學的知識體系,此一知識體系即清理其內部一理建構之論理架構,此一理論架構即由本體論、宇宙論、功夫論、境界論四方架構而組成之。 中國三教各家各家各派皆實為以此四項哲學基本問題為理論构作之綱領,或側重在此或側重在比,就完整性而言, 亦可能在某一論注中全面觀照此四項基本問題,就發展性而言,亦可能在某一學派中逐步發展各項基本哲學問題。 三十八 其中功夫論一指一解,而境界論之提出時為收拾本體論及宇宙論之知識命題之建構進程及建構目標而提出,說清楚儒家聖人,老字聖人,莊子神人,道教神仙,佛教菩薩及佛之確實意涵,即為境界論哲學之本意。 此一問題意識之材料比比皆是,確實有助於釐清三教一同,更重要的是境界哲學時及三教論理之終極標的,以之為中國哲學之基本哲學問題確實是澄清三教體系統一之重要定位點。 至於宇宙論哲學即是提出存在結構,宇宙生發,即鬼神等存有著類別之學,此事確實影響價值判斷,到佛兩教價值命題之知識依據確實由此而出,能不能如三教之所說是一回事? 三教之所說確實是從此一路而言,宇宙論哲學意確實應是中國哲學詮釋體系中之基本哲學問題, 甚且它就是論究竟作為皆是價值哲學的中國如是道三學的最具關鍵知識性地位的客觀知識之學。 至於本體論哲學,作者取其為終極意義之學之意,終極意義皆轉出最高價值,終極意義之知識根據皆由經驗現象中卻斷, 終極意義之意義頓謹為中國哲學中使用本體這個詞彙使之本來意義。 勞先生於中國哲學史論著中使用過形上學、存有論、本性論、天道論、及本體論諸詞彙, 作者曾讨论于他文中 三十九 此处作者景欲指出 提出本体论哲学 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的问题意识是要准确回归 中国哲学术语使用中之 原有此一意义的本体之意之学 本体及功夫主体之价值其项 即论断于经验现象下的终极意义 即由之而转出的最高价值 最高价值不一定是落实在 社会人文的德性教化之价值 道佛两教即不适 此意劳先生名言 只当其部落在成德之教后 其自证成立的知识体系 及方法论证成问题 即非劳先生以建设性的文化肯定论 知中国哲学诠释史观 中之所关切者 为什么到佛之最高价值部落实在 肯定文化的成德之教上呢 因为世界观不同 即宇宙论知识系统不同 即对于经验世界的 是否为唯一且真实且永恒的 宇宙论知识之认取态度不同 如果不以之为真实 则如学之落实于教化的成德之教 自然即不适中即价值 而宇宙论知识系统之不同 即主体知能之状态不同 以及认知能力不同 故而经验不同 如果就一般人而言 即尚未经过锻炼 而导致认知能力有所不同 以及站在同样的认知知能的起点上 他们的价值观的不同 就是因为对于经验知识 所采取的认知态度的不同 说谓态度是因为尚未成为经验 不同的宇宙论知识 确实是导致价值论断的差异的本因 因此采取哪一套宇宙论知识 确实是态度之不同 当认知态度不同 即产生对于价值确断的不同判断 或未即将导致接受不同的价值确断 因此共同的宇宙论知识态度 即应有共同的终极意义之判定 因此中国三教知学之手 能会通手不能会通知识 即的有理性论说的空间 以此为认识进入 以此为重新解读中国哲学各家各派的方法 论解释架构 还原中国哲学各家各派自我正说的知识脉络 尊重各家各派的价值主张 但必澄清各家各派的世界观知识系统 如此中国价值哲学之真理观研究 应有新意 此意作者本人之哲学工作之根本关怀 7.小杰 本文对劳斯光先生 中国哲学论著中之道 佛权式观点进行方法论探究 文中指出劳先生其实是以建设性文化肯定论的中国哲学权式史观 以及新性论中心的成德之教之方法论解释架构 进行到佛哲学之权式活动 权式中确定到家为文化否定论者 而佛教为舍离此事之价值哲学理论建构者 至于就劳先生所关心的成德之教的新性论论指之建构而言 到家因无文化观怀遂制止追求观赏意的主体自由 佛教虽以彼岸为追求目标 但应有明确新性论论指因此意的保住德性理想 作者提出中国哲学真理观的问题 亦是根本关怀重新讨论中国如是道三学 认为回溯如是道三学的知识体系本身来探究 其内部推振之是否合理及一致之理论活动 是能追究三教价值命题之是否为真理观的研究方法 因此提出以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四方架构的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 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诠释体系目的即欲逼问中国如是道三学之价值命题之首为真理 此一逼问以旧体系内部之一致推演之是否得出而为理论之逼问 二旧价值命题之经验轻振之是否得振而为实振之要求 旧体系内部之推演而言 佛教哲学以缘起性空之本体确断之学应是未易可能成立之内部推振系统 而儒家之落实在现实人文的成德之教却是最可能被轻振的价值系统 至于道佛两家之不能被轻振的宇宙论知识部分之真理观反省问题需另有方法论设定 理论有知识之见构应以学术而厘清之 价值有实现之理想应以实践而追求之 三教有文化之现实应皆平等而尊重之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应首先以学术方法研究知识 辅之以知识分子之责任感而实现文化理想 至于取责之间则应互相尊重 因为中国哲学之经验确定问题确实非有功夫不能正真 庄子之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其言真事 以心性论指之真辩讨论劳思光先生之论 作者于探究劳先生宋明如学权式文中即如此进行 但以文化哲学权式史观说劳先生之中国哲学史之著作本怀之说 作者亦仅在本文中九思而建出 相信应是港台哲学界之首题 是否首题作者不知 然此说之提出 却更见劳先生或文化讲章之更深实意 仅以此文敬献劳先生 公祝劳先生终身文化成就讲是其一 感念劳先生洪者之有以助我后进哲思之动力更是其二 以本文为劳斯光思想与中国哲学世界化学术研讨会而作主办单位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承办单位华泛大学2002年11月23日华泛大学至24日台湾大学 本文已发表于2002年12月劳斯光思想与中国哲学世界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页25undersc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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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ISBN957年1月3日326-0 二 劳先生于权势孔子时及在结论中提出孔子之学 乃一宏大贯彻之文化哲学的观念参见其言 就规模而论孔子之学却是一宏大贯彻之文化哲学 但就纯哲学问题说则此一切肯定能否成立 必是一基本问题能否解决此疾自觉心或主宰力如何正立之问题 孔子虽透露对此基本问题之看法 但并非提出明确论证 此是孔子所遗留之第一重要问题 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页157 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8月增订六版 三 参见杜宝瑞 2000年8月25-26日 小于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如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探究大于 第20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主题 东亚西亚的价值学与中国学 韩国中国学会主办 四 作者于本文中对于超越依据的哲学术语使用 将以本体论及宇宙论两概念为主 至于劳先生于论著中之使用 则包括了形上学存有论 本性论本体论天道论等概念 当作者主要是说明劳先生之术语使用时 则多以形上学宇宙论并称 当作者阐述自己的讨论观点时 则即以本体论与宇宙论并称 这是因为作者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是 一、以价值追求为目的的世界观知识建构 因此应有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 四者共构此一知识系统 如是道三教皆然 其中宇宙论定义相同 本体论则为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之学 此一使用方式与劳先生略有出入 劳先生的术语使用意参见其言 宇宙论与形上学之差异 在于形上学之主要肯定必落在一超经验之 时有 reality 上 建立此肯定后 对于经验世界之特殊内容 可解释可不解释 即有解释 亦只是其 形上时有 观念之展开 此 时有 本身之建立并不以解释经验世界未必要条件 而宇宙论之主要肯定 则落在经验世界之根源及变化规律上 此种根源及规律虽亦可视为 时有 但非超经验之 时有 其建立根据每与经验世界之特殊内容息息相关 故宇宇宙论之形态 一哲学史观点说 教形上学形态为幼稚 但宇宇宇宇宇宙论 但宇宙论与形上学又有一共同点 此即以 客体性或存有性 主体性或活动性为第一序 而不以主体性或活动性为第一序 因此 皆与以主体性未归宿之心性论不同 卷三上页四八 持 天道观 以肯定世界时 其说大致先断定有意形上共同原理 实际运行于万有中 而未存有界之总方向 即就此方向建立价值观念 因此 所谓 天道 必有两点特征 第一 天道 必有实质意义之内容 不能仅为形式意义之概念 否则即不能实际运行于万有中 第二 天道 虽是意形上之时有 但此时有必须兼为价值之根源 否则 若 天道 在价值上有 中立性 则具 天道 以肯定世界即不可能 卷三上页五三 在通常用语上 存有论 Ontology 本意被视为所谓 形上学 Metaphysics 之一部 本章所取 则是一特殊用法 所谓 存有论 之立场 专指以万有实际上皆已受理之决定位特色 而所谓 行上学 之立场 则指在万有之外肯定理 而不重视理之 已实现于万有 一意而言 此点顺便说明 以免学者误会 行上学之立场 即接近于 本性论 上文以述其要指 本性论 与 天道观 之不同 在于 本性 虽未实有 但并不必然是 已实现着 卷三上页八四 五 对于此一问题 劳先生曾提出价值哲学需不需要本体论及宇宙论的知识建构的问题以为讨论 参见 价值哲学 道德哲学以及文化哲学等等 是否皆需依赖某一行上学 换言之 如一切行上学皆不能成立 是否上举各类哲学理论意皆不能成立 此问题可说是康德以后哲学界一大问题 新编中国哲学史 一页二零三 六 劳先生认为现实的完成并不重要 作者则认为主体性的价值完成当然就其内在德性之完成即可谓未完成 但是更为圆满的完成则应该是获得现实成就的完成 一种价值观能在现实中被实践 当然是更为理想的价值观 一种价值所在一切外在意义之创造显现 皆只是为此德性之展开 此种展开 有故圣家 无意不爱德性本身之价值 卷一页191 七 劳先生认为佛教不需有一本体论及宇宙论 关于此事 作者将在后文讨论劳先生对佛教诠释实在与说明 关键集在作者是以本体论及宇宙论为一哲学基本问题 一集是一题目而不是一主张 主张佛教有本体论及宇宙论并不等于主张佛教有实在永恒且具明确意义性的现象世界的观点 八 此一设准乃劳先生于探讨孔子哲学时提出 其为自我问题 本位哲学之基本问题 亦是亦理论性极高之问题 孔子时 中国哲学理论尚未充足发展 故孔子对此问题之见解 时远不如稍后出现之各家学说 能确立其论证 但孔子对此问题之态度 仍在论语中做相当程度之流露 本节据此略作息论 欲了解孔子对自我问题之态度 主要可通过其对各对价值之论说而做观察 概义学说中所最强调之价值 必代表力说者对自我境界之主张 孔子语如学自意不能例外 由于孔子本人原位提出有关自我之纯哲学理论 故此处无人应提出某种理论意义之设准 postulates 以使无人能展示有关自我之基本问题 此设准及对自我境界之划分方法 以设准不表示某种特殊肯定 只表示一种整理问题之方法 此点学者必须明确了解 凡论述前人思想时 故不可依特殊肯定而立说 但另一面又必须有某种设准 作为整理陈述之原则 提出设准并不表示赞成或反对 设准之意义旨在于澄清问题 使陈述对象明晰显出其特性 自我境界之有种种不同 乃亦无可争辩之事实 自依一设准 是将自我境界做以下划分 一、行驱我以生理及心理欲求为内容 二、认知我以知觉理解及推理活动为内容 三、情意我以生命力及生命感为内容 四、得信我以价值自觉为内容 卷一页147-149 九、参见其言 得信我、认知我、行驱我 一一皆被否定 所肯定者只是一、生 此、生、寄予、行驱、非一世 则不能只行驱意义之、生存 而只能只纯粹生命情趣 此正是、情意我、知境界 至此、老子所肯定之自我境界 以可正为、情意我 自我注于此境以观万象及道之运行 于是乃成存观赏之自我 此一面生出艺术精神 一面为其文化之否定论之支柱 关于情意我之肯定 及对其他自我境界之否定 在庄子中论解由明 盖道家至庄子而大成 先后之书正见成熟之程度有益 学者苟名其意 则无论经老子之文如何窜乱 亦不必置疑于老庄思想之先后也 卷一页二无一 十、作者即认为道家老庄两家时有着重大价值立场之差异 老子人为一入式之哲学 而庄子即为一出式之哲学 故而孔老友可会通圣而结合之时 但庄孔之间则绝无可能 关键即在宇宙论的世界观知识系统中 参见 杜宝瑞 2001年6月8日至9日 小于如道互补价值观的方法论探究大于 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 中国哲学会 东吴大学哲学系 府人大学哲学系主办 府人大学文学院文开楼 十一 参见其言 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之分立 自周初开始形成 而形上学只去显数南方 此以道家为代表 如学则成北方文化之道德政治只去 其不涉及形上学问题 颇为自然 后世如学屡经演变 自可以有如家之宇宙论及形上学出现 但此种后起之说 不能强加于前代之人 讲仙情如学自当一仙情资料探究 中庸一传 可能价值极高 但绝不能代表孔孟之 如学也 卷一页二零一 十二 参见其言 如言化成之意 佛作舍离之说 老字则由近乎舍离之 虚近 境界转出意之配意 盖主体本意为 主体自由 如学就是以实现理 化成中透露见动不习之自由 佛教教教义则发斑若已撤销万有 舍离中透露近脸无漏之自由 老字则由观 反 而助于近乎舍离之境界 其所透出之主体自由 虽虽近乎近乎近脸 但反射经验界中 欲伸出支配经验界之力量 此意就严格哲学观点论之 不能不为老字之主体境界 有一根本性之内在纠结 老字独不然 既见 道 而正主体自由 便欲使主体自由反射入经验主体中 欲由超越一支自由 转化出经验一支支配力 此乃根本混淆二界 于是由 无畏 生出其实用之主张 而其学之末流 虽有阴谋之事 甚至汉以后延长出生之道教 亦托老字为宗师 盖亦非无故 卷一页二四三 劳先生言中的内在纠结 即因为老字全是圣 而是孔老对比的关键问题 老字之学在此时令有出路 老学时因为如学之辅助 亦为一见设意识的哲学体系 只更重视人心负面意识 因此关怀现象的变化率则 从而弃欲借由规律的掌握而支配世界 而终能助于如学成得之交的完成 参见前述小于如道互补价值观的方法论 探究大于一文 十三 参见其言 当佛教宣说此种教义时 既以为具体生命乃由自我之昏迷而生出 则常事中所谓经验存在 显然皆虚说为由自我生出 不然则不可通 因具体生命本身是一经验存在 与其他经验存在 故不能分为两种 存在 也 故此种原始教义时已留下日后为时论之种子 而佛教之否定 宇宙论 即 本体论 亦皆是理所当然 此意及佛教断定经验界未虚幻 又否认 独立时有 知基本立场 卷二页188-189 十四 参见其言 般若空意 重在原生 故梵文中苏妖的一词 原表示 独立时有 知否定 本身非一本体论或行上学观念 卷二页246 十五 参见其言 观此 则会远之了解般若 人偏在行上学意义 以 法性 为 本体或 即 而为深究 般若 知主体意 卷二页258 十六 参见其言 其次 旧世界或万有一面说 佛教既本不承认独立之外界存在 为时之学更构造一现象论 将万有皆收入 时 中 作为 时变 之结果 于是阿赖耶 使令一面又是万有或现象界之根源 此因其他转时皆依阿赖耶而运行 而现象界既由时出生 则最后自意依阿赖耶而立 此意是阿赖耶之令一根本意 卷二页209 十七 参见其言 佛教论及 生命 时 所用之基本词与味 友情 Sagga 所谓 友情 即 有感受贪欲 之意 故佛教描述经验意义之 主体 不作为一 知者 而作为一 感受者 同时 相应于此种主体观念 佛教教义又将 客体 视为 感受对象 而不作一知识对象 于是整个 世界 或存在领域 在此观念下 完全吸入或化入一 感受圈 中 此一 感受 乃就情欲意义说 意与认知意义之 感性 完全不同 因此 此一 感受圈 实是一 情欲圈 主体是情欲性之主体 客体意是情欲性之客体 此 此及佛教对生命 及世界之基本看法 卷二页186 十八 参见其言 轮回 本事 流转 之意 此所谓 流转 即止 自我 在不同生命体中之 流转 此意 印度之传统观念 佛教初其论及此观念时 原大致与当时流行想法相类 大义即是说 每一具体生命有生有死 故此种具体生命力乘与躯体之成坏力乘时不可分 但自我则通过不同躯体而流转 因此 有一粒轮回之自我 此与通常所谓灵魂极为近似 轮回之观念与灵魂之观念互相依赖 说及 轮回时 必假定有某一意义之灵魂反之亦然 学者与此需留意者 是此种 力轮回之自我 乃一 个别自我 Individual Self 如称之为 灵魂 则在流转中之 灵魂 是多数 而非独一者 此即影智 业 观念 所谓 业 即止活动之结果 但此结果重在 活动者 自身一面 至少在佛教教义中是如此 业 观念之根本功能及表现于对 个别自我 之 特殊性 之说明 卷二 业187 十九 参见其言 佛性 佛性 是旧众身皆能有主体性说 法性 则旧主体性之完备实现说 法身 原语 报身 化身 并列 乃 佛 之三面 但此处 但用 法身 一词 只珍藏之自我 卷二 叶二 二 七 二十 参见其言 所谓 实戒 即是将自我境界或生命之等级分位十层 其中最上四界为佛 菩萨 原诀 生文 称为 四圣 以下六界为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地狱 恶鬼等 称为 六凡 共称 十界 卷二 叶三 零零 二十二 参见其言 其二是万法之交互相容义 此就客体性而言 盖若将百戒 千如 三世监君看作客体 则 一念三千 即显示每一客体性之法皆可通往其他各法 此即 一念三千 所显之第二意 就一般解说天台教义者而论所常言者每是此第二意对第一意反常与忽视 实则此一观念之最大特色正表现于主体之绝对自由意第二意反是一第一意而立也 第二意味客体一意可说是对万法之描述此描述之所以能成立正由于万法皆主体所生故事一第一意而立 卷二页三零一 二十三 参见其言 三宗之说 皆众主体性 就中国所出之佛教著作而言 先此为有 大臣其性论 与此三宗主指教尽 若就佛教外之中国本有思想看 则先情如学之心性论 道家庄子之自我理论 亦可说皆在肯定主体性 一点上与此三宗有类似处 然此种类似 不可作为混同各家之论据 盖纵不论及其他方面 专就主体性 观念言之 如学之主体性 以见动位本 其基本方向乃在现象界中开展主体 自由 故直接落在化成 意义之德性生活及文化秩序上 道家之主体性 以逍遥为本 其基本方向指示 观赏 万象而自保其主体自由 故只能落在疫情去境界上 及游戏意义之思辨上 佛教之主体性 则以尽连为本 其基本方向是舍离解脱 故其教义落在建立无量法门 随机施设 随机施设 以撤销 万有上 所谓涅槃及六度之意 为大臣诸宗所同 虽亦与小臣之字了 终是以度为主 其所肯定在彼岸 不在此案 此即见其主体性 亦与儒学所肯定者 根本不同 另一面 佛道虽皆言主体自由 佛教自小臣三法应 及四地观 至班若空义 以及有宗之识便理论 无不以撤销 此幻望之现象界为主 与道家只能自保逍遥 观赏 而不能撤销 万象者 又有根本不同 由此 学者断不可具一点之同 而遂误以为如佛同归 或佛道不义 此一问题在论及中国诵明如学时 尤为重要 但此处论述中国佛教之理论 意应先指出此点 以防学者误解 卷二页290-291 二十四 参见其言 所谓一切一切境界皆属于佛境界 佛经每多重叠之语 此段无非欲穷举一切境界 其所用各词语 亦不必一一讨论 知其本旨在说一切境界皆不能外于佛境界 及无误解 此境界及主体最高自由之境界 故绝不能对象化 非思维对象 故言 难思意 更非知觉经验对象 故言 佛 不可以色或因身求知 此言最高主体含有一切 且具独一性 故一切世界 一切佛皆现于一佛身中 华言经描述 佛境界 十 一则强调一切不能外于主体 二则强调主体非任何意义之对象 三则肯定一切众生皆具此最后之主体自由 若专就佛境界言 则对此最高主体 一切法显现未融通之整体 此即后世华言宗论者强调之 因陀罗网 之说 然此意在经文 意略提及 如云 如来能于一维尘中 普现一切法界影像不思一故 华言经 入法界品 此即未从最高主体境界看 每一点均可含有一切法 交互相设 重重无尽 正日后华言宗论者常用之说法也 卷二页230-232 二十五 参见其言 孟子之思想 以心性论为中心 落至政治生活上 乃形成其政治思想 宇宙论问题及形上学问题 皆非孟子留意所在 顾谈及 天 十 最重是有关政治问题一面之说法 但其理论立场则是以 明心 是 天意 顾并非提高 天 对政治生活之重要性 时事削减 天 观念之分量 其次 古代流行之 人格天 观念 在孟子语言中亦有时出现 但与其主要思想无甚关联 此点正与孔子在论语中用语之情况相似 此外 偶有意 天 作为 本然理序 之说法 此极本节所论者 此种说法 虽似重视 天 之地位 但人语 以 天 为形上实体之说大义 另一面 孟子之心性论 全建立在 主体性 观念上 无论其论正强弱如何 处处皆可以离开 行上天 知假定而独立 则 天 观念在孟子思想中并无重要地位 四亿无疑 总之 当无人取着学史之角度 而想审资料即使实时 时不见 天 观念在孟子思想中有何重点 重要地位 纯旧理论 观联看 孟子之说义并不须涉及 行上天 依此 无人即可说 天 观念在孟子思想中 只是一辅助性观念 躺出去此观念 孟子之主要理论并不受影响 卷一页202 二十六 参见其言 佛教之宗教面 本书中不能涉及 就其哲学面言之 则佛教哲学 事意与先情如学不同之心性论哲学 其精彩处皆落在价值问题上 中国学者在面对佛教之压力时 由其教义中之强点 即看出汉如传统下 宇宙论中心之哲学 之根本弱点 故在唐末 学者如韩玉 李敖等 皆以具佛之立场而初步尝试脱离汉如思想 盖玉与佛教之价值论真短长 即不能不抛弃宇宙论中心之哲学 而归于 心性论中心之哲学 旧理论曾即说 宇宙论中心之哲学 本身属于幼智思想 无法与佛教之心性论抗衡 此事客观限制 此限制一旦进入人之自觉 则抛开宇宙论而重看价值问题 即是不可免之事 卷三上页四 二十七 参见其言 成论所以有如此之辩论方式 主因在于成论不肯定真常意 自由意之主体 若从纯理论观点看 则主体自由如未肯定 则根本上一切价值命题 德性标准 均将丧失意义 此在古人或未探究 今日之从事者学理论者 则不可不知此一也 卷二页三四四至三四五 二十八 参见尹文同中国三宗 接种主体意之著 二十三 二十九 参见其言 第三 就大处而论 佛教自与任何其他学派 在理论及精神方向上根本不同 但专就中国佛教所强调之特有观念 即为印度佛教所不慎重视或未明确决定者 而论则至少有两点 仍是接受中国本有之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之影响者 其一是德性之自由观念 其二是德性之不惜观念 就人在德性方面有最高自由说 德性之成就永无限制 此与印度种姓之说之冲突极为明显 概一中国此一观念看 所谓 一产题 知名 根本乃多于之说 因若说有某种人 人虽自觉努力亦不能有德性成就 则此一己表示 人在德性上无自由 再尽而言之 即使 德性 丧失意义 若说所谓 一产题 只不求长进之人 则人人皆可能成为 一产题 亦不须设此种姓之名 故逐道深畅 一切众生皆得成佛 知说 依中国原有之德性观念看 则属不宜之意 然此与印度业报种姓之说 皆不能弃何无间 因此虽有涅槃经文强调此点 他宗臣印度教义者 总不能坦然接受 此即表明德性之自由 乃中国观念 非印度之普遍观念也 但中国佛教三宗 对此点皆采取 中国式之肯定 认为无不可度之 亦产题 其次 德性自由表示 是人之德性成就永无限制 但另一面 有此肯定后 亦必须有另一肯定 此即人之德性升降 既全由自主 则人之德性成就亦无保障 无限制 表示 凡 皆可成 甚 无保障 则表示 甚 随时可下堕位 凡 依此 中国先情如学及早有的性质 不习观念 一传及礼记虽属后出 且混杂许多博杂之说 但在此点上则皆成先情之意而发挥 佛教员对此点见解不同 如论 不退转 知意等 即可见佛教基本上以为人之德性或自觉到某一程度 便可保障自身不再堕落 但在中国佛教之天台教义中 便有 一面三千 知说 此说故有刻体性一面之意义 为人所熟之 但义却另有主体性一面之意义 即与此点有关 论者每忽略此意 本书下节当详论之 此处先须指出者 是此种观念义属出自中国者 非印度教义所有 至此 无人可知 中国佛教 一方面人是 佛教 自与他派根本不同 另一面则此三宗之说 即为中国 知思想成果 亦却吸收中国某种观念 同一之计 但存其真 便不至强和如佛 亦不至无事于 中国佛教 知特色以 页二九一至二九二 三十 参见其言 自小成学传入中国 中国佛图 每每将纯粹主体 与个别意义之自我 甚至经验意义之个人相混 逐道声唱 法声无色 之说 以名所谓 佛 非只是 加木尼其人 换言之 法声 非色声 此理虽至显 但对宗教徒言 亦是一大胆之宣说 此为 人佛 之观念不能成立 概 人 是经验性之对象 从四大起 即表示受现象规律决定 佛 表超越经验条件之 主体性 或 主体自由 自不能是一经验对象 换言之 所谓 佛 乃理尽 非一 人 也 此点最能显示逐道 深知智慧 盖真能不为盲性传统所居 难怪不为俗众所荣也 卷二页二六三 三十一 此一劳先生屡次发言 另见其言 佛教自释迦以来 皆是当前世界为虚妄所生 因此 说千万法门 本知不外舍离世界以求主体之超离自由 以佛教辞语表之 即 脱身死海 正大涅槃 事也 此种舍离世界之观点 经极可称为 否定世界 之态度 此所谓 否定 原重在价值意义一面 但至为十庙有之教义 心其后 遂有一现象论补充之 其 否定 遂兼有认之意义之论据 宋儒之反佛教 则指以价值意义之 舍离精神 为对象 幻言之 佛教持 否定世界 之态度 宋儒则提出 肯定世界 之态度 此一肯定 自意是重在价值意义 佛教否定世界而唱 舍离精神 十 以万有本身为一帐类 此与印度之沸谈多哲学相通 佛教教义与沸谈多自令 有不同处 则非此处所涉及者 然与中国儒学之唱 化成精神 则正相反 观此 宋儒虽不详之佛教之内部理论 其以 肯定世界 之立场 反对佛教 否定世界 之立场 故却不诗如学之大方向 亦可说符合孔梦立说之本质 思辨录 页五十二 三十二 参见其言 由对道德观念的意义与指涉开始研究 再层层吸入其他有关的题材 结果便产生了许多道德理论 例如 人们可以建构一套宇宙论 一套形上学或某种本体论系统 思辨录 页四十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一九九六年一月出版 三十三 参见其言 净土宗 以念佛求往生净土为宗旨 一部分修持方法 缘与禅定之说相近 但世间流行者 只属 念佛 形成一类似于 上天堂 知信仰 久久不绝 此宗之主要代表人物 应为是坦鸾 坦鸾燕门人 本喜方数 于粮食难来 欲求 长生不死之法 曾从道教人士起的 先方 北规见到菩提流之 使寿 观无量寿经 遂从此倡导 净土 知教 曾读菩提流之所意之 往生论 即 无量寿经论 又者 略论安乐净土行义 等 曾取禅定义解释 念佛 以为所谓 念 非但口诵佛号之意 而是 想念 之意 其说意 不成体系 谈鸾其人 大抵未明 佛教大义 本恋行驱 故求不死 其后立唱 净土 亦是作为求不死之方而已 卷二页 卷二页 二八九 三十四 参见其言 佛教之宗教面 本书中不能涉及 就其 就其哲学面 言之 则佛教哲学 事意与先情如学 不同之心性论哲学 其精彩处皆落在价值问题上 卷三上页四 三十五 参见 杜宝瑞 2002年5月 小于 和尚公祝老 的哲学体系之方法论问题 检讨 上 大于 哲学与文化 月刊第336期 页393 杜宝瑞 2002年6月 小于 和尚公祝老 的哲学体系之方法论问题 检讨 下 大于 哲学与文化 月刊第337期 也 杜宝瑞 2001年4月 小于 未尽玄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大于 下 香港 人文论坛 2001年4月 第88期 香港人文哲学会出版 杜宝瑞 杜宝瑞 2001年3月 小于 未尽玄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大于 上 香港 人文论坛 2001年3月 第87期 香港人文哲学会出版 杜宝瑞 1998年11月 小于 王毕哲学的方法论 探究大于 第十四届国际艺学大会 台北公器中心 中华艺经学会主办 36 劳先生一名指 自我境界问题 原是一重要哲学基本问题 此说提出于论说孔子的 自我境界的价值设准中 参见诸八支隐文 作者即以此为境界哲学之说 37 劳先生一强调过 功夫论哲学是如佛共有之学 参见其言 功夫论 是如学特有的哲学 在西方道德哲学中 这一部门可说是从未建立 印度的佛教教义中道有与此类似的部分 但那里面含有宗教的信条 又与如学功夫论很不同 所以 谈到功夫论 我们就更进一步如家道德哲学的特色 思辨录 页四十六 三十八 其实 劳先生的论著终极已证实此点 其言孔孟心性论 雍义卫行上学宇宙论 周章宇宙论 陈珠行上学 陆王心性论者皆是 其论张宰之学 以其既含混行上学宇宙论 又有心性论者更是 参见其言 横渠未学只去 盖本已建立行上学理论为主 但对行上学与宇宙论之理论界限 把握不定 故其学说结果仍是一混合系统 盖如上节所论 张室论善恶问题 只能以心能够越过气质之限制而尽性 天地之性 为基本解释 则人之求善之一切努力 当皆以克服气质之限制为主也 克服气质之性 目的在于归至天地之性 但依张子心能尽性而性不能减其心之说看 此种活动毕竟只能是心之活动 由此 张氏遂在不知不觉中越过天道观与心性论之界限 故在论学与成德问题时 张氏之立场每每忽有接近心性论之倾向 此点学者大疑留意 盖此处透露出心性论之理论力量 亦相应于哲学上一大问题也 卷三上页173及183 39 同住三 3261820242OK9 Text斜线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15.50分40秒 GMT28 2034D9年2月 C708495 114D640 C00003 HIGHTS6 182024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对目宗三 朱熙 详识的方法论 反省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事 意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 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薰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真原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真原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所以为心如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朱希与陈宜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以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本文尚未完成请参考前两文即可 对木宗三权势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 摘要 本文讨论木宗三先生对诸锡人说的批评意见及方法论反省 首先说明木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 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 如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 以此之故 木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行上学的正诚意 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 成了宛和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意与圣人见形意的纵合形态 行上学 并以此为孔梦之根本行为一行 以此解读诸锡哲学时 便将诸锡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如学系统 说为别子 主要关键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 而又将诸锡全解 大学 说功夫四地的格物穷理功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道德活动 本文之作即是将木先生的意见重做反省 指出诸锡说存有论与功夫四地论并不违背孔梦时建议 只是说了不一样的行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功夫四地问题 而功夫四地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功夫的问题 以此还原诸锡学思的形态定位 本文借由木宗三先生批评诸锡中和说及人说的意见 而进行方法论的反省 关键词 朱锡 木宗三 中和说 人说 存有论 方法论 大纲 一 前言 二 对木宗三谈中国哲学及儒家哲学意理形态的意见定位 三 对木宗三谈诸子学的意理形态之意见定位 四 木先生对诸子诠释的工作架构 五 木先生对诸锡中和说的批评及反省 六 木先生对诸锡人说的批评及反省 七 心性情说的批评及反省 八 理气说的批评及反省 九 小节 一 前言 当代大如木宗三先生 可谓当代中国哲学界中在理论建构上属绵密广袤深刻幽远之第一人 他上下如是道 宗说中吸引 而最终归本于如学 木先生可以说是当代新如学最重要的理论家 哲学家 说木先生所建立的如学优位的哲学体系是当代新如学中的第一人应属实至名归 木先生的如学建构就是当代新如家的第一典范 但是这个典范的建立却是在木先生消化西方哲学 融通中国如是道三教 又清典如学本意 原形 原教的一连串论述历程后的结晶 这个结晶品中 却对诸子学多有批评 认为诸子学不是孔孟一雍周章路王一大系统内的形态 此一评价可谓是观重大 传统上诸熙的夫子地位直逼孔子 宋明如学中以诸王位最大二家 数百年科举考试中以诸熙集注位教材 木先生却以别子位宗 定位诸熙非孔孟的传 木先生如何说此 此说能否成立 诸熙究竟成就了什么形态的儒学创作 是否却非孔孟的传 本文之作企图正面讨论这个问题 将诸熙学术形态从木先生的定位系统中抽离而出 以哲学基本问题的诠释架构 重新定位诸子学在儒学史及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地位 本文之进行 将首先说明木先生对儒学根本形态的定位论点 再从此反素木先生思考儒学问题是如何从西方哲学问题解决的思路上进行 以针定木先生理论关态的根本问题意识 以此即可重返木先生对珠熙诠释的意见 予以重新解读 木宗三先生对珠熙诠释的讨论在他的主要作品中都有不断的意见的表层 但是最重要的制作当属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之作 全书就讨论珠熙译人的哲学 由于该书之讨论意十分繁琐 本文之作及警就其中 中和说部分进行重新解读及意理定位 木先生对珠熙中和说的讨论概分三章进行 几占全书之一半 且其中的讨论时已蕴含木先生对珠子学意见的全体 因为其后珠章杰所讨论的珠熙人说 孟子全是心统性情 理气说诸意都在中和说中讨论过了 二、对木宗三谈中国哲学及儒家哲学意理形态的意见定位 木宗三先生谈中国哲学是从消化康德哲学谈起的 康德在纯粹理性中建立物自身不可知之说 建立普遍原理的二律被反说 而在实践理性中建立依实践之进路而设定之三大设准 为物自身人不可知 然上帝一旗智的直觉即能知之 上帝知之之即实现之 而中国哲学如是道三教的圣人、真人、菩萨及佛者 却都能有此一致的直觉 并且,三教圣人皆是一般人存有者得以努力达致的 圣且,西方的上帝概念仍是疫情时的构想 而中国三教之学却都有其实践之进路以为价值之保证 是实践而正成其行上学的普遍原理 这其中,穆先生又指出 整个西方哲学是意为实有而奋战的哲学 穆先生认为 哲学即是意因为实有而奋战之学 而中国如是道三教之中 却只有如学的道德意识是真主张实有之学 其为透过道德意识创造现实世界 而有着在圣人主体的实践之保证而保住实有 因此是行上学只有透过道德进路才能保住实有而未完成 依据这样的思路 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中的行上学的正立问题 便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道德的行上学才有其终极的挽垢 因此此一由圣人实践天道道德理性的实践哲学 既是行上学的保证 又是行上学的完成 完成一本体宇宙论的创生系统 完成一由圣人之逆绝体正以实现天道理性秩序的哲学系统 依笔者之见 穆先生的思路可以重新解析如下 首先 穆先生关心行上学普遍命题的成立保证问题 依康德哲学之拆解 整个西方行上学因理性能力的反思已被赤位不能成立 康德哲学系统中以实践的所需而以设准的地位说 行上学普遍原理的提出的可能 并诉诸上帝的直觉而予以真理性的保证 而穆先生则以中国哲学的三教共有的实践之正量来说 中国如是道三教之学的行上命题的正立保证 于是乎在穆先生所全解的中国哲学系统下 实践的部分便以一理的实质内含而进入了行上学构作的系统中并未一世 其次 作为当代新儒家哲学家的穆宗三先生 在三教辩证问题上高举儒学 是透过主张为实有而奋战的哲学立场 哲学就是要论说实有 而认为儒家价值意识的道德创生意志 是唯一可以保住现实存在的哲学理论 因此宣称只有儒学是意识有形态的行上学 而道佛则只是境界形态的行上学 以此标高儒学 以此诠释儒学 儒学不只有实有的主张 更有实践的正成 因此儒学与行上学便有圆满的完成 接着 在穆先生深入儒学系统 以为各家权解之进行时 因为对于正成形上学的实践动力因素之重视 便造成穆先生及尽全力地形成一套动态的 儒学存有论 自天道说 自人道说皆欲说及实践中的完成 以至圆满的境界而后止 这就导致穆先生在孔孟一雍的诠释中 以圣人的实践 以见天道的律动而说 为移动态实践形态的时 有说的行上学的建构 并在宋明儒学的诠释中 静见周 张 明道 武风 向山 阳明 吉山之诸多论述皆为符合 沐先生所说之实践的动态的时 有的本体宇宙论的行上学形态 有主要说天道的如中庸一传周章系统 有主要说人道的如孔孟向山阳明 有天道人道并说的如武风吉山 这就使得诸锡学思在此一系统中被置之在外 而以静态的本体论的存有论的只存有不活动的话语说之 再度重新检视穆先生的论 孟义雍周章明道 武风向山阳明 吉山一脉相成的如学系统的一理特点 笔者以为 穆先生是把说价值意的本体论 与说本体功夫的功夫论 以及说圆满的实现了功夫的圣人境界观 并合谓一同套系统的整体形态中 价值意的本体论 自是从整体存在 借整体的说的道德意志的本体论 穆先生以本体宇宙论说此一行上学 笔者以为这确实当然是一套哲学基本问题 以及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另位说主体实践理论的本体功夫论 即是以本体的价值意识 以为主体的心理活动其项的本体功夫 此即功夫论哲学中的一种形态 此为功夫论的哲学基本问题 第三位对圣人境界的陈述 是描写主体做功夫 以达至圆满理想状态的圣人境界 圣人境界当然是以本体论的价值意识 以为实践其项而达至主体状态的圆满 而说的境界 既是与本体论直接相关 意识与谈实践的功夫论直接相关 这三项从本体论 到功夫论 到境界论的基本哲学问题 确实是同一套价值意识的内部推演 从而形成整体共构的系统 既有客观型上学的知见 又有主体实践的主张 更有圆满人格状态的呈现 可以说如学理论的目标 即已在此显现了 然而 如学理论所追求的现实实现的目标 是一回事 如学理论所需满足的作为理论建构 本身的理论问题是另一回事 并且 说明了理论目标的宗旨是一回事 实际实践更是另一回事 因此 本体功夫境界论的说出是一回事 如学还有其他哲学问题有待处理是另一回事 如学并不因为本体功夫境界论的说出 就再也没有必须处理的理论问题了 同时 说出本体功夫境界论是一回事 实际实践是另一回事 说出并不等于实践 说到了实践以为理论正立的保证是一回事 实际实践以为事实的创造是另一回事 因此 说到了实践以为正立的理论保证 并不因此就是理论活动的圆满 更不因此就比如学必须解决的其他问题 有着问题层次的高下地位之差异 三 对穆宗三谈珠子学的一理形态之意见定位 穆先生以珠希形上学中的理概念是一指存有不活动的存有 理气说的行上学是一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本身并不能发为创造的动力以至有实践的圆满完成 逼着以为 这样的说法就珠希言与理气说的存有论问题的定位而言是确实的 但是说他不能负担实践的动力以至部位圆满的批评是不必要的 因为他本就不是在谈论实践的动力的问题 他就是在谈存有论的问题 珠希就是平铺着言译作为天道理体的理存有是一个什么意义的概念的存有论解析的问题 更且 珠希也不只是在谈存有论的问题 珠希一样谈到了本体功夫境界论一贯的话语 只是穆先生都以珠希的存有论系统为珠希之真正意见 以至认为珠希那些本体宇宙论的动态实践的话只是偶尔提到 意义针定不住 一转就滑失了 这就是穆先生并没有尊重讨论实践活动以正成形上原理之外的哲学系统 并不将知识为意哲学问题发展过程上的应有实有知识而予以尊重 而是过度关切了以实践的活动而为形而上普遍原理的正成的理论问题 即指以此一议题的相关理论构作以为孔孟的正统 而在面对珠希明确的建构有别于论说实践的道德的形上学系统 即以珠希之说为外语孔孟之言者 笔者并不认为讨论实践活动而构筑的道德形上学 需要像穆先生所认定的那么样的具有儒学诠释的根本性地位 关键在于 第一 论说实有并不需要是所有哲学系统的基本立场 哲学就是没有哪一个基本立场可以算是所有哲学理论的立场的 穆先生高举之极是依三教辨证下的儒学立场的独断的结构中式 而以能证说实有的实践哲学并入本体宇宙论的系统为儒学正统 而以此排斥珠希之学 第二 言说功夫境界问题并不需要定位为是所有哲学系统中的最重要及最圆满的问题 我们固然可以说中国如是道三学都有言说功夫境界问题的系统 并且缺乏此一问题及是理论的不圆满 但是因着哲学活动作为一种纯粹创造性的思考活动 新的问题产生之时即是必须面对之重要问题 因此言说三教辨证意下的儒学本位的宇宙论 言说概念关系及概念定义的存有论哲学 言说儒学意理定位的方法论哲学也都会是儒学中的重要问题 也有它的重要的理论地位 穆先生源于中西哲学比较及三教辩证的高举儒学之律 因而找出回应中西及三教的儒学建构系统 而说为道德行上学的纵贯纵说的创造系统 结果就只关切儒学系统中的这种哲学问题 而对于他种哲学问题提出批评 这是不必要的做法 并非珠希不是存有论系统 而是珠希的存有论系统不需要被批评 更且珠希一样有本体功夫境界系统 只是穆先生皆已知转入存有论系统 而是珠希之本体功夫境界系统不能挺住其意 此外,存有论这个词汇在穆先生的使用中有二议 一方面是讨论概念定义概念关系的抽象思辨的哲学领域 这就是他说珠希的心性情理器说是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是存有论哲学的一意 另一方面又是包括本体宇宙论功夫境界论的整套哲学系统 及其说为两层存有论的无值的存有论而为道德行上学者 这两种用法在穆先生的论著中都时常出现 必须先做以上的厘清 也在穆先生的关切实践以为正诚的思路背景下 穆先生的行上学概念便将具实践活动意及圆满实现意的功夫论 及境界论意纳入了行上学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的领域中 这样的做法将实行上学这一词汇变成一套复杂反所曲折 纠结的理论问题 而不易于简别同在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系统下的孔孟一 用周章明道五丰向山扬明及山各家的内部差异 更不能看清不在这个穆先生是为主轴脉络的传系统之内的 遗传诸熙学的理论创作的意义 另外,穆先生以诸熙论于道体之理概念 为意指存有不活动的系统 以致论说功夫时及华为意认知的横射系统 此集是认为诸熙见到不明以致功夫走失 笔者认为,论说存有是意存有论问题 论说本体的价值意识是意本体论问题 论说功夫是意功夫论问题 价值意识的本体论直接与本体功夫的功夫论相关 但是论说概念的存有论又是另一套独立且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它是对于作为本体的理性存有作意思辨的反省 以定为它的存有论地位的抽象讨论 讨论作为价值其项的本体 天道、成体、理体、性体、心体等等概念的存有论地位为何 这确实是意独立的哲学问题 这确实是如学在理论发展上顺着人类理性的自然运思及会意识到的正常问题 独立地论论这个问题 并从天道的理存有说到其为必然 并且完整地复命于人存有者的性善论 并及此性而说为理 故为之、性及理 而转入存有论讨论 而当珠希要谈功夫论的时候 心及理 的话语一样会出现 只是沐先生每见及珠希有类似象山的说功夫的话语时 就斥责这人是以存有论位系统 因而是不真切认识的发言 分离了 存有论 与 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 之后 珠希见到一名 论说本体功夫一名 但是 在功夫论问题中 并不是只有 本体功夫 一种问题 以 大学 传统来说 就有 功夫四地 问题 珠希因着文本诠释而唱说 大学 的功夫四地问题 沐先生却以教育程序与逆绝体正位不同功夫 因此批评珠希未认知的横射系统 为他律而非自律系统 为本质伦理而非方向伦理 笔者皆认为这还是穆先生心目中只有一种儒学问题所导致的认识的偏差 沐先生是以辩证于西方形上学的普遍原理的依实践而正立的问题为儒学根本问题 如此即只会关注主体在自正自觉时的实践及致圆满状态一事而已 此即本体功夫论的论子 以及说谓逆绝体正的功夫模式 而珠希因着大学诠释而说功夫四帝论的论子完全是文本诠释的脉络 而本体功夫论的意志珠希一样把握清楚 因此在诠释大学 革制成正修其置评的功夫四帝问题时 皆能挽和八目功夫为极之极形 为首尾相冠才是真之真行真完成之宗旨 一级 说主体之实践意是一回事 说功夫四帝是另一回事 珠希并没有因全解大学 而说功夫四帝就因此不说本体功夫 或是以功夫四帝取代本体功夫 事实上功夫四帝是功夫四帝 本体功夫是本体功夫 本就无从取代 更重要的是 珠希说功夫四帝中的每一项目都是极之极形 也就是都是本体功夫 并且功夫四帝自格制 以制制平是全体完成才是真完成 亦并未有割裂格物穷礼与切实笃行之意 因此穆先生以教育程序说珠希的功夫四帝是无设逆绝体证的话也是不准确的 同时 穆先生屡说珠希以格物置之的认知方式谈功夫 是有别于逆绝体证谈功夫的本体功夫之事 逼者以为格物置之而成政治修其置平是大学 讲义功夫四帝的问题 此中需要格物穷礼的是针对经营家国天下之事业之需要实事求礼 所求之礼人是以仁义礼之之如家道的意识 以为行为真定的价值原理 任意事业的穷礼的活动皆是以逆绝体证的本体功夫 格物置之的穷礼目的就是为着修其置平 就是为着实现圣人的理想事业 呆至平静界之达至就是穆先生所关切的圆交的圆满实现意 因此也无需以诸锡言于功夫四帝之穷礼功夫的强调 即为之为仅只是认知活动而非主体的心智提炼的逆绝体证活动而为非本体功夫 这种被穆先生列为认知活动而非自律道德 这也是笔者不认同的部分 穆先生说为自律道德者 指道德实践活动之为有主体的自正自立形态 而朱熹的说法即是他律的形态 因为朱熹并没有在谈主体的逆绝体证 逼者以为 一切道德活动皆应是自律的活动 道德与自律应为套套逻辑 只有在被威吓下不敢为恶的情况才说为他律 但此时之主体意志并非道德性的 因此一说不得是他律道德 而系统中设定了他在存有者以为道德律令的颁布者的理论 被说为他律也是有争议的 因为主体欲为其价值意识之实 仍是主体自愿之行为 因此就行上学而言可以说价值原理自外而来 但是就功夫论而言仍然必须说愿意实践的意志由内而说 因此即便是某些宗教哲学中的行上学的价值他律说 亦必须说为功夫论的自律系统 否则一切有宗教信仰之士的人便皆能直接行善了 实则不然 他们还是必须经由主体的自愿实践而为真道德行为的自律功夫 朱熹的情况并不是主张价值意识是行上学的自外而来 而是朱熹并没有在谈存有论问题的时候犯愁错置的转入本体功夫的谈 朱熹是在谈道德活动的时候去研议那作为律则的价值意识的价值内含胜或存有论地位 这并非与道德活动无关之理论事业 更不等于即是在进行一外在于主体的他律道德活动 而只是说价值意识的客观存有论地位 这个存有论地位的讨论中甚至也是主张主体的心急含着性善知性而为主体内在的本质性本性 因此主体人士就着内在的善性而发为善行的自律功夫 笔者认为道德活动的进行一定就是自律的 他律的都称不上是道德 说对于家国天下的事业的认知可以不是正在进行道德活动 但是朱熹说的格物制之穷里都是要求实践之于身家国天下的 修其制品的完成才是格制功夫的完成 因此并没有一停止在认知的非道德活动的功夫主张 在知之且行之之时即皆是主体的自我要求的逆绝体振之时是实行之行为 因此不会出现穆宗三先生所说的他律道德的情况 以上总说穆先生对朱熹权势的意见定位 以下先介绍穆先生权势朱熹的工作架构 然后再就穆先生对朱熹中和说的实际讨论进行疏解 4.穆先生对朱熹权势的工作架构 穆先生对朱熹的讨论最主要的材料当然是 心体与性体的第三册 全书皆是针对朱熹的处理 其中对于朱熹中和说废了最大的篇幅 接着讨讨论朱熹的人说 讨讨心性情之行上学的解析 讨论理气论的行上学 穆先生的处理基本上是基于他自己已有的儒学诠释系统的定见 一方面说明朱熹的问题意识及其处理 另方面极力断称朱熹之说不合孔梦原意 而所谓不合即是未能彰显本体论的创生系统 一级是穆先生是把功夫论境界论及本体宇宙论 和为移动态的存有论的行上学架构 因此从头至尾都是行上学的说如学 既使得功夫论及境界论无法独立出来辨识 又使得功夫论中的不同功夫论问题无法分开来讨论 如功夫四地问题 并且又使得行上学中的存有论问题丧失独立地位 因此也就变成在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和构为一的理论系统之外的别子系统 而一旦当穆先生阅读到朱熙也有像是逆绝体振及本体论的创生系统的类似话语的时候 即立即以朱熙的存有论系统的话语及语遮盖过去 以为这只是一时的起初而非真之真实 因此 对于整部著作中对朱熙的讨论 穆先生即是以朱熙非本体论的创生系统 以为论说朱熙的重心而不断深述 可以说穆先生就是挑选朱熙之谈存有论及功夫四地论的语句段落 以为深论朱熙的主要材料 而将朱熙谈存有论的话语也视为朱熙在谈功夫论的主张而批评其为非逆绝体振的功夫 于是朱熙便被穆先生排斥在他所论说孔孟的道德的形上学系统之外 这正是穆先生的道德的形上学之为一大套自我圆满的系统的坚实主张的结果 是穆先生未能分解的谈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以及存有论问题的结果 穆先生、心体与性体、大作中分九章处理朱熙思想 实际上是八章 因为第九章只是主要在引文而没有再多做疏解了 其中第一章谈朱熙早年的倾向 此处穆先生多以朱熙后期理论的内涵定位早期思想的方向 认为早期思想中已有这些倾向 以至于并不能争备其失礼言平的本质 这也是穆先生在本书中的重要工作方式 以及透过年谱的协助而序列朱熙的著作 从中建出他的思想的发展与转变 穆先生也认为朱熙思想有一特殊形态 一、但又与穆先生为儒学所定出的自恐、梦、义、雍而降的主流传统混搅一起 因此极难疏解 二、但穆先生亦认为自己终于能确实厘朱熙一理形态 那就是朱子学之主观的说谓静寒静摄之系统 客观的说谓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 三、穆先生得出此一朱熙学思形态定位是千回百折之后的定论 表现在第一章论朱熙早年学思中一处处提出穆先生全书共同之定论 其以大学位规模 对于孟子之误解以及心性情之宇宙论的解析、理气不离不杂之行上学的完成 与夫晚年所确定表示之宗旨、境界、与方法学上之进路 皆其自然而必然之归结 读者若顺此次续步步仔细理解下去 亦必自可见其为境设系统而无意义 四、为讨论集中并聚焦起见 以上意见在随后主题明确之章节中再来讨论 故而暂不在此节处理 并对于首章论于朱熙早年学思倾向之讨意先不进行 因为较有意义的命题皆在随后章节中会正式提出 本文意警讨论中和说部分 其他章节令呆他文 五、穆先生对朱熙中和说的批评及反省 对于中和说的讨论 穆先生认准了朱熙有意关于中庸、中和说的前后不同说法 因此意以此意前后不同说法定位朱熙学思的特殊形态 认为朱熙早年说法有些类似于孔孟一雍谈纵贯创生系统的话语 但是认识不清、设受不住 以致成熟之后即滑向横设系统 穆先生概念系统繁多 不能一一生论、直接简化说明之 纵贯系统、意味该哲学系统 生论天道创化及圣人实践的理论 横设系统、评列天道概念及主体结构 谈存有而不谈创生及实践的活动 穆先生主张的是纵贯系统 这就显示穆先生是并和天道活动及圣人活动 为一行上学大系统的行上学概念使用观 因此一般本体论宇宙论的问题与功夫论 境界论的问题皆构作于行上学系统中 而诸熙中和说的旧说及新说的差异 就在于旧说中上保持谈论纵贯创生的理论 新说中却把握不住 以至将功夫已转为评列的认知系统 横设系统即不涉及纵贯创生的逆绝体振的主体实践活动 而为一刃之心的对于评列的天道概念及主体架构的知识性活动 诸熙中和就说如下 中和说一 自著云 此书非是 但存之以见议论本末而 正篇同词 与张敬夫 曰 人自有身即有知识 试至误来 应皆不暇 念念千格 以至于死 其间初无请客停息 举世皆然也 然圣人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 既然不动者 夫起已日用流行者未已发 而指夫赞而休息 不与世皆知即未未发时邪 尝试以此求之 则敏然无觉之中 邪暗欲色 似非虚明应物之体 而己为之计 亦有绝焉 则又便未已发 而非既然之谓 盖越求而越不可见 于是退而验之日用之间 则反感之而通 处之而觉 盖有浑然全体 应物而不穷者 是乃天命流行 深深不习之机 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 而其既然之本体 则未尝不济然也 所谓未发 如是而已 夫起别有一物 限于一时 居于一处 而可以为之中灾 五 沐先生分三项要点 讨论此文 首先讲诸锡文中的 天命流行之体 即是已创造之真集 或创生之实体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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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言成体 言为物不二 生物不测之天道 亦传言穷神之化 皆是对于此天命流行 之体之产阳 而北宋连西 横渠 明道亦皆是重在 对于此天命流行 之体之体物 六 其次讲 诸锡此书说中体 即完全以心体说之 天命流行之体 即中体 以及心体 如此说中 心体完全能客观的 实体的挺立起 不是偏落一旁 而与天命流行之体 未平行对立也 七 第三讲诸锡 此书言至查 是查此良心之发见 操存是存 此本心良心 而不另放失 如此言功夫 是孟子求放心之路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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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是表示 至查 与操存 为师 于此本心 功夫 为师 在使此本心 呈现上用 因而 有先查 时 后 涵养之说 先查 时者 及学者 需先时 人 先时 人 之体 之 为也 八 由于后来诸锡 自助此说 非是 故而沐先生 结论之位 如上三点所说 好像此书 亦未见得 非是 然而珠子 竟自助其 为非是 何耶 此事 珠子 虽在此书 虽在此语 上 如此说 然 对于此 等此语 之实 亦 彼并无 真切 之体物 亦 并不 真能性 的 即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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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非 其生命 之本质 彼于此 用力 不上 故着实磨练 几年后 至四十岁 而觉 其非是 非是 者是 对四十岁 时中和 新说 而说 亦是 自诸子 本人 主观的 而言之 非是 客观 一礼上 此书 之词 与所 是 之方向 真有 谬误 处也 九 由于 诸锡 自己 者 文否定 此书 之说 穆先生 十分严谨 看待 这个事件 即 从此 入路 寻一 诸锡 学思 形态 就 诸锡 中和 就说 之文 而言 时 是 对 中庸 中和 概念 的 讨论 而穆先生 亦依据 诸锡 之文 定位了 中庸 文艺 宗旨 如下 若 对于 此 天命 流行 之体 有 相应 之 器物 则本体宇宙论的言之 此体即中体 中体呈现 隐身 气化 并主宰 气化 气化 无不终结合度 顺势调唱 此即所谓达道之和 若 若自人之道德实践 而言之 此中体即是无人之性体 亦即本心 本心呈现 创生 德行 则凡喜怒哀悦之发 似之百体之洞 无不有本心之绿度 以调节之 亦无不在本心之润 则中而得其唱碎 此即所谓罪面 昂贝 以道迅身 此意即所谓达道之和也 十 由穆先生的话语来看 即是笔者所身说的 穆先生和本体宇宙功夫 境界论的四种哲学问题 一起谈 说天命流行之体 亦称为中体 疑是从天道说 疑是从人道说 说天道流行 而主宰气化 说圣人实践 以智达道之和 此即笔者所强调的 穆先生论说 如学就近亦自始至终是一亿贯串 并且是并和本体宇宙功夫 境界论四种哲学 基本问题 一起并说的方式 说天道是本体宇宙论的说 说人道是说圣人的功夫实践 并即达道之和的境界 说主体之实践 即是说功夫论哲学 说主体之和即是说境界哲学 此种说法是转 中庸 说喜怒哀悦之人 心活动 以为主体体贴本体的圣人创造 以及预设天道理体的大化流行 并一之说 此说自是对 中庸 全解的一路 但是要全解 中庸 也可以不止这一路 朱熹提中和心说的用意 主要是在进行 中庸 文本诠释 事实上朱熹几乎都是自觉的 在做文本诠释时 同时发挥他的创作天才 而有意建立新体系 所以会就 中庸 文本诠释之考量而提出 心说 朱熹 自助非是 知意应是为朱熹 就其中以发未发部分有更深入的看法 认为此处应为功夫次第问题 穆先生自己也说 有李延平所提的 未发功夫以及 中庸 的宗旨之学的说法 不是合一于张巨迅古之作的 体验为发前大本器 向为何如是道德实践功夫上之本质的一观 此字与张巨迅古无关 朱子非不知此意 其系统中亦可承认此意 十一 比这以为 穆先生所关切的纵贯 创生缘满意的儒学建构 穆先生认为朱熹以小其意 但是就 中庸 文艺的经典传著而言 则更是朱熹后来说中和的用心所在 创造的权势之作是圆满了儒学体系建构之需 但是忠实的权解传著文本艺不妨碍后来的创造权势 此则是朱熹的新说之用意 穆先生此处转入关切朱熹于旧说中原本已呈现的意 只却在后来的讨论中转出 而朱熹自己进攻及此种创造之权解系统即为入禅之思路 穆先生引朱熹原文 原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 所争豪默而 然此豪默却胜占占地步 经知学者既不知禅 而禅者又不知学互相排挤 都不眨着痛处亦可笑而 十二 穆先生评论道 明道于 于目不已 纯意不已 知实体处便如佛 而朱熹自此时却说 原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 所争豪默而 即此可见其对于 天命流行之体 之不透 就此道德的 形而上的实体看 此乃是如佛之本质的差异处 何言指争豪默也 其相似 乃是异理形态之相似 成佛成圣功夫形态之相似 功夫进成上境界形态之相似 而刚古基体则根本不同也 Underscore Underscore 两阶不透也 Underscore Underscore 诸子于此不测 后来对于凡字纵冠系统力言者 彼皆斥之为禅 亦可谓不幸之甚矣 十三 穆先生对于如禅之便彼者完全同意 但是彼者以为穆先生对于珠希便如禅之事有所误解 首先 珠希所谓 所争豪默 并非为如禅之间差异甚为 不见其言 此豪默却胜占占地步 珠希之意可以解成是说此一大目关节之事却难以辨认 须便稀入理才能拨云见物 所争豪默 即豪默必争 其次 珠希转入新说中之心的一理之关切 彼者以为是一功夫次第的问题 彼者另一以为 一切功夫皆是本体功夫才是功夫 但是本体功夫之中有次第问题 珠希关切的就是这种次第问题 因此奋以发为发谈查时涵养之次第 次第不分 知之不明而为民行者皆是说禅 因此后来学者说的本体功夫之话语者 珠希则多见说此话语者之见是为民 并多有为任意之行者 故而说其为禅 时事亦人病之指责 而不能说为法病 珠希自己指责他人之说为法病 于是穆宗三先生指责珠希之话语 有理论上的错误 时皆是亦多众之误解 逼者不认为珠希不辨禅佛 不认为珠希不解 穆先生言于逆绝体正的本体功夫之纵贯 创生系统之学 只是珠希寓以功夫四弟的异理架构 匡正不实的本体功夫的实践者的人病 因其用语直指异理 称人未禅 所以穆先生以之为不解逆绝体正之路 而其入恒舍任之系统 至于珠希就说中和的异理系统 穆先生已定位之为纵贯系统 十四 而后来的新说却被珠希自己转向 但穆先生详细检视珠希就说 其间的相关作品 确实多有纵贯系统的发言 穆先生引若干珠希文字 十五 指其 亦指最为显惑名当 积极尽于陆王之学矣 十六 又为 珠子此时明知此义 何以以后又终落于之离耶 underscore underscore 必其新说成立后 其义理系统影响了其功夫途径 使其功夫途径转成曲折 因而入处遂不亲切 本领上亦不适当 十七 穆先生并行上学与功夫论于一说的系统于此一评断中意再建出 并认为珠希后来的起初必是意理系统以及行上学的纵贯系统的转出 而智功夫有了曲折乡 因此这里就有几个问题产生了中庸 说中和一段可以做行上学的本体宇宙论的讨论及创作 但也可以作为主体的功夫活动的讨论及创作 而主体的功夫活动的讨论及创作 可以讨论本体功夫问题也可以讨论功夫四地问题 文本权势本就难以与意理创作割裂 而为只有一种文本权势之本意 因此珠希固然是在做文本权势 但却也涉及意理创作 因此以中庸 说中和之文本而为穆先生的及天道及人道 说其纵贯创生及圣人践行是一种文本权势 亦是一种哲学意理创作 而珠希自己所提的中和新说即可以是另一套文本权势 以及意理创作 甚至可以说既然都是意理创作 因此无需争论是否更为符合文本权势 更可以说个人创作个人的系统 亦并无高下对错之虚言 因此穆先生以中庸 说天命流行之体的本体宇宙论 并和圣人主体的功夫境界论说 中庸是一回事 珠希中和新说的问题意识关切方向 也可以是另一回事 逼者以为 珠希在新说中转入以文本权势的严密系统建构功夫 四地的观点 是一新的哲学议题 并非脱离旧说所预设的道体流行及主体实践之意 只是珠希自己关切了新问题 而这个问题 正是文本权势关怀下的对于中和说的功夫四地进入的重新议定 珠希中和新说依据穆宗三先生之隐文 其重要文句如下 中庸为法已发之意 前此任的此心流行之体 又因成子 反言心者皆止已发 知云 岁穆心未已发 而以性未未发之中 自以为安逸 比观成子文及遗书 见其所论多不符合 因在思之 乃之前日之说 虽于心性之时未始有差 而未发已发命名未当 且于日用之际欠缺本领一段功夫 盖所施者不但文艺之间而已 十八 据此诸说 皆以思虑未蒙事物未至之时 未喜怒哀悦之未发 当此之时 即是心体流行 既然不动之处 而天命之性体断聚焉 以其无过不及 不偏不倚 故未之中 然以是就心体流行处见 故只未知性不可 underscore underscore 未发之中 本体自然 不须穷索 但当此之时 竟已持之 使此气象长存而不失 则自此而发者 其必终结已 此日用之际本领功夫 underscore 以事言之 则有动有境 以心言之 则周流贯彻 其功夫出无间断也 但已敬畏本额 向来讲论思索 只以心胃已发 而所论志之格物 亦以查时端倪 未出下手处 以故缺缺平日 涵养一段功夫 其日用意去长篇于动 无复生前唇一之位 而其发之言与世位之间 亦常造破浮漏 无古圣贤气象 有所见之偏而然而 十九 一笔者之见 朱熹的改变是旧文本 诠释的深入已并及新的问题 意识的提出 新的问题是未易功夫次第的问题 这当然是有取于 大学 论于本末先后的思路而得到的启发 文中的未法已发皆设定为主体新的状态 此心周流贯彻无动静之或习 而是有动静 是一级主体之事 未发止无事时之喜怒哀悦之情之未发 即是日用平常之计的处境 此时已尽存养之事为未发涵养 已发止有事之计之有所涉及是非对错的价值 而临在情境之时此时已尽茶时 则既有未发涵养于心已为中 即教义有已发茶时已为何之理想 此说确实是一功夫次第之思路 而就朱熹后来若干更为圆容的话语而言 大抵未发已发只是一项功夫 未发故要存养已发意要省茶 欲试时时复提起不可自带身放过底心 无时不存养无时不省茶 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功夫 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茶而 已发未发不避大泥 只是既涵养又省茶 无时不涵养省茶 存养省茶是通惯乎已发未发功夫 未发时故要存养已发时意要存养 未发时故要省茶已发时意要省茶 只是要无时不做功夫 若未已发后不当省茶 不成便都不照管他 二十 未发已发之含养茶时 这皆是同一种功夫了 就是本体功夫一事而已 只是其中仍可有次第之别 因此沐先生实在无需以诸子后来于新说中对于茶时说之反对 就只以为诸兮已不再论及本体功夫 而凭其本心华师 一目先生之解读 唯于本心、中体、性体、乃至天命流行之体无相应之了解 因而影响己的双方对于心性之时有不同之了解 诸子使觉先茶时后涵养未非是 而必真先涵养后茶时已为本领功夫 诗则真论之关键不在涵养茶时本身 而在涵养茶时所失之心性之时有不同之理解也 二十一 笔者之意即为 茶时涵养之先后问题即是一次第问题 两者都是本体功夫 因此诸兮并未有于道体之意指之滑落的问题 穆先生在此处所提出的对于心性有不同的理解的说法 就是指责诸兮的形上学思路有所提出之意 而穆先生即从诸兮论于主体的心性情结构 论于整体存在界的理气结构 论于概念的人性爱情说及性即理说等等命题来说 诸兮走上了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以此系统说诸兮于体上见不明 以致不识茶时未识人之说 以致其言于涵养者意只为意空头的涵养 穆先生以六点意见分析诸兮中和心说如下 一、人就喜怒哀悦之情说未反以发 underscoreunderscore 此未发时所显之中直接是指心说及平静之心静 underscoreunderscore 但同时负显以意志的超越肢体 此即是性 二十二 穆先生说诸兮以情说未反以发 此事确然 诸兮确实是在讨论主体心的功夫活动的两种前后状态之别 因此穆先生说诸兮此处之中变成了只是意平静的心静 此意属实 只是诸兮加上了要在此时即行涵养之功 则发后继之以查实之功夫方能时的旗帜和之达到 因此 诸兮就是就着新的说未反以发前后的情的状态说中和概念 并发展出未发含养以发查实的功夫四地观念 然而 穆先生认为诸兮言于新概念者在此说中便脱离了性体之意 性成为了以意志的超越肢体 此意下文不断伸缩发展 并成为穆先生强加于诸兮思路之上的哲学 续简 2-underscore-underscore-心性平行而非是1 underscore-underscore-则在此心说中 真正的超越肢体当该是性 而不是心 underscore-underscore-心即是平看得实然的心 不是孟子所说的本心 在本心 心即是理 心体即性体 心性是一 则其既然只是由思律为蒙世物为智之为发实而见 其自身不能分析地 必然的必为 发而终结 之和 而且结之标准意不在其自身 是则心故不能为真正的超越肢体也 23- 穆先生此项分析意见即是比者所谓的总和本体宇宙功夫境界问题为一系统的分析架构 慕先生认为那有善意志的动力因素在珠希中和心说中不见于心了 关键极在心自身不能作为行为的标准 因而非能为完成实践的超越肢体 因为心性平行 超越肢体在性不在心 逼者以为 珠希说心统性情 性是必具于心 但心有成显不成显的状态之别 状态以情说之 状态之别在中和说中以以发未发说之 未发以发皆需做功夫以保住而成显此性善之理 这是珠希的概念使用格局 因此心之不作功夫时即是一时然的状态 此是一般人的一般状态 众人皆有此一状态 而珠希则特别要强调于此状态时即需进行平日的未发涵养功夫 至于众人之必能成为君子圣人 则是成圣之性已然为性善之理而聚于心 虽然此性已具于心 却受器秉献制而有不能成显之时 且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皆是此种状态 故而平日含养动时省茶 一旦成显此性在功夫四地中的一切本体功夫时作下 即能达此至何之圣境 此意由同一个主体之心之觉形而至之境界 此一必达至何之圣境需有存有论的依据 心统性情之架构极是未说明心性在存有论地位上是性聚于心 因此不必如穆先生所说的珠希的心性是平行的 依珠希说 性聚于心 心即有性 存有论的说心统性情 功夫境界论的说心有成显慈性之状态时 也有不成显之状态时 因此需要平日含养及动时茶 如果就穆先生的说法 则只有处在圣人状态中之心才是实时 成显慈性此理者 所以比者说穆先生指论于主体制圣境时的一种哲学问题 此种状态中之主体的心已全浮成显性善之理 并给予天道流行一意 故说为心即理 此意是一意理格局 但即便如此 亦无虚弃绝对主体在尚未做功夫的凡人状态中的存有论分析 朱熹即是在做这个分析 负责任的说明人在尚未至圣境之前的有善有恶的状态之时然 就此时然而知其在未发灵世之平日之时应做涵养功夫 就其在灵世之必做抉择之计之发未洞察之功夫 因此朱熹分析的旧存有论的说才是更能说清楚道德行为的诸种面向 而穆先生原荣地 非分别地说地 无直的存有论说的 却只能说那时见已达圆满的圣人境界状态一意而已 而穆先生却以此意割裂朱熹之心性概念而为平行不相同之二事 更极指责朱熹之言于心者不具能断善恶的价值觉察之能力 此时对朱熹学说的误判 再见穆先生之第三点 三 因为尽时所见之既然 心与浑然 性 无可穷索 无可寻觅 及无法可辩查 故只能施涵养或存养之功 而不能施查时之功 二十四 穆先生说诸熹只能涵养不能查时 即亦为朱熹不能做逆绝体症的查时功夫 朱熹言于涵养者亦是心之涵养 言于查时者亦是心之查时 心统性情 性是心之性而不是别的 就是这个主体的心之性 因此此心之时作涵养 亦或时作查时即是气欲 亦呈现此心之极理如理 即皆是进行心极理的活动 笔者不同意穆先生把朱熹言于查时 涵养两功夫概念分而解之 而说朱熹的涵养不能做到的抉择 而只有五封的查时能做到的抉择 沐先生此一查时概念的使用系统时是源于胡乡学派武风学思之说 查时之意而用者朱熹后来提出先涵养后查时之说 并非指责查时功夫不是本体功夫 而是旧功夫四地问题的关切上提出平日无事之时即应时作涵养之功 武风说查时即是沐先生言之时人之查时 确实是一逆绝体症的本体功夫之查时说 此说当是 朱熹只是担心人病 并非此一功夫不是本体功夫 因此提出平日涵养以补不足 扣和 中庸 中和为法以发说而建构功夫四地理论 而为为发涵养以发查时之说 并非否定查时之说为本体功夫 而是就一般人的修养次第问题 指出平日之涵养与灵世之查时有益前后关系 而其实 涵养及涵养那查时底 查时及查时那涵养地 两者都是本体功夫 穆先生就境界状态说朱熹言于为做功夫之前之心无一性体之意 因此做不得查时的本体功夫 只能做涵养活动 而此涵养活动亦不具道德决断力而非移逆绝体正之功夫 此说笔者不能认同 续见第四点 4. 静养洞察计有分属 诸子此时即任为发时之 装进涵养 为日用之计本领功夫 而已就说之以查于良心之发现 为本领功夫为不当 Underscore Underscore 今之心有已发时 亦有未发时 则未发时之需装进涵养自凸显意 此意是 本领功夫 之一味 意涵就说对于良心发见之发 与喜怒哀悦 为法已发之发之混扰 意涵就说对于 查于良心之发见 意味不真切 25. 而其有已发未发所见之心 既然与敢发 通不通其自身不能决定 因其与性平行而为二 非本心 故意不含有此道德意义之良心之意 故不亦凸显道德意义之良心也 此为空头的涵养 茶十分属下道德意义的良心本心之沉默 心说只能向心性情三分 理气二分之格局走 故意可说此为心性情三分 理气二分格局下道德意义的良心本心之沉默 此则已完全脱离纵系统一 26. 穆先生认为 朱熹蒋先涵养后茶十是对茶十作为本领功夫之一位 并认为朱熹已经不再认为茶于良心之发现为本领功夫 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解读 这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 本领功夫即是本体功夫即是逆绝体症 而涵养及茶十皆是本领功夫 只是其中有次第 而朱熹之批评于茶十功夫者 非以茶于良知之发现为错误 而是就功夫四第问题要有平日之涵养 其实说为平日之茶十亿的 亦及平日即需茶于良知之发现 则有事实才能更准确的 茶于良知之发现 只因依川言于涵养至之之说 言于未发只能涵养之说 遂以涵养一词用于平日未发之本领功夫 在使用茶十一词用于已发之计之本领功夫 前后皆是本领功夫 为本领功夫有次第 故而是功夫四第的问题 亦是是为朱熹中解中和说的宗旨 而不是否定茶于良知之发现 为本领功夫 也不是否定茶十作为本领功夫 而此说也与存有论的心性情格局不是同一个问题 功夫论与存有论问题意识有别 反而是木宗三先生以本体宇宙论的说功夫境界脉络的动态存有论之说 无法分辨此中问题意识的差异 以至至身种种指责朱熹意理系统的话 至于木先生说朱熹 此处所言之心非本心 非道德意义之良心 此说意识将做了功夫之后的主体心 与为做功夫之前的主体心混味 一说 心就存有论的说 首先一个实存的实然的心 这样的概念界定是必须的 这就是朱熹论与理气说 心性情说之理论所要对付的问题 至于谈论功夫论问题时 实然的理气结构下的一般人的心因其必具性善天理之性 故必能实做功夫而有成德之境界 实做功夫之时 主体的状态即转繁入圣 主体即在意良知发动的状态 主体即是处于逆绝体症的状态 指其上有并为灵世之平日涵养 以及灵世时之动时查时两节之分 心就是同一个主体的心 为行见履之时的主体状态 甚且有为恶的可能 然即便于此时意不表示其极已无作为性体意之良知良能 说性善论的本体论就是要说人人具有为善的必然性天理存在 此意即成疑 朱熹强调性善论意指之重点 所以 论于本体论性善论宗旨的成诸之学之说于主体者自是性善的主张 故而其心疾当然有良知 否则其不变成循子之学或非如学矣 再者 论于存有论时 则需说明主体之如何有为恶之可能 以及如何又必然可以为善 这就是理器说 性善说 心统性情说之存有论的理论功能所在 又 论于功夫论时 一切功夫皆是本体功夫 指其有功夫次第的问题需强调 因此说涵养茶食之先后之分指示就其次第说 从 大学 说革制成正修其制品即是一功夫次第的问题 朱熹说光茶食不够不是反对茶食功夫 而是强化茶食功夫之应有平日茶食一节 而以涵养概念说之 穆先生的纵贯系统的讨论议题是狭窄的 只能论于天道流行并和圣人见吕至圣境一世 这是本体宇宙论并和功夫境界论而完成于圣人境界哲学中的一意 此一形态自视如学究竟亦无误 但如学并非只有此一问题亦是 如学亦的论于天道理体及人性主体之性体之种种概念架构的存有论问题 如学亦需论于主体做功夫由不完美以至完美的下学上达之功夫理论 此是一本体功夫及功夫次第问题并和的功夫论问题 这些也正是诸悉意理中所关切的大问题 穆先生可以说圣人境界的理论模型是他所关心的哲学问题标准下属于纵贯系统之形态的理论 但是非此问题之其他问题并非就是不相干 不重要甚或意理措置的问题 穆先生以诸悉另外论于心性情及理气论的存有论问题说 此些讨论不能至圣境以至非纵贯系统一无误 但是存有论问题跟朱熙所谈的功次第的含养查时一先以后的问题 却不是同一个问题 是穆先生只有一种问题而致看不清朱熙有各层分立 议题鲜明的各种问题 其实也不能说穆先生没有看清朱熙有不同的问题 穆先生其实说得很清楚朱熙之论及是存有论的客观平质系统 只是穆先生只关心天道流行及圣人实践以至能为行上学的圆满这种问题 虽说朱熙的存有论不能达至此境 此说亦无误 但是朱熙的存有论本就不是在谈这个天道流行及人道实践的问题 朱熙却亦另有谈论这个天道流行及人道实践的问题 只是穆先生皆降之引入存有论的系统 而说朱熙之说不能真定己意 又见第五点之讨论 5-underscore-underscore-心有情变未发时之既然不动 亦有其随情变之机发时之发用 此种分说故叫就说未妥当 然而其成皆依穿此改后之说而如此分说 其所见之心乃与性相平行而为二者 此则即与旧说根本不同 亦非心体及性体之本心 如此 此心乃成只是平看的实然的心 因此 心之道德意义的实体性自不能有 其成皆依穿此改后之说法而分说 虽有既然不动 感而遂通之语 然亦传说此语是旧 至神 说 在至神之感应上 既然不动是必然的 即能含着感而遂通 故应用于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上或应用于本心上 亦皆是如此 故即即即感 即感亦如 既然不动其自身即能决定其为感而遂通 此是本体论的分析的 必然的 Underscore Underscore 具心性平行为二而观之 此平看的实然的心之 既然不动自身之 不能决定其本身感而遂通 故甚显然 Underscore Underscore 至诸子此心说 心性平行 心乃顺一穿位 平看的实然的心 则其自身不能决定其 必为感而遂通 发而终结 则故甚显然也 27 纯粹就主体的状态之情的角度分析问题时 朱熹的做法确实是一较为清楚的做法 这是穆先生自己也首肯的意见 问题是穆先生一方面将朱熹论与存有论的 平列的分析架构 拿来谈朱熹的功夫理论 紧接着就认定朱熹此说法下的心概念并非是本心 并非是心体及性体制本心 而只为一平看的实然之心 说心性情格局下的心在理气论架构中之论说于一般人的普遍功夫之主体时 这个心确实是一平看的实然的心 但就是这个心之统性情之格局使得他本具性善之理而使其必能呈现此理而为圣贤 只要其实做功夫 因此朱熹肺尽力气建立的性善论意志 并以统知于心之性情结构及理气结构 如何还能说其非能有道德意义 穆先生必欲为此种解读 就是穆先生心目中的儒学只剩下了主体成圣的境界哲学意行 此行并含具本体宇宙论的天道创生意 即如其言于 意传之为 故应用于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上或应用于本心上意皆是如此 说实体即是说天道 说本心即是说人道 所以是天道创生并和圣人践行之意行 因此直指那谈论尚未发动功夫之前的主体状态的心性情格局未不具道德意义 穆先生说纵贯之意行是本体论的必然的分析的含着自济然不动智感而碎通 以及在此一纵贯形态的行上学中 中道体 主体 主体 心体 性体皆是一体 故而由中而合 由济然而感通 皆是分析的必含的 此说之成立只能说于 实践主体的在于 圣人境界的状态 才有由中至和由济然至感通的必然 济然至感通是一个活动 此所以穆先生所言全的理是一级存有级活动的理 此一级存有级活动的说法说于 道体是无妨的 若要说于主体 则必只能是就圣人境界说 就一般人说 则只能是在实践有成之后才能说 尚未实践之前是说不上来的 尚未实践之前在理论上 却亦必主张其必有可成之存有论的依据 此及诸悉的理气说 心性情说之理论功能 主体能不能行道德行的问题 永远应说 未移在自由中的未定状态 而不能说 未一本体论的必然的分析的可行 说以达至圣人境界的主体状态时 才可以如此说 说一般人则就是 是其是否实做功夫了 这就是做功夫的重要性所在 这也正是向山要求实做功夫的意义所在 这依然是诸悉说明功夫四弟所要面对的真实做功夫的问题 是沐先生指谈圣经一行 而致意力紧缩 而致分析不了诸悉之学说 而不是诸悉之学说有走位之师 续看第六点 6. Underscore Underscore胡五风说 以心成性 心是行者原则 结果心性是一 Underscore Underscore但诸子所谓 因心而发 以心为主而论之 却似不能表示这种行者意 心性是一意 Underscore Underscore 心剧与性剧在诸子心说后之系统中 并不相同 性剧 是分析的剧 必然的剧 性即理 而心剧则不是分析的剧 必然的剧 心不即是理 心剧是综合的关联的剧 其本身亦可以剧 亦可以不剧 其剧是因着收敛凝聚而合道而始剧 此是合的剧 不是本剧的剧 此即所以未尽含尽设系统之故 其因心而发 所表示之行者意义是如此 其底子是心性平行为二 心不即是理 故心体亦不即是性体 其因心而发 以心为主而论之 结果即是 心统性情之意 underscoreunderscore 此为综合心说所必含 而亦所以未主观的说 是净含尽设系统 客观的说 是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 而远离纵贯系统之故也 28. 穆先生前文说于既然质感通是分析的必然的含句之说 必须是通过主体实践已成圣境之下才可谓此说的 故而比者有上述附加的讨论 但穆先生此处说朱熹的性句里是分析的必然的句则 确实是以概念分析下的分析的必然的句 比者完全同意 所以朱熹说性极理就是在做一存有论的概念解析的工作 并非在谈一主体的实践活动的本体功夫论的工作 就存有论而言 心存有论的必距离 但呈现上不一定距离 就主体状态分析而言 一般的人存有者虽然存有论上必距 本句词性词理 但却不一定在当下能呈显之 所以穆先生说朱熹的心之句里是综合的句之说法 亦是无误的 但这是就一般人的主体状态来说 但这也正是朱熹论学的标的 朱熹本来就是在谈所有的人的一般处境及其功夫四弟问题 因而穆先生以自己的术语系统说之为 静寒静摄系统一无有失误 但是这知能是旧存有论问题意识说 并不能就认定在功夫论问题中朱熹之说法中的心体 不能决断道德 成就圣境 而彰显性善之理 更重要的是中和新说只是改变了主体的本体功夫的分析架构而成为平日功夫及灵式功夫之次第问题 虽然同时朱熹也发展了存有论之学说 但存有论就是存有论 不必把存有论拿来谈功夫论 而穆先生所谈的也不只是功夫论 而是一套复杂缠绕的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 是穆先生把不相干的问题纠缠混杂于朱熹以理系统上 以致将朱熹说心概念说成不能提起道德意识的心 因而有权解上的重大错误 穆先生其实时常发现朱子也有他所设定的纵冠系统的话语 但宗以朱子的存有论横设系统转回定位这些纵冠系统的话语 这对朱熹实在不是很公平的事情 其言 朱子学中常有此等妙语 皆亦其混扰而令人困惑 若顺此等妙语说下去 而不知其意理智背景 则很可以说成孟子学 说成向山 阳明学 然而朱子时非孟子学 亦时非向山 阳明学 是以看此等语句不可不审慎也 大抵朱子有其自己着力自得之间价 其他妙语皆是浮光料引得来 常只是年复着作点缀而已 笔字亦有其隐物 亦常在对遮上随着心会说 然非亦里骨干之时也 二十九 笔者之意即是朱熹自有谈存有论 以及谈纵贯系统的话语 谈纵贯系统时即以纵贯系统解之而 还其公平 存有论系统即以存有论系统解之 而无需以其非纵贯顾不见到 且功夫是他律来批评之 因为存有论并不谈主体正在体正的活动 因此也不是功夫理论的范畴 因此也不能说其为他律 穆先生也说朱熹在功夫问题上是混乱教育程序与本质程序 此说在穆先生谈朱熹人说时及大学时皆一再提起 论、梦、学、雍之所说皆有其习学程序中自觉的做到的实践之转进 后人取法孔、梦、就其所说而了解内圣之学之途径 自不能上于教育程序位已足 朱子欲使人只应现于教育程序之顺取 而不准人言、逆诀、显混教育程序与本质程序而为一 而不知其有差别 故忠于语恐 梦精神不能相应也 三十 对于说朱熹不准人言逆诀之本质程序者 时是朱熹对言说者的人并的批评 牧生不必强解魏朱熹是对于此依法门的根本性否定 因为朱熹也有属于本质程序的本体功夫的发言 因此也不必说魏与恐梦精神不相应 因为恐梦精神岂有不注重教育程序知识者 更重要的是 意理通透之后 教育程序及本质程序 更无需在此言分彼此 而适应互为顺解 如此才能使儒学功夫上下照管多元并进 牧先生以朱熹分位法以发功夫的作用 合著朱熹谈存有论的心性情理气说 而认为朱熹中和功夫不能有本体论的逆绝体振 其言 朱子于新说成立后 以胡适先查识后含养味不然 好像复归于颜平 其实笔所成之意里肩价既非虎五 之内在的体振 亦非颜平之超越的体振 不应其先含养后查识 即归于颜平也 盖笔之含养于味法是空头的含养 而颜平之含养于味法是在末座之超越的体振中 幼珠子之分解中和 是心性平行而为二 是心未平说的 实然的心 这一分解理论并不包含在其含养查识分属之全部功夫中 而为一种本体论的逆绝体振 严格言之 尤其不含在其所意味之含养中 而为一种本体论的逆绝体振 其做这一步参究工作 好像只是一套解说 而其如此解说 亦不能使之收尽来成为一种体振 超越的体振 之功夫 故其说到功夫时 其所意味之含养 只是一种装进含养所成之好习惯 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养习 只是类比于小学之教育程序 而于本体则不能有所决定 或在格物穷里处能逐步渗透或进射那存有之理 此即成全部向外转 而并不能于此查识中以检验无知情辨之法 亦是顺于本心性体 亦为于本心性体 亦是本心性体之具体的显现 亦是顺区可其念 亦是顺区可其念 亦 即此种查识只能决定 静设的决定 客观的存有之理 而不能决定无人内部之本心性体 其含养所决定的 是心气之清明 并无一种超越肢体症 其查识所决定的 是看情辨之法 是否是清明心气之表现 亦非是看本心性体 之是否显现 三十一 穆先生这样的评语 比者以为过重了 说朱熹将心性平行 是穆先生自己的诠释结果 说此一结果不能为本体论的逆绝体 正是穆先生把朱熹谈存有论的话语 拿来做本体功夫的要求 以致不能做功夫 而朱熹正是谈含养茶食功夫的时候 穆先生便以朱熹于心上的主体食症性不够 以致含养茶食皆为空头的 因为穆先生都把朱熹说含养茶食的功夫四弟问题 说成了只是在进行穷理智之的活动 而非主体逆绝体症的活动 比者主张即便是朱熹的格物穷理 也是本体功夫 含养茶食也都是本体功夫 是穆先生把朱熹言存有论的活动 拿来谈本体功夫的活动 以致把朱熹说功夫四弟的话 结合于存有论的话 而否定朱熹的功夫四弟说 穆先生在说朱熹中和问题的讨论上有众多篇幅 然基本意理架构皆如前述六节之意 但是却将朱熹其他相关存有论主张 并合进来一起讨论 包括人说心性情说理气说等 为使讨论聚焦起见 关于穆先生说朱熹中和说部分便先讨论至此 以下转入穆先生论朱熹人说的讨论 六 穆先生对朱熹人说的批评及反省 朱熹人说继承承承移而来 说人是性 说爱是情 穆先生说这是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此语确然 说为存有论系统即是将人概念仅仅是唯一存有的对象 而进行概念解析的思辨研译 说动态的存有论就是另一种哲学问题的系统了 那是穆先生晚和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的一大综合系统的道德的形上学的说 所以穆先生的存有论概念实用有二意 此处说为本体论的存有系统者指的是如同西方哲学的百拉图 亚里士多德 多马斯等的思辨传统的谈概念的系统 朱熹此时确实是在做这类的研究工作 而穆先生讲的纵贯创生系统的动态存有论 无知的存有论 非分别说的系统 却是包含了过多哲学问题而总为道德的形上学一意 也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内的形上学有两种议题 其一为宇宙本体功夫境界融贯为一的实践意形上学 其二为仅仅进行概念解析的存有论意的形上学 也可以说这正是中西形上学的特色分野 中国哲学常于实践意的动态存有论 西方哲学常于概念解析的存有论 但是中国哲学也有讨论概念解析的存有论的系统 诸熹之所论即是此意 此二系无需强分优劣 亦无需强分彼此 使其无关 甚至对立 概念解析的存有论思路 自是对动态存有论中诸概念的使用意义的界定而形成 思考模式以为实践的所依 此所依自然是知识上的所依而非实践意志的提起 实践意志的提起是主体的道德性活动 概念意涵的解析是主体的哲学思辨活动 笔者之意即是穆先生 无需以儒家道德的形上学的正程 是正存在有主体的实践 以及道体的创生的理论形态 来否定诸熹之人说诸义无有此意义境 诸熹此说确实不是在谈实践活动 确实只是在谈实践活动中的价值意识的存有论定位 甚至可以说是在进行概念使用的重新议定 议定之从而清晰的使用之而讨论之 至于要进行功夫实践的活动要求时 诸熹即的说为我遇人私人质疑的逆绝体正的话了 穆先生关心道德实践的问题 说存有论的问题非观道德实践活动是可以的 但说存有论非恐梦迪传 而见到不明 而功夫滑落至一平铺的认知系统 而为他律道德以至别子未踪的种种话语就是说的过多了 以下就穆先生的讨论竹文反省 穆先生定位人体虚未明道所体贴的意志 而为基本体及功夫的意理架构如下 他依据遗传人性爱情之说 把人体之解位心性情三分 理气二分 而以心之得爱之理之方式去说 这便把人定死了 故对于道体 人体中于未有亲切处 未有实践处 而明道之刚领却正是相应 人体而说者 明道并非真是混轮 其表面之魂轮 亦如孔子之魂轮 皆是指点语 其骨子甚清晰 比亦非行下行上不分者 如成不分 何言 人体 其对于人体之体物 亦如其对于 于目不已 知天命流行之体 一体 成体 中体 境体 乃至神体 心体之体物 比不是心性情三分 理气二分 人只是性 只是理 而心棒落 心神与情 具属于气之格局 必所体物之人 是理 是心 亦是情 而心是本心 不是心统性情之心 情是本情 不是喜怒哀悦之以 气言之情 是以能维持住 其为人体之意 而人不失 行上行下之分 至于行上行下之源 容乃是 进一步说 此人体之特性 约绝约见 以感通畏性 以润物畏用 其本身是全德 是一切德之源 故即本体开功夫 即功夫是本体 此是一道德的真实创造性 此是一道德创造的实体 与鱼目不已 纯意不已 知天命流行之体 意义全同 此其所以未生道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 其唯物不二 则其生物不测 人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生道 言其本身实是 亦能创生万事万物之实体也 生者 化者之实是士气 而所以是 自然者则是此人体 此天命流行之体 此实体是即活动即存有之实体 是本体宇宙论的创生实体 而非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 只是本体论的存有 其本身是活动 此活动不是气之动 是动而无动 静而无静 知纯动 神动 所以它即是本心 即是心体 神体 它本身是活动 同时亦是最高的存有 一切其他存在是因这实体而有其存在 它是一切存在之 存在性 存有 实有 一切存在之存在性 即是统设于这即活动即存有之实体 而亦通过这实体而得理解 人心之决论 决论之所在即是存在之所在 决论之即是存在之 此是本体创生直观之实体 人体边论一切而为之体 故就其为我之真体言 即可说 万物皆备于我 人体感通辩论本无阻隔 故名道得由 浑然与物同体 识人 而曰 人者浑然与物同体 同体是一体一 非言同一本体 又言 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莫非己也 三十二 穆先生认为 朱熹依据 伊川之思路所说的 人性爱情说把人体说死了 而明道说的 十人之人体是 亦能创生万事万物之实体 依据穆先生这样的说法 穆先生所指味的人体 一方面是天道 另方面是体贴了天道的圣人境界无疑 但是 但是此说中时有若干义理须呆书解历轻者 将儒家的天道说为创生作用 自是儒学 以理格式 中是 论者可以先与尊重而不批评 毕竟这就是儒学的天道观 主张有此一天道创造天地万物 并且是以道德意识意下的创造 因而使天地万物有其存在及可被理解之本性 这是说的天道 但是在说天道创生的道德意识中说及此一道德意识 即为人者的本心人体之说者 则只能是就圣人境界而说 而非能就任何人的一般存在状态而说的 说圣人时才可说为其心是本心 其人体以感通畏性 以润物为用 本身是全德 故及本体及功夫 及功夫及本体 并与天命流行之体意义全同 天道创生天地万物 并以道德意识赋予其存在的可被理解的意义 但是天地万物并不及显现 未全在有道德理性的存有状态中 这却是需要经由圣人的具体实践之而点化之而使整体存在 在借全服的呈显道德理性的 因此木先生所说之 此一人体之活动即是并和天道之流行与圣人之实践而为一之说法者 这就是木先生全套思路的系统性架构及问题意识的定位 可以说体贴天道德性意识的圣人之心 在其体起本心实践的体正状态中 即将天命流行之体 一体 成体 神体 皆体之于己心中 而使己心及此天道一成神体 而说未及存有及活动 此说甚善甚美 亦是木先生建构胜利的说天道及圣人的一致性系统 问题是木先生及以此一系统框架珠希所有的系统 以致以珠希之说皆不能呈现此系统之要义而批评珠希 以下一木先生话语逐一讨论之 木先生批语 木先生批评珠希成成一之说法 而使此理只是存有论之理而非道德之理 依穿一剑 侧影 便认为是爱 此以顺留竹墨 敏施侧影之心之本意 而父以端为 爱之发 知情 是仁爱为其所以发之理 即性 是性未止是理 是一个普遍的理 而爱与侧影乃至笑地都是同一律 一律是为心气依着普遍之理而发的特殊表现 而表现出来的却不是理 如是 人与侧影遂成为性与情之意志的两物 此非孟子之本意也 诸子老守此说 以为借脉分明 遂有 仁是心之得爱之理 一成数之出现 此一成数当然有其道理 此完全是从衣穿 阴阳气也 所以阴阳里也 一格式套下来 气是行而下者 理是行而上者 如是 遂将心一概式为行而下者 亦往是弃之事 侧影 修恶 慈让 是非之心 亦皆是行而下者 皆是弃之事 此一亦理兼价完全非孟子言本心之本意 如此言理或信是由 然 以推正其 所以然 之方式而言 此是一种本体论 存有论 的推正之方式 如此所言之理是属于 存有论的存有 之理 而不必是道德之理 但仁义理智 决然是道德之理 心之自发此理 此为心之自律 足以决定并创生 以道德行为之存在 但却不是由存在 自然以推正出者 33 就哲学问题之讨论言 并不是一个概念 有一个固定的意义 而是一个问题 有一套固定的思路 以及所使用的概念 因此有这个概念 在这个问题的思路下的 使用意义 而所有的概念 都有着因所思考的 问题的不同 而有着不同的界定 且并非概念的不同界定 是有着对立冲突的 是同一个名词 在不同问题中的意义内涵 而不是同一个名词 被不同的主张 至有意义对错的问题 孟子说本心就是 朱熹的性善知性之意 孟子的本心发动 即是朱熹的心之意 因此孟子之概念 使用意义在朱熹系统中 亦皆有此意 但是朱熹在 理气架构中的心概念 则确实就是 穆先生所说的 存有论讨论中的心 心指人之主宰而言 就人而言 由理气说的 存有论结构来说心 任何人都有此意 存有论意的理气结构 及心性情结构的心 即便是 穆先生所说的 圣人意有此意 理气说的 存有论意的心 每一个人都有理气 说的存有论结构 这就朱熹在讨论的问题 这就是存有论问题 是心概念在 存有论问题的讨论中 而有的性情结构 及理气结构之实是 就存有论讨论而言 说心为理气 然而 就功夫论讨论而言 则要说心必须处于 本心状态而直接做功夫 这就回到的穆先生的纵冠系统 而所谓操则存舍则亡之说 并非说舍则亡之实 就无有此意人心之存在了 只其不再提起 本心或依性而行的状态中 此时说其为在意识然的 弃存在状态中则可也 这就进入了由存有论的理气说说 人心的脉络 穆先生说成诸之此理是存有论的存有之理 而非道德之理 此说实不必要 朱熹所说之理即是儒家道德意识之天理之理 当然意含具存在之物之物理化学的自然之理之意 但是根本上还是说的以道德意志 以创生天地为其根本意 不见其说人者天地生物之心的话吗 只是就人存有者说 经验存在上的实然的人 即是理气共构的架构 人本具性善之理 但只在功夫发动的时候 他才沉显 谈本具此性而说 心统性情是存有论的说 谈成显是功夫论脉络的说 谈时有此道德价值之理之 是验证是旧圣人境界的全浮成显 此理而证实之的穆先生的纵冠系统之说 因此穆先生不必以实证问题说 朱熹就存在而推 所以然之理的存有论讨论非为道德性的 谈时有此理之实证问题 是穆先生有意比较于中西型上学的 正立问题的关切 以儒家圣人体正而实践而未行上学的圆满意 但朱熹的存有论朱义并不是在谈这个问题 不是谈这个问题就不必批评 他的说法不具此意 因此说朱熹的理气说中的理 不能在活动的正量中而非具道德意是不必要的评价 穆先生以本体论的纵冠系统批评朱熹所说的理事只能敬拜 不能活动 而施自律功夫意 其言 朱子不加分别 一概由存在之然以推正其所以然以为理 而此理又不内在于心而为心之所自发 如是其所言之理或性乃指成一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 竟摆在那里 其于无人之道德行为乃无力者 只有当无人竟以凝聚无人之心气时 使能尽寒地面对其尊严 若如孟子所言之性之本意 性乃是具体 活泼 而有力者 此其所以为实体 性体 心体 创生之立体的直观也 而朱子却只转成主观的说为 静寒静摄之形态 客观的说为 本体论的存有之形态 而最大之必并极在不能说明自发自律之道德 而只留于他律的道德 三十四 并不是朱熹把理说成只能静摆在那里 而是朱熹是在说理的存有论定位之永恒的就是人意理之而不能改变 并且本身不是意经验存在 故而有其作为不变的理存在的意义 孟子讲功夫实践意 此一永存不改的人意理之之性发为主体心的情 而活泼生动的实践者 此意与朱熹之意无须视为相悖 事实上朱熹当然是就孟子的性善说的人性论而建立心统性情的存有论朱说 因此说到功夫意的自律他律问题时 并不是朱熹主张了他律道德 因为朱熹并没有在谈功夫时要求只要穷词思变异的心性情理气诸概念的解析定义 而是朱熹说的心统性情的存有论问题时 并不是在谈主体的自律的本体功夫 因此也就不能说朱熹成就了一种他律道德的说法 穆先生又说朱熹的心不是道德本心 不是本质地具此理 其言 心并不是道德的超越的本心 而只是知觉运用之时然的心 气之灵之心 即心理学的心 仁义理智本是性体中所含具之理 是时然之情之所以然之理 心之具此理而成为其得是当具 而不是本具 是外在的关联的具 而不是本质地必然的具 是认知的静涉的具 而不是本心直观之自发自律的具 此显非孟子言本心之骨架 35 朱熹确实有说心是气之灵的话 此说被穆先生严重的视为他律功夫 笔者认为 并不是朱熹主张心不能是道德的超越的本心 而借由认知活动以为外部功夫而为他律之功夫论主张 而是朱熹在讨论存有论的人存在之心 此时是意经验存在的人 只有理气结构及有性情结构的问题 故而就气之灵说人心 穆先生说孟子的本心是本具 是本质地必然的具此人意理智之理 这其实是就主体提起本心做了功夫后才得有的说法 主体不提起本心时也无有这些必具本具的状态可以发生了 所以穆先生的说人说心概念实在是就着功夫境界论脉络说的 而朱熹却是从存有论脉络来说 于是说心就是说的人的理气结构的主宰体 因此不必就存有论脉络说他不是在本心的状态 因此是外在关联的具 更无需说为是他律的 朱熹所说之心一旦做了提起此心之本具之性时及的在意本心状态了 即是来到穆先生所说的自作主宰的自律的具了 但是这就是从存有论脉络转到功夫境界论脉络了 至于穆先生说朱熹此心是认知的尽设的具此理者 时是就朱熹强调于格物穷礼功夫而说的 此事二事不是一事不必关联至此 说格物穷礼是旧格至城镇修其至平八目的功夫次第 而说的格物穷礼之为次第之先之意 不是说的本体功夫的只要认知不要行动的外部功夫 是穆先生过度的以朱熹各种系统中的观念做不当连结而置身的他律功夫的朱熹学系统定位 此意不是朱熹之形态 穆先生对朱熹反对以觉训人之说批评慎重其言 至于其伯以觉训人之说则为比为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人之包乎之以而非人之所以的明知实也 夫以觉训人者此所谓觉显然是本明道麻木不觉 未必为不仁而来 觉是测然有所觉知觉是不安不忍知觉是道德真情知觉是既感易如知觉是人心之测然之事而非智之事是相当于feeling而非perception之意 当然人心测然不昧是非在前自能明知 经朱熹之以智之之是解之而为心有知觉可以见人之包乎之而非人之所以的明知实此则差谬太甚 以朱熹之之明何至如此之乖为 不麻木而测然有所觉正是人体所以的明知实 今乃一件觉知觉运用知知觉处想不知觉有道德真情既感易如知觉与认知的知觉运用知觉不同 遂只准于知自言觉不准于人心言觉已 此波最为背离其非甚险不必多言 三十六 逼者以为 朱熹批评以觉训人之说确实是朱熹过度用力于从概念定义以及从存有论思路说人概念是为意理概念 性概念之角色 而忽略了在实践中人体确实是由主体的逆觉而体正的意志 但是朱熹从存有论进入说人概念是性是理意是无物 至于在功夫问问题中朱熹就一般人的状态说知觉 实是朱熹不信任一般人的价值主宰能力 则以此一般人的知觉来说人时即即亦流于任意自信之弊 此意属实 朱熹一方面功夫论脉络上帝不信任一般人说的已觉说人 另方面又从存有论进入说人概念是性是理概念 并此二路而导致穆先生的强力批判 虽然如此人不表示朱熹不能极见人之为性已具于心 当心提起即此本心全服是人体流行之功夫净介意的人 朱熹从知觉说觉只能说是朱熹的概念运用的形态如此 并不表示朱熹否定可有人心体贴人性而发为功夫作为知觉论意 此说确实是朱熹说的过度 但穆先生整个否定朱熹不能体贴人体流行的主体自觉的功夫意也是不必要的 穆先生又总评明道说人即孔孟言人之意与陈珠思路不类 其言 故一孔子之指点及明道之体会 人与朱的关系亦非人性爱情 心之得某之理之关系 人并不专线 人故可说是性 但却是纯一的性体 人体及纯一的性体 性体以及心体 超越的本心天心之心体 若如诸子之所理解 性体只是一宗明或通明 并不是纯一的性体 结果终于分散而为许多理 而人只是这许多理中之一理 又性只是理 而不是心 故人亦只是理 而不是心 心统性情 心外在的关联的具这些理 而父外在的存在的依这些理中之某某理 而发为某某情 每一理各自成体用 各自分性情 各有其专线之定体 此非孔子所指点 明道所体会之人之意 依孔子之指点 明道之体会 人是纯一的真生命 创造之真己 于目不已之真体 纯一的人体及纯一的性体 而纯一的性体及心体 亦及成体 此真体亦波动 亦成漏 则诸德及当机呈现 故人是全德 是一切德之源 因而可以统设诸德 而不为任何义德所现 故人不能专注于爱 而单为爱之理 如果当机呈现之诸德 亦可以说是些当然的道德之理 则此纯一的人体性体及心极理 心极事理 此诸德亦及是人心一体之当机 而未必然如此之呈现 如当侧影及侧影等等 在此 并不就此诸德之美 一得在各自成体用 各自分性情 此诸德之当机呈现 必然如此之具体呈现 如果因其中有情的意义 而可以说情 则亦是即心极理 即性之情 此可曰本情 而不是与性分开的那个情 尤其不是其自身无色 而属于气的那个情 本情以理言 不以气言 即以人体 心体 性体言 而未及心及理 即性之情 此非诸子之境界也 诸子必又以为是魂轮隆动已 然而如果真言道德行为之创生 当然的道德理性真可付诸实践而有力呈现 则必须如此讲实透彻 论 梦 中庸 亦转皆如此发挥 联系 横渠 明道皆相应此意而体会道体 为诸子 与此不能相应 遂转成另一系统 而以 心之得爱之理 之方式说人 依川对于道体 人体已无相应明彻之气会 而只以分解思考的方式 清楚割结的理解成指示理 则其成为诸子之意 心之得爱之理 说人 乃甚顺势而自然者 是以诸子与依川之间 可说并无距离 即有之 亦甚小 诸子时可了解依川也 三十七 穆先生说诸西所说的人 只是诸理之一 其实依诸西之说 人与其他义理之之性的关系 既可分说亦可统说 分说时人义理之各 为一性之德 和说时四德 统于人德 至于性情分说 亦是旧存有论脉络说的性情 并不是旧功夫提起时的主体状态 说的性情分说 此时当然不必再与分说 沐先生批评 沐先生批评诸西分说 心性情理而至性 未外在于心 其实 依诸西之说 说性是理不是心 人是理不是心 是旧概念分解的存有论言 一而说 说主体做功夫 如实则此心提起本具之人 亦理之之性而即执政天理 且沉显此理 此时朱熹一的说 为心极理也 而朱熹事实上也是说过了心极理的话头的 心就是同一个主体的心 性就是这个主体的性 如何说为外在 心统性情就是一个主体的存有论结构中性情皆具于此人心之内 怎么能说是外在的关联的句 沐先生说的外在关联的句是说 只在认知心下而不涉及逆绝体症而说为外 但是这是功夫论的议题 功夫论脉络的说实是有没有做功夫 以至有没有沉显的问题 此时沉显不沉显的状态有其差异 预其成显即是要做功夫 在做功夫时则主体全守此性此理而成一能绝论变身的圣人境界 如此即可转入沐先生说明道实人的注意 但若是在旧概念说其存有论问题时 人自是可说谓就只是性而且是爱之理 沐先生其实是最清楚的分输了诸悉人性爱情说是存有论说而明道实人说是本体论的纵观说 问题只在哲学问题意识的转移而不在任意概念之只能就特定问题而说其意识 但是沐先生自己却总是以本体论的纵观系统次处存有论系统 这才是沐先生言说如学的根本问题 沐先生指以一意说如学诸概念的使用意识 意并非不理解各个概念在不同系统中的疏意 实际上从存有论说诸悉所论之意就是沐先生对诸悉学说最准确的定位 既以清楚定位即以此定位同意此诸意即可 实不必又从主体实证天道的脉络再说诸悉诸意不是此脉络 而说诸悉不能体贴此意 沐先生说恐梦之心事能当机呈现 而批评诸子之说非此境界 逼者以为沐先生说的此当机呈现的疾心 疾理疾情疾人疾天之诸意 是只能就境界哲学的圣人状态而说的 在圣人状态中 圣人之心疾已提起信善之理 因而其情皆发而终结 沐先生说此非诸子之境界 实际上是此非沐先生所引诸悉谈存有论诸文所谈之一题 而非诸子本身的修养无此境界 至于事实上明道 伊川、诸悉、象山、阳明 谁能有此境界 则是另外的问题 事实上是这几位儒学家所谈的问题 是各不相同的问题 明道是谈境界 故而与多元融而合一 朱熹说存有 故而与多分解而独立 但是当朱熹说境界 说功夫 说本体功夫等而有元融之话语出现时 沐先生又不许其说有其意之真定 此时不胜公平之事 说朱熹能成伊川思路是实然 说朱熹反对论梦意 雍周章明道说本体论的创生系统是不公平之事 朱熹有权利讨论新的问题 雍意即有心意于论梦 孟子意有心意于孔子 是沐先生不许朱熹有谈新问题的权利 从本体论说功夫已至境界是一大系统 此臣其然 这是沐先生关切的部分 但是说存有 论意非不能是儒学的意理 这是朱熹人说诸文的问题意是重点 问题意是分解清楚了 即不必为此朱熹不能接续孔梦境界之批评 沐先生一方面认为朱熹谈心之得爱之理的说法于功夫有爱 一方面也明说了朱熹是对一般人的不信任 而提出反对以知觉说人的话 其言 夫由 侧然有所觉 了解人 即是识人之名义 起必 心之得爱之理 方是识人之名义 也 于策然之觉而失存养之功 正是有根本可惧之地 且彼由 心之得爱之理 知说下功夫更为真切 何言 反之于身 悦无根本可惧之地 也 此皆格何太甚 故不能深入心通 也 莫言 所谓天地之用即我之用 代意其传闻想象如此而 时未尝到此地位也 胡伯逢议许臣未到此地位 然是问有几人真能到此地位 此并不爱其传闻想象 所表示之意理方向之为是 何必由人之造意 以衡量其言呼 此意不免有过分轻视对方之嫌也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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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夫诸子之所以深厌 以觉训人 之说 除其误认觉情未至得外 还有一种禅之忌讳之心理 38 穆先生说 由识人做功夫 比由心之得爱之理下功夫 更为真切 实际上心之得爱之理的命题 并非功夫论命题 而明道之识人则确实是功夫论命题 并且依明道的形态 实是功夫以达纯熟之圣境上的功力展现之境界功夫 朱熹自不会对明道话语有意义 但是对他人说此类高明圆容的话语就会有意义 穆先生说朱熹以人肺炎 事实上就是如此 朱熹可以不以人肺炎 但是朱熹不能不担心境界不及之人使用此言而至圣学的灼伤 朱熹关切的是众人之圣学之事 因此制止此类发言 关切功夫四地问题 而并非否定本体功夫的直贯创生系统 亦非否定功夫即是本体功夫即是逆绝体症之路 只是忌讳人病而严谨次第 此症大气量 大格局之如者胸怀 穆先生说朱熹既会入产而总反对以绝训人朱说 这就是朱熹怕一般人拿此些高明话头而自意认情 公私不分而入产病的心态 此臣确然 后人即如此而正面理解朱熹用心所在 并正面理清朱熹所非者在人病而非法病 即的同情的了解朱熹每一功夫四地之路 匡正本体功夫的直解简易之用心 朱熹或有话语过激之诗 但绝非不明一理 庞洛华诗 见到不明 穆先生说人体之客观面 以由主体实践之主观面来证实 而所成之一体实为道德理想主义之真正实现 其言 明道时人篇 underscore 此客观的说者 须由主观的说者来证实 以证实 印证 天命实体及人体 使天命实体有具体而真实的意义 不只是一个客观的说的形式词语 人体与天命实体两者完全同一 其内容的意义完全相同 二 证实 印证 万物一体并非虚说 非只有本体宇宙论的同一本体而说的 一体 之意 此 一体 只是虚的 而且由人者 大人 的真实生命体现这人体而真挚 一体 之实 感通无碍 决论无方 莫非己也 此事彻底的道德理想主义之实现 由此两部印证 即可由 一体 直指 人体之真 即可认 一体 即是 人之所以为体之真 盖人心觉情 自其为 摩索不体 知人体言 它是绝对普遍的 而人心觉情之 呈现 即是 感通无碍 觉润无方的 此即 含 一体 之意 此 含 是分析的 必然的 含 人体之感润无碍 无方 与 一体 之间 并无距离 一体 并非是 人之量 乃即是 人之所以为 体之真 是 人之直 是 人体之 本性本来如此 人体并非 只是 一抽象之理 乃是 人心觉情之 感润无方 人体不呈现 其为体 是 前存的体 而 一体 之实 亦不能有 人体 本身之有 存有之有 是 自有 本有 故不带 体现 不体现 亦不带 亦体 不 一体 自此而言 一体 与 人体 自身 有距离 但就具体而真实的 呈现的人体 言 人心觉情是真实的 存在的人之觉情 不是 前存不显 摆在那里 觉是真实的 存在的 测然之觉 不是 前存不显 只为觉知里 觉心 可能 摆在那里 不动 就此而言 则依其感润 无方之本性 即分析的 必然的含着 一体 之意 此时一体 即与人体 自身 无距离 此具体而真实 的人体 自身 因一体 而后在 同时 一即 因一体 而后有 有即在 在即有 有与在 是一 并无分别 故感润 无方是 人之所以 为体之真 而必然的 所含之 一体 亦是 人之所以 为体之真 古人说 人体 人心 觉情 都是就具体 而真实 的人体 之一说 并不就其 前存 之一说 三十九 穆先生 此文中 极明确的 以行上学 天道论的 命题 需有主观的 实践 来证实 其真 此极 笔者提出的 穆先生 关心的是 证实的 问题 是行上学 说时 有之路 在 如学之 以道 的意 是由 圣人 实践 之而 正实之而 保住 实有 实体 是就天道的 理性 意志 说 人体 是就 圣人的 价值 意 是说 说两者 内容 意义 完全相同 实是 以圣人的 价值 意 是以为 所设想的 整体 存在 界的 天道 原理 因着 圣人 之真 有人 体 发 为 实践 而 正 成 天道 实体 亦真 有 其实 存 者 因此 穆先生 说 形上 实体 必 拉着 圣人 实践 而 说 而 圣人 实践 实是 意 功夫 境界论 的 问题 因此 笔者 说 穆先生 的 形 上 学 系统 中 含 设 了 功夫 境界论 而 为 一整套 系统 否则 所 说 之 形 上 实体 变成只是一概念的设想 经因圣人之践行 而使天道实体有一作用之真实而宣说 因此以圣人实践人体之作为集成了同时是本体宇宙论的形上学意义 同时是社会实践的圆满完成的功夫境界议 因此我们可以说穆先生是把社会实践的活动结果置入形上学理论建构之中 结果穆先生谈的是圣人的活动 而不只是儒家的形上学 形上学理论并和圣人实践活动而成为形上学理论 穆先生强言古人说人体一定是就着具体而真实的人体之一说 并非就朱熹所讨论的存有论的说前存之一说 其实 古人说人当然是要要求主体实践的 但是随着哲学问题意识的发展而有心意的提出也绝对是必须的 说本体论意的人体是为一价值意识而为天道原理是说人的意义 说功夫实践意的人体的在主体上的提起的境界状态也是说人的意义 说存有论的人体的作为性及理的意义也是说人的意义 穆先生强调其必有真实实现的意义 此事就圣人境界说 说圣人境界之人体而说未必然呈现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就众人之人体而言因其尚未实现但却亦前存的有故而只在存有论的前存上说亦是应有之说 就众人而言之上在前存故应做功夫以实践之之说者此说更能于功夫意上得其凸显 而为说功夫之实践之必然性之要求及必诚信之保证之意 而说其性及理之性善论的存有论 此一说法事实上更具有现实的功能 是为意要求任何人皆的作功夫的理论上的需要 依穆先生所关切的圆满的系统而言 从头至尾就说哪必然实现 已然呈现的一体之人体者 反而是只能说未圣人境界 只能说到天道理体自身 而不能及于一般人 此意是行上学的被证实未真之缘满意故无误 但是儒学不可能只谈此主体气圣境之一意而已 这样的说法是穆先生企图正说如学 作为一说时有之学是意中西哲学 比较中之优异之学之心态下的强调 此一强调意是穆先生有所创造于中国如学的重要意理 但是不必要因此牺牲珠西学之若干部分意味 有意义有意义的理论建构 而强说朱西学思之为非是 穆先生甚且直指朱西是不喜谈主体活动的 其言 原朱子所以故意这样文治料度一指在不喜旧主体 观时自己处置本心成漏 言人体而 一 不喜旧主体言 二 不喜言人体 四十 笔者要强调的是 朱西没有不喜旧主体言 朱西亦有众多旧主体言之本体功夫的话语 只是朱西未至指一般学者就知觉任意上说人 而转到先从存有论思路定义人概念 再转出从功夫四地脉络说本体功夫的讨论而已 穆先生对于朱西批评他人言人之说法 为静禅之事极为在意 穆先生皆以之为朱西不解逆绝体振之功夫 其言 盖朱子是 于实际见旅中就主体而体振人本体心 未禅 实则此只是反身逆绝体振之方式内容相同 并非内容意义 且要处相同 若因方式相同 即认为是禅 则 反身而成 乐莫大焉 知全部梦子学皆成禅 您有思理耶 朱子与此何不自反乎 如这言心言性 称为内在而固有 于此建立真正道德主体性 若不采取反身逆绝体振方式以肯认之 进而体现之 试问 人才取何方式以体振辱所宣称为 内在而固有 知道德主体 心性 以明其为本有耶 朱子与此总不回头 全走平至顺取之路 难怪其言性最后只成一个消融于太极之普遍之理而平质在那里 四十一 穆先生已如者说于识人 觉人之语未与禅家行事相同 但价值亦是不同之说 笔者完全同意 但是朱熹对于此类话语之批评禁禅 皆是就说此话语者知识正不足 以致话头落空而批评的 亦即皆是批评人病 而朱熹所提之观点则都是切实笃行的时工 四十二 穆先生时不必指责朱熹 只在反对于实际见旅中就主体而识人体而 四十三 穆先生说逆诀体正为自律功夫 说逆诀体正才为真道德 因此主张必须确有一道德本心 但为正说此逆诀之本心如何而有 则是诉诸主体的自我不安之体会 所以比这说穆先生一直是在证实道德本心的实践活动 意上说道德本心作为行上实体的思路 其言 凡由心之自知而言逆诀体正者 皆是就自觉地做道德实践之功夫言 亦皆是就对这不自觉的顺悟欲气致之思滚下去 而并不知何者为真道德 而说 如果道德行为真是自发自律自定方向 而并不为任何条件所制约 则自觉地做功夫乃是必须者 唯有通过自觉地做功夫 方有真正道德行为之可言 如果真要相应道德本性而自觉地做道德实践 则必须承认有一个自发自律自定方向 而非在观觉感性中受制约的超越的道德本心而后可 Undersc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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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此可问 真有那样一个自发自律自定方向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本心吗? 茫茫生命海、波涛汹涌 何处寻觅此纯净的本心? 如能指正之乎? 如所说之真正的道德行为真可能吗? 四十四 是以当一个人迫切的期望有真道德行为出现 真能感到滚下去之不安 则此不安之感即是道德本心之沉漏 再次有意觉醒 当下抓出此不安之感 不要顺着物欲再滚下去 此时是要停一停 停一停即是逆回来 此时正是要安静而不要急破 停一停一回来 此不安之感即自持其自己而突现 不顺着物欲流混砸在里面滚下去而成为流逝而不见 自持其自己而突现 无人即顺其突现而体正肯认之 认为此即无人之纯净之本心使真正道德行为未可能者 此种体正肯认可 此种体正即逆绝的体正 一曰 内在的逆绝体正 即不必离开那滚流 而即在滚流中当不安之感呈现时 当下即握住之体正之 此即曰 内在的逆绝体正 但是即曰 逆绝 不安之感停住其自己而突现 此即是一种隔离 即不顺滚流滚下去 而舍离那滚流 自持其自己便是隔离 此曰本心之提出 此隔离之作用即是发现本心自体之作用 有隔离 虽内在而易超越 四十五 穆先生要谈真道德行为 这当然是如学要意 本意 和心意 终极意 在道德实践之时 也绝对应该是主体自律自作主宰的意境 主体于此时当然必须认定 当时有此一主体自觉之本心 然而此一自我认定是一功夫活动的意志 以谈活动状态中的主体的人体的活动意 而未形上实体的实证是当代新儒家的思路 问题只是穆先生一往直前的就只认定这个脉络的如学意理 而对于存有论的讨论皆已不能正成此实体而批评诸锡学说 此笔者所欲为诸锡辩证之处 穆先生说逆绝体证的话语在本段文字中是说得极详的 此说反而见出穆先生是以主体在不仁 不安的状态中的感悟此不仁 不安而当下逆反 当下提起自证人体而为功夫本意 实际上孟子上言 扩而充之的功夫即是由性善本体论的依据而直上提起 而为扩充而非逆反 笔者亦非欲以孟子说 扩充反对穆先生说 逆绝其实扩充也好 逆绝也好都是本体功夫 然而穆先生此种对于主体的有恶之不安的察觉 以为本领功夫之说法 正预设了主体有不仁的状态 而更见出诚疑 诸锡言与理气善恶诸存有论说法的理论必要性 而穆先生以对准功夫实践以正成人体一路 来驳斥诸锡说存有议分析本体一路 实无其必要 本文中见出穆先生对于功夫实践中主体 由不安之自觉而自律提起 而呈显人体而为一体的路径 言之甚深甚详 以及由此见出穆先生一直是在谈活动 是并和活动而语 谈活动状态中的主体的人体的活动意 而为形上实体的实证是成立的路 行上道体同意其谈 是把实践证成与道体意理事为仪式 反而排斥了指说道体的存有论思路之种种意 而穆先生又不断的说诸锡存有论进路说人体 道体之意指成了他律的功夫 其言 诸子力斥此 观心 知意 旨在误解假能所为真能所 而又不识逆诀体正是自觉的做功夫之本质的关键 故不敢由逆诀体正言人体而立反之 因而意忠于不识人体为何物 此路一堵诀便总不回头 而只走其顺取之路 只顺心用而观物即曰顺取 故其正面意思只是以心观物则物之理的 本心以穷理而顺理以应物此即为顺取之路也 如是心只停在其认知的作用 而永远与物未对以成其为主 此非本心人体之为于目不已的创生大主之意也 故其顺理以应物之道德只成为他律之道德 而非自律之道德 此其所以不实体也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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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故为言逆诀 然其所言之人如自人道而落实于人心觉情上说 则一切指点皆是在 即功夫便是本体 中体现此体 同时即是体正此体 因而逆诀 因而逆诀体正为其所必含 孔子本人只是 即本体便是功夫 即功夫便是本体 知如如呈现 然而后人未至此境 如想自觉的做功夫 则先说说此逆诀的体正以实人体 须先实人 先实人之体 又有何妨 此不得动者以孔子为言为言 而无人意总不能把孔子之人 只视为平质的普遍之理也 四十六 穆先生说朱熹走的顺取之路 是就他的做功夫由不安而逆诀之 对立面而言的顺取功夫 实际上穆先生所有言说朱熹 顺取之路的话语 要么不是朱熹在说功夫的话语 而是在说存有论的话语 要么朱熹的话语意思不是 是穆先生所解读的指认之不实践之意 对于穆先生以之为朱熹顺取功夫的话 穆先生自己明确的说这些是存有论 而不是本体宇宙论的纵贯纵说系统 问题是发生在穆先生的纵贯创生系统是并和功夫 境界论一齐而谈的 所以以为存有论中所谈论不到的功夫论问题是此一系统的缺点 顺取的谈存有论当然就是就着认知意义的脉络 谈的道体、人体、心体、性体诸意 本就不是作为功夫论的谈 问题是穆先生又以此种非谈功夫而为概念认知的存有论系统 总是为一种功夫并称为顺取的进路 以有别于它的逆绝之路 其实 言于功夫只要谈本体功夫即可 说为本领功夫意的 说为逆绝 说为扩充 说为求放心 都是本体功夫的话语 本体功夫无需定为只是逆绝一路 成好不就甚至说的 不需防茧、不需穷索 的话以谈境界功夫的观念吗? 而穆先生又以他所定义的顺取之功夫为他律道德 此时不能切合诸悉之意 以认知心与物畏对说为外在 说为他律实事将存有论的认知活动 说成了功夫论 本就不是诸悉之意 又何来功夫的他律呢? 说循子的理意外于人性而为他律 说董仲书的天意志以为君王行人正的要求 而为他律皆有有可说 但是说诸悉在谈存有论的话 而变成了他律功夫实在是一理措置 问题是发生在 诸悉说存有论的话 确实只是认知活动 而诸悉说功夫问题时又因着 大学文本诠释而说功夫四地问题 而说仙格物穷理在城镇修齐治平的话 穆先生就将仙格物穷理与指说概念定义的存有论思维 为诸悉对立于逆绝体症的顺取之路 只管认知故事外部他律功夫 笔者之意即是这些都不是诸悉的意思 而说道功夫 诸悉的功夫论意是逆绝体症的本体功夫 而功夫四地并不是与本体功夫对立的另一种功夫 文中说孔子境界高 故而即本体即是功夫 而一般人做功夫时需为逆绝 明道之时人即此逆绝 此些话语皆是可说 笔者并不反对 但实意无需将逆绝之说说成了与顺取之路正面冲突 而批评诸悉是他律功夫 因为并没有顺取功夫之珠西本意这一回事 沐先生在谈人说时也转入中和说中言含养茶时功夫是以教育程序取代道德实践的讨论 并批证大学之行之次序 其言 朱子中和新说成立后 由中和问题言先涵养后茶时 以小学大学位比配 经言之行问题 经言之行问题 亦以小学位 涵养见旅之有素 中和问题本是内圣之学之核心问题 由此言功夫如涵养茶时之类 本是自觉的做道德实践 成体启用上之功夫问题 而经拳外转而全就教育程序上言 此为问题之其初 如是中和问题上之涵养乃成空头无识者 只如小学之涵养见旅有素 之养成好习惯 而茶时一圈外转而为格物穷里以致其之 四十七 故大学之书 虽以格物致之未用力之始 然非为初不涵养见旅而直从事于此也 又非为物为格之未至 则亦可以不成 心可以不振 身可以不修 家可以不齐也 但亦为必知之志 是 然后所以致己之仁者使有以尽其道尔 若曰必四之而后可行 则夫是亲从凶 臣上皆下 乃人身之所不能依日废者 其可谓无之未至 而赞错以四其之而后行灾 四十八 沐先生说综合问题为内圣之学的核心问题 是谈自觉的做道德实践之功夫问题 其实这是沐先生诠释的角度 综合问题可以谈自觉的做道德实践问题 也可以谈道德实践的次第问题 也可以谈形上道体的存有论问题 作为文本诠释本就不止一意之可以发挥者 非必要和一才是文本诠释之本意 至于本体功夫之应为沐先生所说之意 比者亦毫无疑义 只是功夫四弟 则应有平日涵养及灵士茶食之珠希之说 亦无有可以反对者 珠希就文本诠释谈功夫四弟 这是一种问题 沐先生就文本诠释谈本体功夫 这是另一种问题 就什么问题该怎么谈而言 沐先生所谈皆如理 就文本诠释之应为 必为 只能为谈什么问题而言 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至于沐先生批评 沐先生批评之说中之涵养为小学功夫 此中没有主体自觉 故而只成空头功夫 又批评茶食指示作格物置之 故而是外部功夫 逼者以为 沐先生以教育程序非道德实践之用 与实施过度用力之说 沐先生所言之道德实践就是主体当下的自觉体正一意 朱熙言于涵养时 岂能无此意义 言于茶食时岂能无此意义 教育程序中的所有程序 岂非即是道德教育 如学是没有道德教育以外的教育的 因此说朱熙是谈教育程序是可以的 说朱熙的教育程序不是道德实践是不可以的 沐先生批评朱熙强调革智 以智之为智即亦不能成 此说是不成立的 此事朱熙自己处理过多次 都极力明讲智之必同时含着实践 知多少就实践多少 绝不可以上位晋之便借口不行 但确实是要有完全明白才可能有完全成熟 不成熟的圣贤大业 朱熙说致知是就者实践之于家国天下的规模 说的 亦成亦须就者是知处理而为其成 是知处理须有知之言义 为成就家国天下的事业 而行之而完成之 但是一般人呢? 问题绝不只是一成不成的问题 这还涉及了一般人对于事情的知不知的问题 因此要从格物置之的次第一路下来 沐先生所说的主体逆绝体症的道德活动确实是一切功夫活动的根本意 但是在大学八目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此一逆绝体症的本体功夫活动的具体操作项目 一切都是本体功夫 但本体功夫中是有次第问题的 这就是笔者解决这个冲突的根本立场 朱熙在谈大学文本诠释的功夫次第问题 沐先生在谈任何人特别是圣人的道德意志的提起的实践问题 而儒学都是就着社会角色扮演以至平天下的圣人理想而说的儒者事业 此一事业是现实实践中事 须有次第 须有知识 此事真真实实 故有 大学 八目之次第功夫之观念提出 并非为改道德意志为非当下逆绝体症的意义 是沐先生只关心这唯一意义 故而将朱熙说次第的功夫论的话语 视为朱熙不解本体功夫的意思来解读 沐先生十分执意的以朱熙说 大学的格制功夫是以外部的功夫而非孔梦本质 提已经不是一成不成了之完成者行之可能说的的一故而只成空头功夫 其言 然则朱子是小学为涵养 且为以能 持守坚定涵养纯熟 实为不足是以 朱子以小学为涵养时期 以大学格物制之之之之至未查实时期 此事以教育程序比配圣贤功夫之竟得 此事一般的外部的知行功夫之陈述 非孔梦求人求放心之之之也 四十九 沐先生说朱熙是小学涵养已能持守坚定之说是不足是的 笔者不以为然 原本小学涵养即是为着涵养道德意志而进行的 而古人与小学涵养已熟 而至十五、二十时即进行革制成正修其至平的大学教育 这确实是一个教育程序的课题 但是于小学时以涵养得道德意志 纯熟了却是教育目标所在 不知沐先生依何所具而能说小学涵养是不足是的 沐先生说的不足具 应是就他自己所全解的朱熙说涵养的理论是空头的说法 而说为不足是的 但那本就是沐先生自己的过度诠释 朱熙的小学涵养即是涵养那茶实底 即是涵养的道德本心 没有理由不信任朱熙说的小学涵养 就教育程序言 小学有小学的课题大学有大学的课题 而且并没有哪一个课题是外部功夫的意思 沐先生此说即是以朱熙之说大学的智之功夫 为止限于之而不急于行 而说为外部故而非恐梦求人求放心之说 比这以为不然 事实上朱熙说智之事 以及于修其制品而为智之之完成 因此并没有止之不行的问题 而恐梦求人求放心是谈的主体的价值意识 若要追究此人心在现实的完成 则亦必及是大学之言于家国天下之完成而无一意 所以大学的课题也需视为是恐梦之发展的课题 而不是背离恐梦说主体的道德活动要求的方向 沐先生以朱熙之说只是教育程序而非道德活动 笔者也不以为然 达到圣贤的境界是需要教育程序的 藉由教育程序时及而上而至圣贤境界 但是圣贤自身确实已无需多做功夫了 其以为即本体即功夫即功夫即本体的境界 需要做功夫的都是一般人 则谈功夫修养理论时 岂能不严私教育程序之事 而教育程序中之每一程序皆是为着 成就圣贤人格的道德实践的项目 一级都是本体功夫 其实只要沐先生能突破功夫四的即是本体功夫一节 则这许多的批评纠缠皆可化销了 事实上即便是圣人自己成圣的过程 其不也是从格制成正修其至平依序而来 也不可能有未能穷理极的至平的圣人 沐先生关切主体道德意识之提起一意 无人反对 但是珠希关切一般人自小学寒养至大学查时 而有格制穷理以至成正修其至平之现实事业的完成活动 又有何错误 何须紧抓逆绝体正一意而言此反对之 珠希所言之涵养 查时皆是本体功夫 只应必须强调平时及临时时之两面皆是做功夫 故为一程序问题或次第问题 沐先生时无需以次第问题非指指本体功夫问题而否定此意之宗旨 沐先生言求人求放心自能知识之非 并以此意批评诸希走上大学格物穷理之说其言 求人求放心 识人体 非恐梦立教之本之乎 人与本心而可以外在的求之乎 然则逆绝体正义之之 此其非圣门授授之主观的说得机窍乎 测然之觉 非测之感 一旦呈现 自然之是之非 知善之恶 当测隐则测隐 当恭敬则恭敬 当羞恶则羞恶 当是非则是非 耳自聪 目自明 是清自能孝 是凶自能抵 此事本心之佩然莫知能欲 亦是人体之余目不已 但其外转的评说 顺取之路 所成之义理规模 却远于恐梦之精神 反不若其所斥慰 禅者之为敬也 Underscore Underscore 诸悉自喜评说 但其外转的评说 顺取之路 所成之义理规模 却远于恐梦之精神 反不若其所斥慰禅之皆敬也 五十 穆先生所说的这种 一旦呈现自然之是之非的状态 或者是就圣人境界说的 或者是就一般人灵事时的提起了价值意事时说的 如果是就一般人的对事物之处置之常事性知识之言议 那就不是提起价值意事即可却断了 朱熹要谈的是在大学中所讨论的家国天下的具体经营知识以及灵事的道德意志 这一部分的格物穷礼的研议功夫是绝不可忽略的 朱熹依据大学的提起而未认真的强调 此意必须是儒学的重要功夫一指 朱熹强调此客观之事 并和主观价值判断的格制穷礼功夫 并主张至之虚即行之才为至之之完成 因此本来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功夫理论 其强调于功夫四弟的重点 并非为反对圣人之即之即行的可能 而是为反对一般人为至圣禁意不言一即发为行动而说的 因为此时造成盲行的情况所在多有 故而严格要求必须格物穷礼为行动之先的次第功夫 其说十分合理 绝不背离孔门 更不能说禅学反比朱熹更近孔门 此时是穆先生言之过当之说 穆先生说朱熹这些利论的形态不能相应孔门的最高形态 其言 无如此厘清 于朱子病魔所损 无只明确地恢复其为横射形态 如其自信而见其价值 其系统非纵贯系统 并非极无价值 但以此为准而是纵贯系统未禅 则非是 于此见朱子之所以伟大以及其所以不足处 朱子之学不是能相应孔门之交的最高综合形态 最高综合形态是在以纵射痕 融痕于宗 五十一 笔者以为朱熹并没有斥责纵贯系统未禅 朱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纵贯系统 朱熹是斥责一般平庸的学者说些高明化 与实的自我心境状态于道德意识一提起不够故斥其为禅 穆先生架构起纵贯系统而为意理想的最高综合形态 此一形态却是说圣人境界的 孔孟自己自视圣人境界 但要一般人达到这个境界在功夫上是需要次第的 次第中是需要穷礼的 朱熹发展了孔孟之学的一个必要的录像 穆先生为回应西方哲学于形上学不能实证的缺点 而以如学圣人实证之意而说为道德的行上学 而为行上学的可以实证之形态 而为行上学的圆满 而强调定如学宗旨于说圣人境界的 即本体即功夫即即功夫即本体 却也因而知解拆离了言说存有论及次第功夫的朱熹学说 因此不是朱熹不是孔门的最高综合形态 而是朱熹多了一些理论形态 而这些并非穆先生所关心的问题 穆先生关切到了孔门有言说于圣人境界的形态 但是孔门也无需拒绝言说存有论的形态 及言说功夫次第的形态 至于圣人境界的形态 朱熹一样处理到了 所以也不能说朱熹就是只是存有论及功夫次第的形态 以上意见在前面诸多讨论中笔者皆已声明 但是这里有一个新的问题 即穆先生所说的纵的与横的形态 其实是不能互相融设的 穆先生所说的纵的形态 一笔者的术语使用 即是本体宇宙功夫境界并何谓一的形态 横的形态即是存有论及功夫次第论中的格物穷理功夫形态 其中的存有论本就不是在实践的脉络中谈 因此没有所谓的以纵射横的可能 这就是穆先生也把存有论当成了功夫论 而为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中的异形了 至于格物穷理的功夫次第问题 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横射系统的功夫论问题 而有别于本体功夫的纵贯系统 格物穷理就是含射者之行唯一的完整的 大学教育的功夫理论 亦是一纵贯系统 朱熹根本也没有穆先生所谓的横射系统 也就是说 穆先生以为的纵贯系统就是说的圣人境界的系统 就是这种哲学问题的圆满形态 朱熹不是在谈论这种问题 并不是在否定这种形态 而是另一种独立的中国哲学的行上学问题 综合问题之参究与人之问题之论 便是朱子思想分建立之过程 一般人呼之而不讲 遂至横射系统与纵贯系统之差异恍恍遥荡而莫辩 也若为朱子未得其极大臣之政 其余皆偏差而幼而又可有可无者 而于其后来之则是陆向山岁亦不能的其十亦究何在 也若只是道问学与尊德性之积轻积众而 朱子后半段之论敌是陆向山 但在此期间朱陆之争辩已不是客观义理问题之论辩 而指成态度方法入路之相斥则 而向山则学无师臣乃独孟子而自得之 向山对于朱子与湖相学者之论便似摩所知 或至少不曾留意 而湖之会朱子文集与语类皆无记载 而只见之于向山语录与年谱 此见此在向山未得意之笔 而在朱子虽受刺激 却似不胜重视 而只赤其为禅与空疏 此后朱子一直赤向山未禅 而向山则赤朱子未知离 不见到 双方一直无客观义理问题之论辩 而只各据其成熟之见以相斥则而 此种不弃之酝酿后来爆发而为太极图说之变 但此问题之变 严格讲已不是客观义理问题之论辩 只是不相弃之借题发挥而 若只救太极图说之真伪问题 以及对于无疾而太极 亦与之体会问题说 可说向山是失败者 是以此问题之论辩并无积极之价值 于朱子思想之形成亦非本质之关键 而向山虽在此失败 亦不影响其学路之正大与健康 因向山对此行上学中之意理本无多大兴趣 此故其不足 然亦无 于其根源方向之正确 以此观之 诸禄间之相则斥 以及对于太极图说之论 便不是朱子思想 所以形成之本质的关键 与相互细学者之论 便却是积极者 此虽误解 一般讲朱子者 对于其中和问题之参究 与人之问题之论 便完全模糊 甚至一无所知 只就其羽类之前六卷 随便真影 犯未猜测符说 而又只注意诸禄之同意 而又不争之其 所以痛意之时 亦究何在 此在理解朱子上 可谓轻重本末之道志 而且舍其重而就其轻 五十二 以上对穆宗三先生讨论 朱熹人说进行了方法论的反省 以下再讨论穆先生对朱熹行上学说的其他主题 九 心性情说的批评及反省 张宰言心统性情 朱熹皆续此说而大力发挥 说道得实践主体的心具有性与情的存有论的结构 性是本具的仁义理智的善 情是主体在心气活动中的状态 此说还硬并和才气欲等概念 以共构道德实践主体的存有论架构 说道德实践主体的存有论架构 还是为着道德实践而说的存有论讨论 存有论的讨论自然不是说明主体实践的本体功夫 但是无需以不能做逆绝体正的功夫批评之 亦不需以此意存有论的分析极必然导致功夫 只是格物穷理的认知行为 十 理气说的批评及反省 朱熹的理气论是对于整体存在界的所有存在物 进行存有论的解析 说一切现象中的存在物 不皆是有着理气共构的存有论结构 以人而言 理气论的更细分为 心性情才玉气等架构 沐先生以朱熹的理气说的 理气论的形上学不能体现道德创生意 朱熹说的理是一结尽精为的存有 是不动的 这是存有论的讨论 至于进入功夫论的讨论时 朱熹即言于心即理 即主体的心之全服如理而即理 并无不能谈逆绝体正的本体功夫的问题 此外 沐先生因着晚和所有哲学基本问题为一问题 因此不分本体宇宙论及功夫境界论 因此以天道的创生及圣人的参赞化欲为一世 因此对于作为洁净空位且不动的朱熹 对理概念的存有论讨论 便被沐宗三先生批评之以为 只存有而不活动的理 其实 活动的本来就不是理 而是假设中的天道与现象中的圣人 理之活动是作为主体的性体 而由主体提起之而活动 或是作为天道的价值意识 而由天道整体的活动 将理视为天道的理体的时候 理是在活动着的 此时之理是意天道的本身 问题不是理概念是什么的问题 活动不活动的问题 而是哲学讨论是在谈什么问题的问题 哲学讨论谈的天道的活动或圣人的活动的时候 此一活动是依理寻理而动 动的还是天道及圣人之本心 理是以价值意识 是作为天道的价值意识之特质之本质而异 并称于天道概念内实才说其动 理自身作为一思辨的对象 而讨论此一概念的特质的时候 因着仁义理之之为恒久不变的价值意识 而为其不动 天道秉持此一恒住不动的仁义理之的价值意识 圣人意秉承此一性体而为其实践的行动 动辄是天道是圣人本心 只当说本体的天理说 宇宙的天道说主体的本心说 境界的圣人被穆先生并合在一道德的行上学系统中说时 此一论说道德创生 圣人创造的行上学系统才全体皆动了 实践的谈食理动了 存有论的谈食理不能动 不是理概念需不需要动的问题 而是谈什么问题的时候 后设不涉及动不动的问题 十一小节 对于穆先生讨论诸锡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时是关乎当代中国哲学诠释系统的一大关键问题 穆先生时有创造于儒家哲学的心意里 但是也有过度强势的意见 本文重点在指出 朱熹说人 说心性情 说理器的存有论问题 不必跟实践哲学问题做较尽而至对立 应独立的讨论及理解其理论功能 而朱熹说功夫论 而朱熹说功夫论的问题更无需置入存有论 以为同一系统而至存有论问题 亦是混乱 朱熹说的格物穷理就是功夫四地中的一项目 并不是唯一项目 更不是指之不行 将朱熹学说的问题亦是离定清楚 还原朱熹学说的理论地位 准确理解及诠释传统中国哲学各家系统 正是促进中国哲学当代化及世界化的重要工作 1. 书不知其基本观念之己为处 如此说或如彼说 此在意理形态之系统上有决定性之作用 页65 2. 朱子常自慰时肯下功夫去理会道理 无切自慰意时肯下功夫去理会朱子 3. 问题不在其禁设系统本身有何难了解 而在其基本观念处常与纵观系统相出入 相划转 仿佛相类似 而仍不亦查之而 页64 无畏此困惑甚久 累年而不能绝 页65 3.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第三册 页68 4.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页67 5. 穆先生讨论的中和旧说集是此篇 此篇亦是颂缘学暗影珠希中和说四篇之第一篇 6. 页73 7. 页74 8. 页75 9. 页75 10. 页83 11. 页106-107 12. 页107 13. 页107-109 14. 中和旧说 依其词语之细落与肩架 其所应含之毅力方向自视纵冠系统 128. 页118 15- 因其良心发现之为,猛性提斯,使心不昧, ses做功夫 dig本领。 本领纪律,自然下雪而上达矣 若不察于良心发现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 夜121 16,夜121 17,夜122 18,夜130 19,夜132 20,诸子与类,卷第六十二,中庸一,第一章 21,夜135 22,夜137 138 23,夜138 139 24,夜139 25,夜141 26,夜143 underscore 144 27,夜144 27,夜144 underscore 145 28,夜146 29,夜190 30,夜191 31,夜210 32,夜232 32,夜232 underscore 233 33,夜241 34,夜242 34,夜242 35,夜243 36,夜251 36,夜251 38,夜281 38,夜282 underscore 283 39,夜286 underscore 287 40,夜316 41,夜322 42,参见穆先生引诸西语 大抵向来之说皆是苦心极力要识人字 故其说越巧 而气象越薄 近日纠观圣门垂教之意 却是要人攻行实践 执内圣思 使轻浮刻薄 贵我见物之态 前消于冥冥之中 而无知本心魂厚慈良 公平正大肢体长存而不失 便是人处 其用功着力 随人浅身各有次第 要知 须是力行九熟 时到此的 方能知此意味 盖飞可以想象一度而知也 夜320underscore 321 43,夜321 44,夜337 45,夜338 46,夜341 47,夜345 48,夜345underscore 346 49,夜350 50,夜351 51,夜352 52,夜353 53,夜354 232 C1789 A613 FDB432 548 D690 5549 E925 Bed72328 C2 C2 D3 EAFB645 B116 CA9 C9 B480 FB4 EFC2 323 078 F37 A5 C8 93 E0 F103 F7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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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 C2 C8 C7 C7 C9 F8 F8 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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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 C8 年龄三十四FEDB六十一年四月九十五 E14D六百四十C0003 HIGHTS6-121-697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示意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析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 如学的理论建析 冯友兰 真元六书 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 真元六书 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诸希与成一之大学诠释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希与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诸希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m H. Fin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摘要 方东美先生在许多作品中都集中地讨论到了中国形上学及中国宇宙论的观点 而在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新儒家哲学十八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华言宗哲学 几部著作中则是集中地讨论中国儒士道三家的一理系统 并且是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这三家哲学学派的形上学系统的观点 本文之进行即将首先探讨方东美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 宇宙论等基本哲学问题的概念定义 以及透过方先生对中国形上学的一理约定而指出他的方法论观念 这是作者对方先生的哲学立场全表赞同的部分 并将适度地以作者所提的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位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进行比较与修正 其次将九方先生在如是道三家型上学体系研究中所发表的若干观念进行讨论 这是作者将提出的方先生的诠释观点中 有值得改进的部分 作者亦将以方法论反省的工作方式对方先生的观点进行检讨 关键字 方东美 中国哲学 方法论 形上学 境界哲学 一 前言 方东美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整体都做了许多的讨论 表现在他的诸多著作及上课录音稿的整理作品中 但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最有特出的地方还是他对中国形上学体系形态的观点 本文即将针对方东美先生对中国形上学理论形态的观点进行方法论的反省 指出方先生对中国形上学观点的优异之处以及若干值得商榷及改进之处 2.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检讨 形上学一词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哲学词汇 先不论当代西方哲学对于形上学这个哲学词汇的诸多争议 即便在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中对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概念使用 即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就已经充满了奇异 2.木宗三先生一生的努力工作可谓即是为捍卫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而奋战 他所建立的是一个道德的形上学的儒学中心的诠释体系 3.劳斯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 一书一可谓为建立中国哲学的诠释体系而做 但是他却否定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建构之路 而以新性论中心的诠释架构作为中国哲学体系优劣的方法论判准 4.这些都是针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问题的当代观点 1.解决中国有无形上学的问题在于明确化中国形上学的意理形态 然而,更重要的是 究竟中国哲学有没有形上学这个问题本身却又是一个更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 包括方东美、穆宗三、劳斯光诸位当代中国哲学家基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否定的 差异指在对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理论性格的方法论观点的不同上 以及对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体系优劣的则取及诠释的观点上 就作者的立场而言,对于中国哲学有没有形上学以及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可不可以是一套哲学知识系统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意最终必须诉诸于对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意理性格做出决定后方可解决 以及借由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思维的意理形态 准确定位中国哲学的形上思维的知识性格 从而使得这一种形态的哲学建构取得作为哲学知识的合法性定位 然后再在这样的脉络下讨论及理解及诠释中国哲学各家学派的形上学系统的知识性内涵 二、方东美所论知中国形上学时为一套境界哲学 作者以这个立场来检视方东美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意理性格定位时 则对于方先生在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意理性格的基本观点即是全服的同意并接受的 方东美先生为中国形上学的意理形态所作的定位 基本上即是将一套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一套论及整体存在界的知识体系 五、并直接以形上学词汇称之 方先生对于传统西洋哲学在中文形上学词汇意义下的定位是一套与人生活动无关的 超自然形上学或超觉形上学 而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则是一套人生活动的理想境界 故而以超越形上学 称之指的是人生的价值理想可以超越到理想的境界 而就这个追求的活动是人生的活动而言 这又是一套内在形上学 指的是它是在人生的活动中由人来实现的理想 所以超越者是指超越现实达到理想 内在者是指内在于人由人彰显 六、就中国哲学的特质而言 这样的陈述是完全符合事实的陈述 因此中国哲学的形上学 以及是建构一套人生活动的价值追求 所需根据的整体存在界的终极理想意境 中国形上学中对于整体存在界的观点 于是成为了一套价值理想的实现的境界 七、作者所提出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 基本上都是一套境界哲学的观点 即是与方先生对中国形上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八、三、境界哲学的实义是主体境界的客观化 我们所谓的境界哲学的意思是说 中国如是道三学的一理建构 终究言之即在为了人生理想的追求而说明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 借由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而呈现人生追求活动的理想价值其向 经由理想人格的实现而与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化为同一 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即由人之实践活动而彰显之 所彰显者即是人在天地宇宙中的整体互动下的天地人整体意境 因此言说整体存在界即在言说人生活动的终极理想 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的言说 乃完成于作为人生终极理想的境界言说中 因此世界的意义中蕴藏人生的理想 人生的理想里彰显世界的意义 这个意义的彰显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构作的标的 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意义是植物与宇宙存在的知识架构中 就此而言 如是道各有一套对于宇宙存在的知识性预设系统 亦从中截取其植物所得的本体意义 而由人的实践活动中彰显这个本体意义 使得人的存在与宇宙的存在有了意义上的统一 于是论于宇宙存在的终极意义 及语论于人生理想境界的达至知识 有着共同的论理脉络 于是世界存在的意义上的客观性 其实是立基于人生活动的主观价值 因为那个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本体原本就是来自于 中国哲人的植物关节的结果 所以形上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成型 其实就是在于建构人类植物关节于宇宙 终极意义的理论内涵中 因此是一个人类的实践理想的终极境界知识 因此中国哲学的形上学集是一套套的境界哲学 方东美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 意义理性格的言说 以及此意 9 问题是在从方法论研究的角度言 我们必须要追问 这样的形态的理论活动的真理性格的问题 以及它如何完成它的真理系统的知识定位的问题 为面对这个问题 木宗三先生及劳斯光先生都有所用力深言 作者亦提出一套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作为一套方法论的根据来深究这个问题 10 方东美先生对中国形上学的贡献 在于准确相应地说出了中国形上学的意理特质 随后即直接进行这样的理论系统的内部意理诠释 即是他对中国如是道三学的形上学系统的知识性说明 然而就方法论研究的理论关怀而言 方先生则用力不多 这也就导致了方先生对于中国如是道三学 作为一个个的知识学统的体系性格有着诸多的混同位一的现象 一级在如是道三学一同之判定上 方先生多言其同 少言其意 致使三教之别一之分判不易见出 4 境界哲学的知识系统是架构在本体宇宙功夫境界四方架构中的 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基本上是一套套的境界哲学的知识性格的立场而言 它的最终作为真理系统的方法判定乃在于对于这个天地世界的宇宙论知识系统的正确掌握 以及由中而植物的终极本体意义的正确理解 从而合理的推演出的人生实践活动中的功夫哲学与理想完美人格的境界哲学 并且要就这宇宙本体功夫境界的四方架构在推理系统上的一致性来追究其知识体系的成立于否 经由这样的体系建构历程 才能使得这种境界哲学形态的中国形上学有益清楚的知识性格 从而取得了说明中国哲学这种人为的主观实践活动的客观依据 以及使得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成为一套知识的体系 而得以说明中国哲学对于人生理想的追求的合理性 五 境界哲学的最终正立乃在经验上的实践活动 接下来的一步才是针对中国哲学到三学在各自一理系统内的知识内含进行知识的检证 此即借由哲学到三学的实践功夫的经验结果来检证他的形上知识系统 因为这些形上知识系统的建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说明这些实践活动的合理性根据 因此这些实践活动的成就必然就成了这些形上知识系统的根本成立的经验保证 当然也就在这个检证活动的方法论意下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知识系统是和他的功夫哲学以及境界哲学不可分割的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地是以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与境界哲学四方架构来论说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体系的缘故 当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意理性格是以这四方架构来定位时 那么如是道三学的意理形态的一同之间即意应以此架构来做区分 更重要的是如是道三学作为一套知识系统的真理性格也要以此架构来判定 并不是说如是道三学作为形上学的意理形态是一种境界哲学时 他们就可以免于作为客观知识的要求 因为虽然境界在活动上是主体的理想 故而是主观的 但境界在成就之时就是天人合一的 因此是客观的 是普遍的 是人人可得的 是宇宙的真相由人而彰显的 故而人应以客观知识对象的角色来要求之 事实上如是道三学的理论建构者也从来就是以客观知识体系的不达的心态在进行理论的建构 他们对于自家价格的信念 都是以客观知识体系的价格都是以客观真理的捍卫者的心态 而言如是道三学的一同 宇宇宙论知识系统的使用领域 更多的是在于人生实践的活动中 因此是要透过人生实践的身体活动的事实经验来进行检证 也因此在道家道教系统中 集有着人体宇宙学的知识建构 并从而建立宇宙论进入的追求健康长寿的养生学 或追求长生不死的修炼功夫 在佛教哲学中亦以为实学说来论说宇宙架构 因此有着五蕴基聚及十二因缘说来述说人类存在的经验结构及发展历程 同时亦有着相应的修行功夫 因此道佛两家的宇宙论知识系统 在其功夫活动中都直接成为功夫历程的理论根据 因此在功夫活动中的经验及的成为简正宇宙论知识的判断根据 就这一个判断方法的运用而言 在儒学系统中确实较为缺乏 这是因为儒学的宇宙论的知识性格较为缺乏 儒学的宇宙论架构除异传 董仲书及少庸之外及多为直接谈道德理性秩序的本体论建构 因此从宇宙论进入所谈的修养活动在儒者成德之交的强悍性格中 7. 本体论的道体的终架价值意义将落实为功夫活动中的目的奇象 7. 本体论作为一种观念性格的理论建构 它的确立乃来自于对于天地秩序的直观判断中 因此它的内涵已率先预设于宇宙论知识系统的根本性格之内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构作有两种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对于整体存在界的总根源进行存在特征的抽象解读 有时候是对于作为宇宙始源的道概念进行存在特征的性格解说 有时候是对于作为整体存在界的总原理的道概念自身的抽象性真进行解说 这就显示了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的道概念的两种性格 其一位存在意义的宇宙始源的角色 另一位原理意义的最高原理的角色 这两种混同为一的性格不分 时常导致中国哲学本体论在同时作为价值根源的确立上 对于功夫路径的争辩不已 十一 前述两种意义的本体论思维都将作为另一种路线的本体论思维的推理依据 以及整体存在界的根源的终极意义判定 这个终极意义判定的结果即将作为实践所需的价值标的 方东美先生以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整体是一个价值中心的哲学 即是由中国本体论的这一路线来决定的 十二 无论是作为宇宙史原意还是作为存在原理意的本体论思维 最终都要进行终极意义的植物关节的价值判定工作 这个植物关节即是一个价值确立之事 这一个价值确立即将作为人生修养活动的功夫奇象 以及那个本体论知性体之事 于是功夫活动即自始至终皆全全服应于这个最终价值本体 而借由境界的深境而使人类自身置入于整体存在 借同一价值意境之中 从而完成了理想人格的肃立 亦完成了人与天地合一的形上意境 此即方东美先生所言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超越又内在之意 八 如是道三学的同意辩证乃决定于哲学体系的确立方式 然而我们以上所说的本体论的观念构作乃是单在本体论的名义下的讨论 论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者必须是在于中国如是道三学的学派内部 而论的本体理论基于宇宙论知识系统的截取与认知的差异 本体论的观念与最终价值定位亦有差异 此一差异的探究乃需顽构于如是道三学各自的理论体系之中 一个学派之所以为一个学派应该是表现在形上体系的诸多方面皆有其特征的 将这些特征列出则体系的形态才得确立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在学派间的体系性格的差异问题上仍有许多有待努力的空间 关键即在要在什么样的方法论架构上才算是说清楚了一个学派的哲学体系 因为表现在如是道三种形态的理想人格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 因此如是道三学的形上体系的差异一是必然的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努力目标应是建立得以彰显三者差异的方法论架构 也只有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后 如是道三学的一理内涵才得以清晰呈现 呈现之后才有所谓正立为真或为伪之事者 亦或才有所谓三学内部之正统别统之分辨之可言者 九、方东美谈宇宙论问题 时常谈成了本体论问题 在我们深入方东美先生的如是道诠释观点进行讨论之前 且让我们先对方先生的若干数语使用系统进行检测 首先就宇宙论而言 在方先生的使用上其实就是一个宇宙观 并且在这个观中就已经进入了本体论的讨论了 十三 我们的意思是说 方先生对于宇宙论的讨论当然是能生气中国宇宙论的实意 只是中国宇宙论这个哲学问题的讨论中 仍然是有纯粹谈时间空间物质结构的意义的宇宙论系统 十四 但也都通常会直接转入本体论的领域做探讨 十五 这也是中国宇宙论哲学的进行通事 方先生履言 中国哲学是在宇宙中谈人生谈价值 这个谈人生谈价值就是谈功夫谈本体 事实上在方先生所讨论的儒家一经哲学 及到家老字学中的宇宙论都仍是一个肉体经验世界所见的宇宙 因此所谈的宇宙观即是针对这个整体存在界的意义的观念 以及已经是一个本体论的哲学问题的谈论了 至于在庄子哲学中的宇宙论 即佛教华言宗哲学中的宇宙论则是有着明显的 他在世界的宇宙论 但在方先生的陈述中 庄子的他在世界观是不明显的 方先生仍以精神境界的角度去诠释庄子的本体论哲学 而忽略了庄子他在世界观在意理确立上的真实作用 不过在华言宗哲学的诠释系统中 一切为佛教教义系统所谈论的 他在世界世界观的宇宙论知识陈述系统 在方先生的概念使用中却从未予以忽略 好像一旦到了佛教哲学的诠释时 佛教哲学作为一套宗教哲学系统的 他在世界就都成了理所当然的知识对象 在中国哲学系统中 另有道教哲学的宗教性格 一含藏着丰富的他在世界的宇宙论知识 不过道教系统体系混乱 不易澄清 而方先生则几乎未曾以哲学对象的态度来谈论过他们 十、方东美谈本体论超本体论 万有论超万有论存有论 等概念接应归系于本体论一词 其次 方东美先生还使用到了本体论 超本体论 价值论 万有论 超万有论 存有论等数语 十六 在此我们亦应对其进行厘清 就中国哲学形上思维的特质及中国文化传统的概念使用而言 我们认为这几个名词都应同整位本体论 一个词汇 为当方东美在谈到中国形上学是一个价值中心的形上学体系时 有使用到价值论的名义 其实这个名义在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分类上是多余的 价值中心是指这整个形上学体系是要说明价值的 因此说明价值是这形上思维的目的也是最根本的特征 如此陈述及已清楚 并无需另立于价值论哲学 因为这价值论哲学在知识的建构上 即是这整个形上学系统知识 另立价值哲学反制体系重叠 其次 方先生在使用了本体论一词之外还使用了超本体论一词 关于其所指设之超本体论者时即为论究价值之识者 十七 如此而言于本体论者一级等同于所论之万有论即存有论者 以及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乃论及整体存在界的特征 论及宇宙的原理 而超本体论者乃论及终极价值意义者 不过这是经由我们的整理后的名义架构 方先生本人在使用上意味如此严谨 因此将万有论存有论及超本体论和价值论等皆归类于本体论哲学即可 因为本体论哲学作为一个基本哲学问题的统名 乃有助于我们认识更普遍意义下的中国如是道三学的本体论论理脉络 因为当我们要细究之时 我们即不仁以这个作为题目的总名为之 而将取代以各种更具体的哲学问题来做分析理解的脉络 例如论究作为宇宙始源的道概念的存在特征之为无、唯一、为理、为气、为神、为太和等者 论究作为整体存在借一切事物运行的总原理的抽象特征之为无形无名、为意多相及 且既超越又内在等者、论究最作为最高概念范畴的道概念的终极价值意义之为人 为无畏、为逍遥、为苦、为空等者 本体论如此 宇宙论亦然 如此才能见构架构清楚层次分明的中国如是道各家的形上学体系的明确意理形态 二、方东美论儒家哲学的方法论检讨 一、方东美以异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 方东美先生论于儒家哲学者其实是以异经哲学系统中的异传哲学作为理想形态 十八、旁极上书哲虚的部分命题 他所提到的上书哲学部分 是借由黄极大中这一概念的宗教意涵指出 原始儒家在哲学的传承上是承接远古鲜明的高度宗教情怀 因此儒家哲学一起使及是有宗教精神的思想体系 有着一个对月在天的超越信念 十九 然后由孔子及其弟子在异传哲学的建构中发挥了创生的原理 而形成儒学的理想形态 亦多次引用文言传言及大人境界一段文字来结合上书和异传的哲学精神 二十 当芳先生以这样的定位界定儒学之后 儒学的价值观怀及儒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等问题 就都在这个系统下言说 可谓芳先生自己已有了一个理想儒学 而由异传的形上学系统和会上书的宗教精神而展现出 就在这样的立场下 芳东美先生论语论语义书及宋明星儒家体系的诸多观点时及显现了体系取舍的个人立场 以下我们即将讨论这样的立场一同的方法论效益的问题 这也就是前文旅研集的一个哲学体系的基本要件的方法论问题 我们在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称说哲学理论的体系归属 芳东美先生对于异传以外的儒学系统多有批评 那么异传以外的儒学系统究竟还符不符合作为儒学的要件呢 二、论语 之作是儒家哲学中的境界哲学 首先 芳东美先生布式 论语 为一部哲学著作 二十一 认为论论语只是一部格言学著作 认为作为哲学著作者必须要有本体论 要有宇宙论 要有理论论证系统 芳东美先生大概是因为有人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 他觉得这是书呆子的说法 故而大家批评 另一个重点集是芳先生是将儒学的使缘放在上书一经上 故而并非自孔子时 我们认为 以哲学著作必须以论证形式写成之要求而言 芳先生可以说论语中没有明确的论证形式 是一部以格言方式写成的著作 这样说是合理的 但是问题是 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上 芳东美先生屡屡言及中国哲学是一个价值中心的哲学 而论语正是儒学价值最生活化的展示 中国哲学是要成就理想人格的哲学形态 而论语正是展现君子展现圣人展现大人的境界的最直接表述的文字系统 那么 论语 这部著作在儒家哲学系统中应该有一个地位 在儒家哲学体系建构中应该有一个角色扮演 这个角色地位的准确定位 也承述了儒家价值观念中的理想人格的形状 也因着这个理想人格的形状而可以合理的展现儒家在宇宙观本体论的各种推演 也因着这样的境界展现就必然逼出孟子哲学思维中对于人性论的处理讨论 以及对于达到这样的理想人格境界的功夫修养活动的处理讨论 以及在论语中言级的圣人君子的完成的理论的可能 这是孟子哲学在儒学史上的角色定位 当有了明确的境界哲学之后 必然要有明确的功夫哲学 而功夫哲学的明确即是本体论问题的清楚 于是从孟子论于人性终极推出了知天的本体论命题 这应该是一个儒学体系化发展推进的合理历程 因此,论语、译书的写作形式是一个问题 但是论语译书在儒学史上的定位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不需要因为论语著作的写作形式 就否定它作为哲学作品的理论地位 因为孟子在儒学的地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以及正是孟子本人对于儒家价值精神的高度掌握 也才有孔门后学跌精湛火又能屡开身面的 前仆后继的理论工作成果 中国哲学是一个以价值位中心的哲学思维 这个价值中心的掌握是人类心灵的形态结晶 没有这个活生生的人类心灵的话 这个价值结晶的哲学体系是创造不出来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论语 另一方面要说明它在哲学理论中的角色扮演 即是境界哲学的一个环节 设若不然中国禅宗哲学及宋明与陆著作意将皆被扫出哲学作品之门外 二十三 然而他们却正是中国哲学作为追求价值与理想完美人格哲学的精华之作 三 周莲熙仍然是儒学阵营的一员 其次方先生对周莲熙之哲学能力痛加批评 特别是对他的小于太极图说大于之作 二十四 方东美认为周莲熙的太极图在思想史上本来是道教练单之图将之道转 二十五 而小于太极图说大于中对于太极阴阳五行的表述系统不合一传之论次 至少一传中不论五行 二十六 方东美先生认为这是哲学史之事的缺乏所致 至于小于通书大于之作方先生还是肯定的 总观方先生对于周莲熙著作中之诸多观点皆有批评 细节不论 此处我们将集中讨论周莲熙作为儒学阵营中的理论建构者 他应该在什么意义下人是个儒者或不是个儒者的问题 这就涉及宇宙论的知识建构之理论活动在整个儒学体系内的意理定位的问题 周莲熙以太极图及太极阴阳配合五行之概念系统 重新表述宇宙发生论的知识架构 虽然太极图在图式的形式上及取到教练单图 又以五行入宇宙论系统 但是作为儒学哲学学派的成员 这样是不是就不算是坚守了儒学正统了 那么作为儒学的哲学体系的要件又是什么呢? 四 儒学体系的基本要件是现世人伦的坚持及现实世界的肯定 从儒是道三学的价值比较及世界观定位的一同上来看 我们认为儒之所以为儒的要见及在政治上的德智主义及修养上的道德精神 其理想必须直接落实于现实世界 对于社会阶层及社会体制抱持着正面肯定积极参与已落实人正的态度 对于世界存在认为是为着道德理想的目的而有的现实世界 因此现实世界是时有的世界也是能够实现理想的世界 也因此理想人格都应该是极深修得行善以理想化此世界为目的 这一个精神自恐梦定立之后千百年下来一直未有改变 在这样的基本要件下其实已经显示出相当多的基本哲学问题上的坚实命题 有已别异于道佛的哲学体系之基本性格 这个基本性格的差异当然就是现实价值心态的问题 现实世界是一个理想世界必须予以完全实现这一个心态 是儒学一切理论命题建构的根本基础 方先生固然提出了儒家在上书皇级大宗之宗教精神上的传承 但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的宗教天 方先生之言语不能算是已经明确的说出 二十七 论于此一经验世界之时有幸是宋儒以降至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 欲反驳此一立场就须另立天意 以此一超越天位以更真实之理想世界 而以现实人伦的理想置于其上 但那究竟为何 孔孟并未深论 方先生论于上书之超越天信仰内含义未明说 而他显然不是道教之神仙学之天及佛教之佛国世界 因此将超越一支宗教天转化为德性本体的理性秩序天意 由人心体验以上达普遍本体 肯定现实实在 这正是后如在体系化的儒家形上学建构中所走之路 五 如学宇宙论建构指示及取道加宇宙论转成自己的宇宙论知识兼假 从哲学史发展的脉络上看来 如学自从确立价值理想必须在现实世界实现之后 对于世界存在的宇宙论问题便一直坚守此一阵营 以及专论于经验世界的流行变化的知识意义 而且是在一个配合着道家哲学已发展的宇宙史源 宇宙发生 宇宙发展历程 宇宙结构诸宇宙论知识建构的脉络下进行 基本上是吸收了道家哲学或中国自然哲学的发展 而将之转化为己用的理论构作 因此在太极 阴阳 五行 战事活动 企划世界观 天人相感 等等宇宙论知识命题上 做适度的截取 史诚如学世界观的描述系统 以及是进行一个哲学史的概念吸收 集取的宇宙论建构工程 亦传如此 董仲书的天人相感知学如此 宋如的宇宙论建构亦然如此 周莲熙的太极图说的宇宙论建构极是此意 章载气化世界观中的装学形象鲜明 亦因此故 六 如学本体论的德性本位之间 持材是如学理论建构的真正要点 究其时 如学的理想世界及是经验世界 论于经验世界以外的宇宙天地不是理论立场的要害 如学的理想是道德信念的坚持 论于本体论以外的宇宙论不是重点 如者的形象是极深的道德修养 论于人体宇宙学以追求一个永恒的生命或长生久受知是人非重点 所以如学的宇宙论在如学之所以为如学上其实是辽背一格的哲学问题 这也就是当懂众书论于天人相感知学以灾意浅告归是君王知学 在如学史上一直不被肯定之故 如学理论建构的真正重点一直就是在本体论哲学的确立上 因为如学要求人类应该将理想实现于现实世界之中 在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实践中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想性格 为着维护这样的基本价值立场 如学理论工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即是论证世界存在的目的即是为着人类在现实社会体制中实践治国理想的目的 于是构作整体存在界的德性本位的目的论原理成了如学本体论的 首要理论工程 并且这一个目的论的德性本位的道德原理更必须即是人性论的原理 因此性善论的坚持或人人皆可谓善的可能性的理论维护 便是这一个本体论哲学建构的重要问题 于是维护整体存在界是为着一个善的目的而有的本体论命题成为如学体系一脉相成必须用力维护的对象 在这个理论维护的过程中 当然亦同时发展了客观世界的存在结构的知识性架构 以及随着中国哲学史的宇宙论知识的丰富性而跟随着发展 但是如学系统中的宇宙论知识却仅仅是配合着本体论建构而使用的知识系统 如学在本体论命题的建构过程中并不依赖宇宙论的知识内涵 相反的在宇宙论知识描述中 却必须直观本体论的道德性价值原理于其中 7. 儒家哲学史上的宇宙论建构不必成为儒知是否为儒的决定性关键 由此可知 如学体系不论是如何的重新排比宇宙论相关的概念系统以便构作其宇宙观 这些都不是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一理重点 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一理重点就是这个经验界的存在的真实性 为其真实所以力功力得力言要利于此事乘于此事 所以哲学史上儒学理论在有鉴于太极 阴阳 五行 企划世界观 天人相感 战事灵验等等理论命题及概念供给时 如者的努力意义及在收射此些概念及知识而重构自己所需的宇宙论知识系统 接下来已不及在进行德性本体的本体论建构 因此一切宇宇宙论中论于世界结构变化流行之际的终极意义便皆以之为彰显德性意志的目的 关于周连希之作 以及是他在截取到教练丹知识的宇宙图示之后将其转化为谈论宇宙发生发展历程的知识系统 更重要的是将其发展历程灌入德性意志 一级小于通书大于中所言之成道本体论者 由于如者的宇宙论建构只是为着吸纳哲学史上的知识体系 究竟这些知识体系的真实性及有效性的问题 如者是难以察觉意非观大要的 例如异传中对战事活动的接受及董仲书对天人相感说的使用 即便在周敦仪之后的张载步也以装自企划宇宙论的架构 重够了德性目的论位中心的企划宇宙论 只有邵雅之学在以自己特殊的遐想构思能力的基础上 自行建构了超越同时代的庞大宇宙历程知识系统 即原会运势的宇宙历程观者 所以周连希是否以五行入太极图说 是否转介到教练单图示 这些都不是周连希是不是儒者的重点 周连希是不是儒者的关键 在小于通书大于一书中是不是坚守德性本体论 就小于太极图说大于而言 只要周连希不建立他在世界观 不建立鬼神实在论 不建立世界虚妄说 周连希的小于太极图说大于 就是哲学史上儒者所建立的 诸多无甚重要的宇宙论知识系统中的一套宇宙论知识系统 从来也没有在宇宙论知识问题上 有何创建或有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不呼应方东美先生 对周连希太极图说的批评意见 八 儒学在宇宙论上用力不多 致使儒家价值在现实上缺少实践力 就宇宙论知识系统对儒学的理论重要性而言 如果儒者气欲以现实世界为真实世界 气欲将理想价值实现在现实世界 那么儒者在宇宙论知识系统的理论构作的问题上 就应该发挥积极参与知识建构的理论努力 这也就是一传中对战事活动及鬼神语能之说及懂众 书天人相感灾意浅告之说及少永远会运势之说之诸 宇宙论知识系统中所为者 这些系统都是要在儒学建立现实理想王国的价值 追求目的上界由宇宙论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掌握此世界运作的真实形状 从而有所建树于现实工业知识者 儒者以现实为价值实现的场域 这是儒者别于道佛的明显特征 那么对于现实运作的宇宙论客观知识系统的建构自当为其理论工程的重点 可惜的是 自古至今 儒者的理论工程多有努力于本体论的善得道德目的性的建立 却少有为客观化价值实现理想的现实条件做知识 邓卿的努力 多物力于主观实现的一面 少用心于客观实现的一面 为什么儒者的理论努力都少用力于现实的掌握上呢 为什么儒者都将功夫修养的目标置放于主体的精神实践上呢 为什么儒者在现实上多是无力的呢 这是不是因为儒者的德性意志本体论原理是错误的呢 还是方东美先生于上书系统中强调的皇级大宗的宗教精神之中另有天地缘由呢 这倒是一个儒学基本命题中应该深思的问题 这也是以儒学捍卫者自居的当代哲学工作者应该处理的问题 方东美先生对宋如辟到辟佛之说极为反对 方先生认为宋如对到佛的批评都是毫无身见的浅薄之词 28 更有甚者 方先生认为宋如多半出入佛老 却还批评佛老 十分不可取 所以认为宋如不应该批评到佛 29 我们认为 对于宋如对到佛的批评十分浅薄 这点我们是同意的 但是认为宋如出入佛老所以不应该批评到佛 这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方东美先生这样的意见的形成 是与他对中国如是道三学的基本理解有关的 方先生基本上认为如是道三学皆是体现了人类精神追求的理想形态 各有特点一阶书胜 儒学的理想形在于一传及孔梦精神之中 是为一时寄人到家的理想形在于老庄哲学之中 是为一太空人佛教的理想形且以华言宗位说 世间两者而叠浅心儒家世间时空而不浅 三十既然如是道三学皆迭真及境 则有彼此公结之情是极为错误之事 在方先生的理解权势中 对于如是道三学之权解露境即为彰显其理想形 改正其篇其行 颂如不解佛老而辟之之事即应纠正之 对于方先生在三学基本形之权解成果上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是否在方先生的权解中三学即已无任何理想境界的冲突和格了呢 三学之所以未学的特征是否在方先生的权解中即已明消奋济而得融通呢 当然这个问题的讨讨讨论 哪更涉及方先生对三学的权解是否准确无误了 十 诵如价值观与佛教之别在于效清观念及轮回世界观 就此问题而言 理论涉及广泛 讨论细节过多 我们且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即以如是道三学在现实世界的基本价值态度的一同来做顿清 学佛是要出家的 佛教的世界观是轮回于无尽的历程中的 这些基本宇宙论的知识面向如学是缺乏的 并且是不接受的 孔孟有关于鬼神的思考与祭祀的活动是一个事实 但是孔孟哲学中的道德修养活动的终极依据从来就不利基于鬼神的作用 三十一 这是一个现实的心态 宋如一集是秉持此一心态力言论里 只有作为哲学作品的一传哲学中将鬼神的作用纳入体系 宋如张载即将鬼神的概念转化为二气之良能只是屈身之理也 鬼神之非鬼神 更何况轮回中之生命以及轮回观中之价值取向 如者辟佛乃在孝亲观念之坚持上 佛家故可以以理说服之 然接受说服之如者即以接受佛教之世界观 则其以非纯如 不接受佛教世界观之如者继续辟佛之举动时 为何忽如学价值立场之应有态度 十一 宋如价值观与庄子之别在于逍遥意境 至于道家庄子学不以现实世界之道德秩序之为互为理想的终极标的 现实世界可以为之亦可以不为之 为之之时并非以现实人伦道德意识为其为之之时的最终理想 而是亦逍遥意境的同入大通 现实操作的方式必然不同于坚持道德人伦的如者之所为 可谓本体论的最高价值不同 功夫论的操作方式不同 境界哲学的最终理想不同 庄子的最高境界时事意逍遥的神人 因此对待现实的态度庄如有益 差异甚大 当然庄子书中外杂株偏有若干儒学价值信念 及儒学形上思维的语句 只要能够梳理清楚 当不致混淆 十二 宋儒价值观与老字之别在于老学史上的虚无大道说 道家老字之学在哲学史上的诠释分歧 更大 方先生对老学的诠释我们下文未知 老子的智慧形态却与孔梦可以互补 老字学在本体论上的建构意多有味 如学体系借引为己知识者 其理亦凡 赞不多数 然老字形上思维在老学史中多有分歧 最关键即在作为宇宙史原意的道概念意含以无形虚无之意解之 而如者以终极本体乃为实有而非虚无之意认定之 因为此意涉及对于现实世界的价值态度之定夺 以道未虚无则现实之关怀可以弃之 故而以为老学史上的虚无大道是背离者 其实这都是一连串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错置至深的误解 老字哲学故可融通于如学 然老学史上的老学形上思维却与儒家形上思维正相对立 基于以上所述之老庄佛家之基本现实价值心态上与如者的明显差异 无论方东美先生在如是道三学的形上体系的理想形态的诠释成果如何 如是道三学没有汉格不需辨证之事时无可能 因为如是道三学在切实践旅之际 所有的基本价值信念都成为现实中分寸之间的真实 每一个心念的投注都形成一个个具体人格形态的形塑分量 如是道三学都是境界极高的人生理想 但是理想毕竟不同 理想不同之下作为理论建构的标的与进行同意辩证的努力中必然有所争辩 送如辟到佛之事时有非为不可之事 十三 如佛体系辨别之方法应区分为三个方向 方先生已送如出入到佛理论意多有借用之说而论不应辟之者 欲究明此事则涉及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理清与哲学体系形态的建构之方法 论考察工作 宋如即便出入佛老即便多读其书 但是在价值选择立场上如果没有接受轮回观 如果没有以了生死为意等大事 如果没有以成佛为生命终极意境 而仍坚持现世人伦的价值意识 坚持其家治国平天下为君子圣人之应所当位 则送如众构形上体系的努力便已有了根本命题的基本立场 至于哲学体系建构上的转介引用之事 需考究其事第一 作为题目的借用还是作为答案的借用 如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的题目可以相同 但是德性本体空会本体的答案却不相同 第二 作为使用术语的共用还是基本主张的相同 例如弹心弹性可以相同 但是德性心的人意理智与般若心的不失 持戒忍辱不二法等心的内涵却不同 第三 作为表达形式的互用还是立场表态的相同 例如集体即用的表达形式可以相同 但是德性本体与修其置评的发用 与佛性般若本体与禅定功夫的发用却不相同 痛意之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网络 表现出的是一个个现实中的具体人格 其痛呼 其其易于痛呼 因此宋如初出入佛老之事实时与宋如批评佛老无关 君不见 多少高僧大士皆为早期净读如书不能断移而投入佛门中成大弃者 其少呼 其其少呼 方东美先生论于老字哲学最有当代中国哲学方法论意义的观念在于提出体用相针四个侧面来论说老字 三十二 这四个面向对于一个完整的形上学系统的把握如果具有准确性 其实可以以之为标准而用于所有中国哲学的形上系统的诠释架构之中 可习方先生并未如此进行 这其实是一组最具方法论诠释架构的形上学体系 以下我们将对之进行若干的讨论 以说明这一个架构如何可以作为具有发展力的诠释体系 以及中国哲学的理论世界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体系 以进行哲学体系的重构工作 方先生的体用相针这四个面向都是讨论老子的道概念的 也就都是讨论老子的形上思维的 道是那个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范畴 也就是形上学所论究的对象 方先生以 道体 概念论说最高概念范畴自身的存在特征 以及最高概念范畴与现象界的天地万物的关系 以及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以及本体自身的存在特征 三十三 方先生以 道用 说老字论道的宇宙发生系统 方先生以道在作用上的特殊格式说 道相 以及无畏无部位即选得诸命体者 方先生以体现道的精神的圣人境界说 道真 三十四 一 方东美论老子形上学之道真者即是把圣人境界汇入老子形上学系统 如果这四个面向都是描写一个形上体系的面向的话 那么这个诠释体系的特点在于 以道真为论道之面向即以圣人境界为论道之面向即以境界哲学为形上学的面向 此说甚为符合方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看法 以及认为中国哲学以人为中心 应由人来点化这世界成为一道德上、艺术上、宗教上的理想境界之观点 以及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由人参与在其中的一个视野 因此无论它的客观化的体系建构如何 它始终是一个带着主体的实践活动的动态系统 因此必须把中国形上学论与理想人格的理论部分置入这个体系的内涵中成为它的意理的具体落实 就这四个诠释面向而言 我们以作者所提的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法 做一个对照来看时 方先生在论于道体及道相两部分的区隔 其一为道体自身的存在特征 其二为道体自身的作用格式 方先生以前者属于道体自身后者却非道本身的真正内容 此说值得讨论 住三十五 三十五 基本上这是一个方先生论与老字论道的属性分类的系统 方先生当然可以自定定义 我们要讨论的道不是道体道相和者 为道自身或者非道自身 就其实两者都是老字论道之自身 指其哲学属性不同 故应有意区分 此一区分之之工作正为讨论一个哲学体系的构成的方法论检释之工作 二方东美论与老字形上学之道体者及其抽象性真 作者于捉住 反者道之动 一书中以方先生所谓之道体意之诸内含为之为老字论道的 抽象性真 以方先生所论之道相之诸内含为老字论道的 实存率则三十六 前者关切的是作为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范畴 它自身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存在地位 它是一个在整体存在界中的什么样的角色功能 它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为何 就这些观点的探讨而言 实为对于那个在概念中构想的超越对象的抽象思辨下的结果 这个抽象思辨的结果对于道概念的定位自是直接的定位 定位之后在中国形上学史上的使用与讨论皆难以逾越老子的规模 因为作为一个形上学体系的最高概念范畴的道体也者 不承认其存在则罢 亦承认其存在则这个概念的角色功能 就不能不是老字所论的这些特征 也就因此 中国哲学自老字而后的形上学观念 论于道者不能不依老字之意 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的抽象的对象 三、方东美论于老字形上学之道相者及其实存律则 其次、就老字论道的实存律则而言 则指老字所认为的整体存在借运行变化的根本原理的内含自身 它始有于万物之中 是万物作用流行的实存格式 是在经验上有作用意义的根本原理 故为之实存 此一原理在老字是以义归律义的长道表现 故为之律则 此一实存律则时即义实存性体 因而义将作为老字哲学的价值根源 此一集方先生所说的道相者 是道家老字在价值学上的特别表现 及其无畏玄德诸思维者是 作者为其为老字论道的实存律则 这是因为作者认为老字是在官辩思常之际 欲寻求一个律则意的长道 三十七 就此一观念之提出后 无畏的做法成为道家老字学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最鲜明的形象 依据方先生的属相说 如果说这个道相不是道的自身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道相是老字所认为的道对待天地万物的作用格式 而如果是儒家有道相的话 那就是仁义礼之等德性之相 如果方先生可以接受这样的理解的话 那么我们也将完全同意方先生对于道相是一个属相的提法 方先生论于老字言有之外 在复言无此一无的作用即为方先生论于道相诸意中者 所以论于老字在价值学上的特殊地位者 时即此一道相诸意中事者 四方东美论老字行上学之道用为宇宙论者是一过度诠释 我们认为方先生在体用相争四个面相的内涵中 唯一值得商榷的就是道用之说 三十八 方先生以老字论道有宇宙发生论之说 道用者即为此说 老字哲学著作中确实有一些语句即似宇宙发生论 但是所言甚未不清楚 最重要的是 并未形成一整套的解释体系 而是一些零星之语 不若方先生所探讨的论于道体及道相诸说者 有着丰富的词句命题使其自身意含清晰 且形成一套一致性的形上系统者 因此将这些语句以本体论诠释方式 是未知知识亦无不可 虽然后来的老学家皆以己亦发挥这些类似宇宙发生论的语句命题 且言之成套 然而这是后学的贡献 老字不必略略 老字在本体论的道体到相道真之说中以现深度 如果硬要说老字在宇宙发生论中意以建立体系立言明确 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方先生对老子的过度诠释 五、方东美对老字形上学体用相真四说中没有明确研究功夫之哲学 至于论语老子的形上体系者 作者认为方先生在老字论于修养功夫的诸多观念从中却并未提刚器领地身论之 功夫哲学是一个价值中心的及人身本位的中国哲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方先生论于道相的诸命题中时已蕴含此意 方先生为将之独立讨论 使得体用相真这各个面向的架构缺少了一些实践能量 简言之 以作者的方法论架构对照 则体用相真者即为本体论之一即宇宙论 即本体论之二即境界论四者 其中道相的部分负担的是哲学体系中的价值形态之一理部分 如果方先生将之发展为全是如是道三学的共同架构 则其中道相部分是各家必有差异之处 而道体部分是各家将即为近视的部分 至于道真者当然各家不同 因为那是圣人的境界形状 而宇宙论部分意及道用部分意将各家不同 以这样的架构来论说三学则其痛意之间将更显清楚 这个体系唯一应有补足的是功夫哲学的部分 而功夫哲学则应是从方先生的道相部分中来 其实更好是使用道用这个词汇会更恰当 因为当佛教即送如论于体用之时即以示以用自卫功夫意 6. 王毕助义不是道加义 方先生论于王毕助老之作颇得大致 但也就因此 方先生认为王毕助义之作是道加义 39. 此作者颇不赞同 这其实是关于哲学体系的方法论问题 如道之别的根本关键应在于价值立场 而非表达价值立场的哲学形式 王毕固有所得于老自学的论道之意 发挥万物之宗的本体论原理 提出从本习墨守母存子猪说 但是这些都是方先生所论于老自论道的道体之意者 以作者的语言来说即是道体的抽象性真者 实为论于最高概念范畴的抽象定义者 此意通如是道三学 三学之别乃在方先生所谓的道相之别上 可谓各家有各家的道相 关于王毕住义之作中 实为谨守道德义是本位的住义门风 唯有于论老相关者 仅为小于周义略立大于文中的小于名 团大于一篇之言 以简欲凡 统之有宗会之有缘之说者 此说仅为团词之作 乃义经之总原理 此义周义之本义 非官老学时不必为王毕以老注意 四十 七 郭向著庄卫德庄学要指示当代庄学研究的重要观念 方先生对于庄子之权势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是作者极为认同的 并且认为是当代庄子权势中的第一等大事 此一 关节不能打通 则不仅庄学精神消弭 即便是如学基本价值立场 一将错解 这就是对郭向著庄的评价 方先生认为郭向不能把握庄子的逍遥意 四十一 这也是作者的观点 然而木宗三先生却以郭向著庄理解庄子 更以郭向著庄定位如学精神 此作者其其以为不可者 四十二 四 结论 本文对方东美先生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暂节至此 方先生对中国形上学特质之言谈可谓在当代中国哲学家中最的要指者 其理论之主要重点集在对于这一套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之形态 乃在建立以仁为中心的价值理想之实现 实现之而使整体存在界显现意境 于是整体存在界在仁为努力之下成为了一个理想的世界 对于这个理想的世界的描述即是中国形上学的建构 以作者的语言来说 这正是明确的说明了中国哲学整个是一个境界哲学的形上学一理形态 然而作为境界哲学形态的中国形上学人有知识体系的建构 这个知识体系的建构需在本体宇宙功夫境界四方架构中才见清晰 在这架构中才有此一知识体系的成立于否之系统性探究之可能 当此一知识系统之成立以完成理论探究的可能之后 接下来的一步才是在实践的活动中减证此一知识体系的真理性格 在这个过程中即将显现如是道三学的理想人格景象的差异 方东美先生对于中国形上学的境界哲学的性格所言皆是 但是对于作为知识体系性格的正立知识却未有多言 致使如是道三学的同意辩证不易清晰 本文中即提出若干讨论以修正此一现象 本文为进行方东美对佛教哲学体系诠释意见的检讨 首先当然是方先生在佛学方面的发言过多 不亦严整 其次则是本文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讨论目标约已达成 故不再深论方先生在佛学形上学方面的问题 关于方先生对中国大臣佛学之所述 使与多位当代中国哲学家之论述最有不同 要点击在方先生从未规避佛教哲学中的宗教知识面向 而是将佛教哲学中的宗教义理性格直接以哲学义理形态表述之 这也就是方先生对于中国形上学的特质的掌握 如果是平等对待如是道三学的价值及义理形态的方法 论立场所致为其如此才更能生气中国形上学 是境界哲学的特质 在如是道三学之中论于形上体系的架构者当以佛教形上学系统 为最繁复生傲者如果没有准确的方法论架构 则论于佛教形上学时即更易于流入偏其 方先生乃直接就佛教教义论其形上义理 虽未有错解 却也多是第一序的植树其意 至于就后社的讨论佛教哲学体系的如何成立及如何正真知事方先生意味多言 此一工作当然是一个更大的理论挑战之事 不能简述本文及停笔至此 一方先生在这个议题上的观点表述是很多的参见其言 在许多可能的研究途径里 我选择行上学途径 由于这种选择便有了着重点 像法家阴阳家乃至行明家墨家之类 因为他们的行上学气息比较薄弱些 所以以后不花什么时间去讨论 而把重点放在原始儒家 原始道家 各派大臣佛学以及宋明星儒学上面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明期十二 出版 参见作者博士论文 论王传山医学语气论病重的行上学 小于第一章 第一二节大于 1993年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或请参见网站 三参见沐宗三先生者 原善论 台湾学生书局 及捉住小于从沐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 探究大于1998年12月 第三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 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 该文收录于本书第五章 或参见网站 http.hfu.edu.tw 取代符号 多ui 斜线 basic 斜线 ba03.htm 4 参见劳斯光者 新编中国哲学史 台北三明书局 及捉住小于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新与发展大于1998年8月 台北哲学杂志 第25期 夜094至115 本文收录于本书第一章 或参见网站 http.hfu.edu.tw 取代符号 多ui basic 斜线 ba01.htm 5 参见方先生言 以上我已勾悬提要地点出中国悬响心灵及会观如何陶醉于宇宙与个人然两者具自细句话及理想话之观点而立论而非仅就自然面之观点着眼就自然层面而观之宇宙及个人无非呈现为种种相对的观点的观点 由于并坏提要所谈yez 盛cional 主仲油 主仲存 billion 此道家之所以综上众玄 一心怀抱 无知理想已超脱 有界万物之相对性者也 此中国佛家之所以悲至双运 勇猛精进 切而不舍 内参佛性 修菩提道 正义成果者也 方东美者 深深之德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1980年 三板 页314 六 参见方先生言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 此的所说行上学的意义 有一种行上学叫做 超自然的行上学 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加以解释 康德本人有时把 超越的 与超觉的 二词互换通用 我却以为不可 所谓超觉的 证据有前述 超自然的 意思 而超越的 则是指它的哲学境界 虽然由经验与现实出发 但却不为经验与现实所限制 还能突破一切现实的缺点 超脱到理想的境界 这种理想的境界并不是断线的风筝 由儒家 到家看来 一切理想的境界乃是高度真相含藏之高度价值 这种高度价值又可以回向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中落实 逐渐使理想成为现实 现实成就之后又可以启发新的理想 这是我用 超越形上学的根据 也就是说 一切超越价值的理想不是指向空气搬在太空中流动 而是可以把它拿到现实的世界 现实的社会 与现实的人生里同人性配合起来 以人的努力使它一步步实现 在这种情形下 形上学从不与有形世界或现实世界脱节 也绝不与现实人生脱节 而在现实人生中可以完全实现 如此 超越形上学 在理想价值的完全实现方面看来 又一变而畏 内在形上学 一切理想价值都内在于世界的实现 人生的实现 反观中国却一向没有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鸿沟 所以很难接受超自然形上学的思想系统 流行在儒、道、佛、心儒家之中的都是 超越形上学 承认这个世界可以有价值 而这个价值是由理想世界上流行贯注下来的 连成一系在中国 要成立任何哲学思想体系 总要把形而上、形而下贯穿起来 衔接起来 将超越形上学 再点化为内在形上学 儒家中人不管道德上成就多高 还必须 践行、把价值理想在现实世界、现实人生中完全实现 哲学上的智慧在中国各种思想发展 看来 都是要避免 超自然形上学的缺陷 而发展 超越形上学 着重价值理想 这种价值理想 又当在现实人生之中完全实现 如此方可以拯救世界 拯救人生 把一套 超越形上学 转为内在于人类精神 人类生活的 内在形上学 我所谓的形上学的途径 就是采取此种观点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到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十六 Till the 19 七 参见方先生言 由中国哲学看来 却可以避免这项困难 因为中国哲学纵然为理论方便 也将世界分成许多不同的境界 但是每一个境界与每一境界之间都有连锁处 贯穿处 而不是对立 分立的 所以中国形上学不是超自然形上学或超觉形上学 顶多只是超越形上学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到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二十一 八 参见卓著小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大于1995年12月 纪念 冯友兰先生诞成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北京清华大学主办 或请参见网站 http 冒号双斜线 whoafun.hfu.edu.tw 斜线取代符号 boi 斜线 gongfu 斜线 ju04.htm 九 参见其言 中国四大思想传统儒家到家佛学心儒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 就是哲学的智慧是从伟大的精神人格中流露出来的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到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三十九 另言 中国所谓的不同哲学境界 最主要需能使之融会贯通 使上下层 内外层的隔阂消除 这才是超越行上学 我们要成立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时 不会把精神局限在下层世界 也不会局限在内在主观的心灵境界 总是要突破内界达于外界 突破下层透过中层达于上层 如此 虽然生活于现实世界中 还是可以超脱解放 把精神向上提升 并且就像飞机一般的上升 仿佛与地面脱节了 但是飞机未曾步下来着地的 升到很高的境界 理想之后 还是必须落下来在现实世界中兑现 在现实世界中完成 所以超越行上学体系完全实现时 必定转变为内在行上学 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 实现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二十二 十 对于穆宗三先生及劳斯光先生 在这个意义下的工作成果 请参见捉住小于现代中国哲学 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大于同注四 十一 这一部分的意义转趋繁复 请参见作者网站 中国哲学教室之基本哲学问题 栏中相关诸文 十二 参见其言 现在假使我们中国行上学要采取机体行上学的立场 首先对于宇宙应当了解为一整体 然后在宇宙里谈本体论 谈宇宙的真相 就要谈整体的石油界 如果我们认为宇宙真相还可以透过艺术 宗教 哲学 科学 看出它的艺术理想 道德理想 真理理想 然后就可以把真善美的最高标准同宇宙真相贯串起来 使得宇宙不但不贫乏 反而可以成为更丰富的真相系统 更丰富的价值系统 如果以这种哲学做背景来建立人生的哲学 那么人生绝非贫乏的活动 而是可以把一切价值关通起来 达到儒家在大学里所说的要求 指于至善 把一切价值完全实现之后 才能完成最高理想的统一标准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二十五 十三 参见其言 中国民族所以能有伟大的文化 与其宇宙论是息息相关的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永恒的自然界充满身相活意 大话流行 处处都在宣唱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意 就是因为这种宇宙充满积蓄 所以才促使中国人奋其效法 深深不息 创造出种种伟大的成就 方东美哲 中国人生哲学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六版 页113 另言 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都把宇宙看作普遍生命的流行 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 浑然一体 毫无隔绝 一切至善至美的价值理想 仅可以随生命的流行而充分实现 换言之 宇宙 当我们透过中国哲学来看它 乃是一个佩然的道德原地 也是一个盎然的艺术意境 方东美哲 中国人生哲学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六版 页124 另言 由此我们可得结论 中国哲学家处处要以价值的根源来说明宇宙秩序 本质上 中国的宇宙论乃是一种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 总括来说 我们中国哲学所宣扬的宇宙具有三项特色 一 是普遍生命创造不息的大化流行 二 是一个将有限形体点化成无穷空灵妙用的系统 三 是一个盎然大有的价值领域 足以透过人生的各种努力加以发扬光大 方东美哲 中国人生哲学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六版 页126 十四 参见其言 宇宙 在中文里原是指空间和时间 上下四方的三度空间叫做 与古往今来的一系变化叫做 宙 与和宙一起讲 就表示时空系统的原始统会在中国哲学家看来 宇宙正是所有存在的统一场 方东美哲 中国人生哲学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六版 页114 Till the 115 十五 参见其言 从中国哲学家看来 宇宙 所包容的不只是物质世界 还有精神世界 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宇宙 从中国人看来 是精神与物质浩然痛流的生命境界 在波澜壮阔的创造过程中深深不息 宣唱一种日新又新的完满自由 绝不受任何空间或时间所束缚 宇宙在我们看来 并不只是一个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 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 这种理论可以叫做万物有生论 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死的 一切现象里面都蕴藏着生意 对于这个问题 中国哲学家 却有一套十分圆通完满的看法 宇宙 从我们看来 根本就是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 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 毫无隔绝 方东美哲 中国人生哲学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六版 页115 -117 另言 或问 中国人何以能腔有限的宇宙形体点化成无穷的空灵妙用呢 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放矿慧眼 玄览宇宙 处处使自己对 道 执其环中 以应无穷 也就是对宇宙和乐相应 中正不偏 所以在 得 上就能中数体物 使万物都能同情交感 对一切万有更充满喜悦和欣赏赞叹 前影书 页123 十六 参见其言 中国向来是从人的生命来体验物的生命 在体验整个宇宙的生命 则中国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 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 而生命的活动依据道德的理想 艺术的理想 艺术的理想 价值的理想 则周易从宇宙论 则周易从宇宙论 本体论 价值论的形成 成了一套价值中心的哲学 方东美哲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出版 页158-159 另言 中国哲学的各派学说可以会归在一个共同点上 就是形上学与价值学的联系 因此 中国哲学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188 十七 参见其言 我们从本体论上了解宇宙的一切存在之外 还应该就 抄本体论 上了解宇宙的根源 这个根源最后是价值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207 另言 以上所说 是至老子本体论之 有 超本体论之 无 参见 参见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219 十八 参见其言 周易这部革命哲学 其要义可自四方面言 一 主张 万有寒生论 知心自然观 二 提倡 性善论 知人性观 三 形成一套 价值总论 四 形成一套 价值中心观 知本体论 以肯定性体时有之全体待用 方东美哲 深深之德 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1980年 三版 页289 Till的290 十九 参见其言 儒家从传统方面看 由于承受上书思想的启示 他原可以把精神安排在世界里 但是儒家最重要的哲学宝典是周易 而这部书把世界的一切秘密展开在时间的变化历程中 看出他的创造过程 由此看来 儒家若不能把握时间的秘密 把一切世间的真相 人生的真相在时间的历程中展现开来 使他成为一个创造过程 则儒家的精神就没有了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台北黎明文化 1983年 出版 夜四十二 令见 由此看来 黄极 知意为 大中 由于近代比较民族学 比较宗教学 可以看出 他的确有很深的意义在 但是古代的汉儒和宋儒并不了解这层深意 这样读礼记的 深忠于天 也是白读了 从比较的眼光看来 原在理性文化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尚未发展以前 支配古代人生活的是一种宗教的神秘经验 而这种宗教的神秘经验之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生活所寄托的世俗世界还原 转变成为神圣的世界 如此 才可以满全宗教生活的目的 这点用中文来说 即是 深忠于天 就是把生活的中心由现实的人间式物质世界里提升到很高的精神境界领域中 使我们生活在神圣的气氛中 这才是原始的宗教生活 我们之所以辗转徐徐说来 主要是因为没有系统的直接资料 而必须运用许多旁证 会同上书与下书 红饭篇 康告 落告 在会同周理 诗经中的商诵 周诵 大雅 以及竹书纪年里所在的各项祭天大典 前影书 页117 参见一文言传 夫大忍者 与天地和其德 与日月和其名 与四时和其叙 与鬼神和其吉凶 先天而天福为 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福为 而旷于人呼 旷于鬼神呼 21 参见其言 处在现代来谈哲学 如果把哲学与科学连结到一起来讲 在哲学上就称作 Cosmogony Cosmology 宇宙发生论 宇宙论 这在哲学上是比较具体的问题 至于宇宙 至于宇宙 何从发生的 发生以后表现什么样的真相 真相如何变位现象 这一类问题在纯理哲学上是属于形而上学的 称之为万有论 Ontology 如果在对于宇宙的现象加以深洁 一直追溯到本体的根源 甚至把握住本体的根源后 又不能满足 还做根源以上的探讨 在哲学上建立另外一套根本的理论 这就称作Me-Ontology 超本体论 论语 这部书 就学问的分类而言 它既不是谈宇宙发生论或宇宙论的问题 又不谈本体论的纯理问题 也不谈超本体论的最后根本问题 而在价值方面也不谈包括道德价值 艺术价值 宗教价值等各种价值在内的普遍价值论 那么 论语 就不能归类到任何 纯理哲学的部门 它究竟算是什么学问呢 这样学问称为 格言学 Morology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讲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再版 页24-25 22 参见桌著小于孔子的境界哲学 大于1998年10月 台北 中华艺学杂志 该文收录 该文收录于桌著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或请参见网站 HTTP 帽号双斜线 HFU EDU TW 斜线 取代符号 BORUI 斜线 GONGFU 斜线 JU05 HTM 23 事实上方先生意却有此意 参见其言 宋元学案 与明如学案的学说内容 若以西方哲学家的观点而言 则一定不表赞同 因为在西方讲哲学 从希腊到近代 都要讲方法学的程序 方法学的原理 一直要根据方法学的原理 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表现在宇宙论 本体论 超本体论及价值论上面 这才是哲学的正统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版 夜三十二 二十四 参见其言 所以 太极图 不能算是哲学的文献 充其量 只是健身之术 与哲学无关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版 夜一百二十 我们可以说 周连希的太极图说 无论旧哲学的观点 科学的观点 乃至宇宙的观点 他都不能自圆其说 而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 却在堪称 却在堪称朔学 宏如的理学巨播 朱子的眼光里 认为是千盛秘传的 不适巨构 前影书 页一百二十五 二十五 参见其言 就哲学的观点而言 太极图 即 太极图说 它不是一种 本体论 ontology 即使安上了一个 无极 也不能像是正统道家哲学的 超本体论 me ontology 同时 从它把道教的小周天之行器 向上逆行 反转成为二气五行 向下延伸的过程 看来 我们还不能称它为 宇宙论 cosmology 充其量 它也只是个 宇宙开辟论 cosmogony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版 页一百二十一 另言 一部是太极图 即太极图说 那是一部尾书 是抄袭了到藏中的 先天太极图 是把方式修炼的单顶要诀 转变成为一种 宇宙开辟论 cosmogony 在理论上 与儒家的正统思想 完全不相应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版 页一百四十九 Fill的一百五十 二十六 参见其言 《易经》中讲阴阳 绝不是阴阳家 所讲的意义 尤其在 医学中不讲五行 说是原始儒家也讲五行 那全然是学术上的误解 原来正康成 驻中庸首章的时候 他说子思讲 五行 其实那个 五行 根本不是金木水火土的 五行 而是仁义理智性的 五行 换句话说 就是道德的五个重要项目 周易所谓的阴阳 也不是阴阳家 所说的意义 同时周易绝不说及五行 经学的源流 在春秋战国之际 我们应该把它划分开来 尚书洪范篇是一个传统 周易是另一个传统 讲尚书洪范 除了要讲皇级大宗之外 还要再讲五行 而讲周易 只要讲阴阳 所谓 历天之道约阴约阳 那是甘原创造冲动的先天形式 与阴阳家所讲的形而下的阴阳 完全是两回事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1985年 在版 页141-142 27 参见住十九 28 参见其言 宋儒辟道辟佛 在思想上全是一篇之间 而宋儒的道统 而宋儒的道统实际上也是虚妄的道统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版 页20 令言 宋仁讲佛学 可以说是肤浅 主张佛学的理论是肤浅 反对佛学的理论也没有抓住重心 依然是肤浅 这种情形一直延伸到有名一代 到了明末以老王传山才是唯一的例外 王传山对法相为时宗有深刻的研究 这有 相宗洛索 一书 对于法相为时宗的理论的来龙去脉 摸得一清二楚 其余的 尤其是宋人 赞成佛学是口头禅 反对佛学也是口头禅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板 夜五十四 二十九 参见其言 现在有许多讲宋明理学的人 他们的学术观点 是认定了宋明如直成 如家北方大陆平原的经学传统 不能兼顾到经学流变过程中的其他影响 其结果则坚持所谓 道学的系统 必然的要反对佛学和道家 我认为持这种观点 在历史上是没有证据的 即使宋如本人 如大臣子 朱熹等 都自成 出入老佛十余年 朱子也批评成门弟子受禅学所获 宋如道学传也承认这一事实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心天一众偏见 来回护宋如而排斥道佛 我们在从经学方面来看 宋如很明显的是承受了难学老庄的王毕 王素 杜玉这一个传统来的 那么宋如的经学就要有子学的精神 首先就不能排斥道家 再者 从六朝到随唐以至于宋初 是佛学发展的巅峰期 宋如在事实上都是出入佛教十余年的 然后回过头来排斥佛教 要与佛教划清界限 事实上也不太可能 至宋明理学者 如果误解了这个观点 那么对宋如的学说之了解 就会大受限制 一成偏见了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版 夜五十 令言 两镜以后 佛学来了 佛学从某方面看起来也是一种经学 而且大乘佛学义里的产发 是先以道家老庄思想为媒介 为凭借而产生了佛教格义之学 然后再发展成为初期的大乘佛学班若宗 班若宗是以子世佛的典型佛教宗派 是透过道家老庄思想以解释佛理的初期大乘佛学 如果我们以大乘佛学为佛教的经学 而大乘佛学的主要宗派 如天台宗 三论宗 法相为时宗 华严宗 都是直接从班若宗里面衍生出来的 而间接是从老庄思想中引介出来的 由此以观大乘佛学 老庄思想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成分 据此以谈宋明理学 宋明如大抵皆出入老佛十余年 深受老佛影响自不代言 而却一味地排到排佛 惊人不察此理 盲目地跟随宋明如排佛排到 为其故事隐晦 抹杀历史的事实 尤为不致 前影书 夜五十三 三十 参见方东美哲 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1984年出版 台北陈军出版社 夜四四至四九 三十一 参见捉住小鱼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大于1999年8月 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 中华艺经学会主办台北国立师范大学 本文收录 本文收录于本书第六章 或请参见网站 HTTP帖号双斜线 HFU.EDU.TW 斜线取代符号 BORUI斜线 BASIC斜线 BA09.htm 三十二 参见其言 从这一点上面看起来 老字所谓道体 道用 道真 可以说是一贯的哲学态度 哲学家在宇宙的价值上面发掘理想之后 能够找着价值学最高的统一 然后把最高的价值理想转为人生的理想 使它在宇宙里面能够允现 然后整个宇宙在老子的观点看起来 才是 人无弃人 物无弃物 换句话说 整个宇宙在价值理想上面都能达到高尚的境界 而使一切价值理想都充分地完成实现 这是老字五千言里面所要达到的目的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210 三十三 参见其言 第一个 我们叫他道体 第二个是道用 第三个我们可以说 因为道本身是个潜藏的真相 是个秘密 然后这个秘密显现出来 形成第三个方面 也就是所谓道相 平常哲学上养用二分法 把相或相分成真相与假相 但是我们在此地可以分作本相与属相 所谓本相是旧道的本身内在内容来说的 至于不旧道的本身着想 而由人类本着在外的立场 环绕着道 对他做一个观察 然后把这种观察附加到道的本身上南去 这就不是本相 而是属相 这个属相并不构成到本身的真正内容 我们可以称之为道相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页201 三十四 参见其言 圣人 在道家思想系统中 是以他的品格来代表宇宙理念最高的价值理想的标准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黎明文化 台北市 明期十二 出版 页192 另言 道 究竟是哲学上一个根本概念 根本范畴 它广大无边 是宇宙的本体 宇宙的真相 这个宇宙本体 宇宙真相的秘密 如果要揭开来 为人们所了解的话 人就把道 真正的精神 显现在人的生命精神里面 这样一来 就形成了老字所谓 圣人的品格 也就是说 真正圣人的品格 是把秘密的 大道 在他的生命里面显现出来 成为活的精神 活的榜样 前影书 页201-202 35 讨论剑下文 至于方先生之说法 参见著 33 36 参见桌著 反者道之洞 台北宏泰 1995年7月第一版 37 参见前书 页45 上卷第一章 注6 38 参见方先生 与 这个第二部分的问题 不是本体论 与超本体论 而是宇宙发生论 或宇宙论的问题 原始儒家 道家哲学 页220 39 参见其言 宋人讲经学 比如小臣子讲周易 他的 异传 全然是难学 小臣子和阳时的异学 在经学方面 与北方的金谷文经学家 扯不上关系 因为他们对周易的解释 不是拿 钱 挂 坤 挂位本 而是以 付 挂位本 这是王碧的学说 这是新道家的学说 他们学说的渊源在老庄 也可以说是老庄的变相 王碧的新道家 但是小臣子同时也辟斥道家 这一点可说是自现矛盾的 据此看来 对于学术的源流 设若没有历史的知识是不足以谈学术史的 因为他不能通古今之变 方东美哲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版 页五十五 令言 王碧亦不是汉代师孟良秋之意 而是费事意 又不尽得其传 所以王碧解义 不守 乾坤 儿主 父 寡 传到宋代的时候 陈仪所传是王碧之意 杨时所传也是王碧之意 都是透过道家的子学所解释的经学 是老庄义 他们承受了这个传统 却又反对道家 前影书 页六十四 四十 参见捉住小于王碧哲学的方法论 探究大于1998年11月 第十四届国际艺学大会 台北工庆中心 中华艺经学会主办 收录本书第八章 或请参见网站 http 帽号双斜线 huafen.hfu.edu.tw 斜线取代符号 BOR UI斜线 BASIC斜线 BA05.htm 四十一 参见其言 橡秀和锅橡却有一个特点 他们在住 装子 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在住装子 而是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 结果拿装子来住自己 这一点是很令人发笑的 方东美哲 原始儒家到家哲学 台北黎明文化 1983年出版 夜257 四十二 参见捉住小鱼未竞选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大于1999年7月 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 underscore underscore 跨世纪的中国哲学 总结与展望 学术研讨会 收录本书第九章 第十一章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ers He did lots of achievement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the study of the method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On this issue, Dr. Fan Dongmei provided valuable interpretations on the metaphysic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his viewpoi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etaphysics is focused on proposing an ethical value system to human life and making a better world through human being as practic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flec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methodology on Dr. Fan's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this way the author also proposes his own theory on the issue of the methodology of the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Abstract Chinese Philosoph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Confucianism, Taoism 32006 167 26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分40秒 GMT 28 2034 F5年2月8 D5 Day-495 E14 D640 C00003 Heights 6167 喱吉博士学系、保助� Chronoidirھ,哲哲哲哲,教学课设订,福建 Bridgene Each 保住瑞气、度保瑞资料、教学课程、教学议、学术论文、专书著作、 stressed 资源。 对劳aced光先生宋明如学权式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首页、向上ここ 就 Judge世界观事意、工夫理论。 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真元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珠希与陈宜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珠希以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珠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珠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珠希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乘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乘佛学中国化的权势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台湾华泛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 摘要 本文探讨劳斯光先生所者 中国哲学史书中对于宋明儒学的权势体系的方法论问题 劳先生认为形上学及宇宙论在理论效力上不及星性论 而宋明儒学是从周章宇宙论中心进至二成 朱熙的形上学中心而达至路 王的星性论中心 是一个复返孔梦星性论中心的同一运动的完成 作者提出 形上学 即宇宙论 作为如学价值方向确立之知识性理论建构 有其理论意义 而 星性论 的哲学问题是包含了 功夫论哲学 即 境界论哲学 后二者与前二者有 一 基本哲学问题 上的互为关联之关系 共同形成儒学及其他中国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架构 劳先生于 静坐及 中提出中国哲学是指导性功能的哲学 其中儒家的道德哲学是包含了 道德理论 道德境界 及 道德教育 三个面向 作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应是 权势儒学理论更为深刻且更为开放的权势架构 关键 关键词 劳斯光方法论 心性论中国哲学 宋明如学 大纲 一 前言 二 对劳先生哲学术语使用的界定 三 讨论劳先生哲学思考的机缘问题 四 对劳先生诠释宋明如学一系说的反省 五 对劳先生以孔孟之学作为一种心性论哲学的反省 六 心性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方法论反省 七 对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方法论反省 八 对劳先生思辨录中的哲学观念之反省 九 小杰 一 前言 劳斯光教授所者中国哲学史 一书 一 自出版以来便在港台哲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不仅成为众多哲学系与中文系的中国哲学史及中国思想史课程的共同教材 更且因为这部哲学史中的许多观点具有重要的中国哲学诠释理论的心意 他几乎代表了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 他是与穆宗三先生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诠释理论共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不可越过的重要著作 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 当然是因为书中充满了劳斯光先生丰富的哲学观念所致 这其中即以 《心性论中心》的中国哲学诠释理论为定盘真 这一个心性论中心的诠释理论首建于劳先生诠释孔孟哲学中 二 并用之以作为儒式道三学及宋明儒学的一理高下之简正标准 本文之作 即将以此一 心性论 诠释理论作为探究的主题 以劳斯光先生在宋明儒学的诠释理论作为范围 进行此一中国哲学诠释理论的方法论反省 企图透过劳先生在中国哲学诠释理论上的观点之检讨 一方面理清心性论哲学的理论定位 一方面反省中国哲学的诠释体系的方法论问题 作者本人在中国哲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问题上一提出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位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三 并强调 哲学体系研究法 四 在理论研究上的作用 其中与劳斯光教授的若干术语使用是有差异的 并且在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理论作用上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这差异及表现在劳先生强调心性论哲学而批评形上学及宇宙论哲学的观点上 劳先生这样的观点的表达主要也正是在对于宋明儒学的诠释工作中充分展现 我们可以说劳先生是在对于宋明儒学的诠释中建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诠释体系 或者也可以说劳先生正是在对于宋明儒学的诠释工作中建立了他个人重要的哲学观点 并以之为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诠释架构 本文即将集中于劳先生在宋明儒学诠释体系中的方法论观念 而进行中国哲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工作 劳先生于1990年以后有若干文章再次讨论了他的哲学观念 经编辑陈册并出版之书名为《思辨录》 副题为《思光静坐》及《五》 基本上并没有改变他在哲学史书中的方法论观点 但却提出若干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 确实有澄清及补充 哲学史书中思想的功效 唯因理论探讨的方便 意因哲学史 译书本身已经形成一完整的方法论诠释架构 故而对于出现于 《静坐》及书中观点的讨论将至于最后 本文将先对《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讨论完后再与处理 二、对劳先生哲学术语使用的界定 在我们讨论劳先生的宋明如学权势体系之前 我们有必要将劳先生在中国哲学权势工作中的若干核心哲学术语的使用意义 进行清楚的界定 这是因为劳先生对这些术语的使用意义 与当代其他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使用意义有同有益 若不进行澄清 正会导致误解 其次是就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中 其实正是劳先生个人的哲学观点的表达路径 因此清楚知道他的使用意义 对于讨论劳先生的哲学观点当然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些重要术语及包括了 心性论 形上学 宇宙论 及存有论 及功夫论 及境界 几个概念 首先我们先将 心性论 的使用界定置于最后 因为在劳先生对心性论的使用界定中 将不只是一个基本哲学名词的界定 更且即是一整套哲学解释观念的汇聚之地 心性论哲学对劳先生而言并不仅只是一种哲学理论 更代表了哲学理论的最成熟形态 因此心性论将不只有它的文字上的表面意义 它其实正是代表劳斯光先生哲学观念的轴心名词 我们必须先在其他相关的术语使用意义 釐清之后才来讨论心性论这个概念 否则我们的讨论进行会因为直接切入核心 而使得脉络不清 其次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功夫论及境界 这两个概念 功夫论及境界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劳先生书中常常出现的名词 但是劳先生似乎没有把它当作太专门的哲学术语 可是在分析宋明如学著作时又常常使用到它们 不过在劳先生重要的方法论讨论中 这两个概念的地位是不如行上学 宇宙论及心性论的 功夫论指的是在做主体性自觉的价值选择之时 或之后的追求价值的活动中所特有的哲学理论 境界当然是对个人或圣人在价值追求上的成就的描述 6.我们之所以要将这两个名词特别提出来介说 是因为这两个名词将是后文作者提出 对劳先生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的重要切入点 故先提之于前 显示他们这一对概念可能是重新理解劳先生诠释架构 即重新理解宋明儒学的关键哲学术语 现在我们要正式来界定劳先生的术语使用 形上学 在劳斯光先生的使用中类似于宋明儒者 对于理概念的探讨指的是探讨一个普遍的原理 7.现在一般学术界对于形上学这个名词的使用 其实是包括了劳先生这个普遍原理的意义 以及宇宙论哲学的意义的 在这样的使用中即以存有论或本体论来替代劳先生对形上学概念的使用 而以宇宙论哲学作为宇宙有论或本体论并列的另一个哲学问题 而形上学即是包含了宇宙论和本体论或叫做存有论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是现在学术界的一般使用即劳斯光先生的使用意义差别的理清 劳先生对于以形上学来谈论儒学是有所批判的 这当然涉及到劳先生对于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真正意涵的看法 在劳先生的这一套看法中 形上学对于论证儒学是无效的 有效的只有心性论 至于为什么如此 我们于后文再细说 宇宙论哲学指的是探讨现象世界的起源 生命 结构 材质的学问 宇宙论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特别的发达 劳斯光先生及以汉代哲学是一个宇宙论中心的哲学时代来定位它 这就显示了宇宙论的知识建构在汉代时期极为发达 在作为儒家典集中的一传哲学 即是这一个时代精神的产物 劳先生对于以宇宙论哲学来谈儒学是采取批判的态度的 甚至于认为宇宙论是一种粗疏幼稚的哲学思考 八、这样的判断主要是以劳先生所认为的孔孟儒学为基本范形所下的判断 劳先生认为孔孟儒学的基本范形是一种心性论哲学 而宇宙论哲学的思维却正是最背离心性论哲学的思维的 对于这样的观点的反省人需在我们整体的反省劳先生的哲学诠释体系之后才能够清除 存有论这个哲学术语在劳先生的使用中更有奇异 现在一般的哲学术语使用中的存有论及是指的传统西洋哲学中的形上学 这个概念在海德格的存有的遗忘的哲学观念提出之后 至少在台湾地区的中国哲学界的术语使用 即以存有论这个哲学术语来取代缘起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的定义下的形上学这个术语 在劳先生的使用中存有论包含了天道观与本性观 显然极是一最广义的形上学概念 包括宇宙论及本体论哲学 9 但是在劳先生书中又至少有一粒是将存有论使用 为主张一种已经实现在天地万物之中的存有原理的哲学系统 以及是在宇宙论脉络下来探讨儒学的存有论概念使用意义 10 由于我们对于这些术语的讨论目的只是为了厘清劳先生的术语使用意义 而不是要进行对于这些术语的哲学意涵进行检讨 因此便不在此处追究存有论这个哲学术语应该是什么意思 以及应该如何使用 又由于劳先生最重要的心性论哲学概念是对比于形上学及宇宙论的哲学思维而提出的 因此我们可以放下对于存有论这个名词在劳先生使用中的奇异性问题 总之 存有论在今天台湾哲学界的使用是有取代传统形上学概念的实况 它的意思与我们使用本体论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一样的 而劳先生则将之使用为最广义的形上学概念意义 又曾经将之使用为具有宇宙论概念的意义 不过在本文的讨论中 这点我们可以降之略取 与形上学 宇宙论两个名词常常一起被劳先生使用的 还有另外两个哲学概念 即是 本性观与天道观 本性观是劳先生使用形上学中心时的另一个术语 指的是哲学理论进行在形上学思考脉络时所处理的哲学问题即是一种本性观的思考 十一 天道观的思考是在宇宙论中心时的哲学思考所处理的问题 天道观是提出天道事实上是如何运行而做出价值要求的一种哲学 十二 劳先生认为这是以实然来要求应然 因此是哲学错置的一种形态 这即是发生在宇宙论中心的哲学思维时所会出现的状况 而本性论则是以一种应该实现的普遍原理来作为价值的要求标的 这将会产生个别事物在原理实现时的彼此冲突的现象 十三 因此有着内在的理论困难 这即是一种形上学中心的思考方式下所会发生的理论状况 本性论和天道论的思考其实就是形上学和宇宙论的思考 我们为了厘清劳先生的术语使用而说明于此 以下在进行实质讨论的时候我们便将略去本性观 天道观和存有论这三个术语 而即以形上学和宇宙论来和心性论作哲学讨论 除了形上学宇宙论和心性论之外 劳先生亦经常使用功夫论和境界这两个哲学术语 但是劳先生并没有将这两个哲学术语的方法论意义做重要的发挥 事实上在中国哲学的理论活动中 即便是在劳先生对宋明儒学及孔孟儒学的理论讨论中 功夫论和境界这两个哲学术语及其所进行的理论建构 都是非常核心的哲学问题 我们在此降之提出的目的并不是要澄清劳先生的术语使用意义 因为劳先生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意义与学术界一般的使用意义并没有什么差别 只有穆宗三先生在诠释到佛哲学体系使用了一个 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十四的重要概念 这是唯一在境界这个哲学概念的哲学使用中的一个特例 而境界在劳先生甚至中国大陆的冯友兰先生的使用中 都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哲学名词 并且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当代哲学工作者 在使用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 我们要提出境界和功夫论哲学的概念 界定是为者在整体的对于劳先生的心性论中心的哲学方法论 进行反省时必须借由境界及功夫论哲学的理论作用 而有观点表达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于上述术语的界定 都还是进行在劳先生的使用意义下的界定 至于作者自己对这些术语的反省讨论的观点 在劳先生的选择并未提出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劳先生最重要的哲学术语 即心性论哲学 这心性论哲学是劳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介绍 孟子哲学时所提出来的 劳先生认为孟子哲学即是一种心性论哲学 后来劳先生又把孔子哲学和孟子哲学并提为 心性论中心哲学 15 并以心性论哲学来界定宋明儒学中的向山扬明学 及其后的极山学系统 16 心性论哲学所面对的哲学问题 是主体性的价值自觉 及其活动之问题 劳先生于界定孟子心性论哲学时 及提出性善论 毅力之变 即成德功夫诸说 17 故究其实 心性论时包含人性论哲学 价值哲学 及功夫论哲学 而这三个哲学问题皆是 关设着主体性的价值自觉 及其实见活动之学 也可以说这三个哲学问题 皆是主要借由 心 性 概念来讨论人存有者的普遍人性 及价值方向的确定 及价值实现的问题 劳先生认为孔子哲学的重点 乃在于定出 设理归义 设理归人 的价值方向 18 而孟子哲学的重点 即在将这些价值方向的 则取与主体性的自觉活动 结合起来 由主体性的自觉活动内在于 心性主体中而确定善的价值方向 因此 性善者使乃主体自作决定之价值选择 并非必有一普遍的人性论意意下的 性善议意 当主体性的价值自觉 心一旦发动 则成得功夫便即在阔而充之即可 19 此时将不涉及任何形上原理的假设性依据 形上原理的假设时为厚如多余之事 即在此朱毅忠劳先生建立了全是中国哲学的一套理论形态 即心性论哲学者 所以心性论哲学时是一种论述价值哲学的特殊形态 是从主体性的自觉而自作价值选择并给予实践的哲学论述 经由以上的界定 我们理解到在劳先生的哲学术语使用中 心性论宇宙论语形上学三哲并不仅只是一种基本哲学问题 它们甚且是各种不同的哲学立场 心性论语形上学宇宙论作为一种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 意义时可以是对于不同哲学体系的哲学主张 完全开放完全中立的哲学术语 它们可以仅仅只是哲学的论题而不是哲学的主张 它们是题目而不是答案 但是在劳先生的哲学立场中 形上学宇宙论与心性论所代表的哲学问题 意识及工作方式 却已显示为各自特定的哲学观点 因此正式代表了三种不同哲学立场的哲学术语 它们并不仅只是中立的哲学基本题目 它们是各自不同的哲学基本立场 以下我们的讨论即将针对这三个基本哲学术语来进行 至于劳先生书中人经常使用到的 天道观本性观及存有论的哲学术语 则赞语略去不提 一方面这三个术语的使用意义 已经可以收设在劳先生使用形上学 及宇宙论的术语脉络中 另方面劳先生在更多的地方 也都已经直接就在形上学 宇宙论和心性论的对比中 讨论它的最重要的哲学观点了 三、讨论劳先生哲学思考的机缘问题 本节讨论劳先生哲学思考的机缘问题 机缘问题这个概念是劳先生自己提出来的 二十、这是劳先生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时 所提出来的哲学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要能进入哲学作品 本身所关怀的机缘问题 由此以机缘问题为线索 一步步建出哲学作品 在令题建构及理论铺陈上的发展 而形成有体系性的诠释架构 以此一方法来研究哲学家的哲学作品将能获得哲学研究的较扎实的成果 为了进行对于劳先生在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以及为了提出作者自己对宋明如学研究的方法论观点 我们有必要先将劳斯光先生许多宋明如学诠释观点背后真正关怀的哲学问题 予以揭露 揭露之后才能对准劳先生的诠释观点进行方法论的反省 以及提出作者自己的诠释观点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处理人生问题的哲学 或者说中国哲学就是一种价值哲学 从劳先生在孔孟如学的诠释观点中即可见出 劳先生对于如学作为一种价值哲学的理论形态是看得极为清楚的 不仅看得清楚 甚至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中国哲学诠释观点的机缘问题 以及是价值问题的哲学理论应该如何建构的问题 劳先生基本上认为孔子与孟子的两套如学理论对于如学作为一种价值哲学 可谓以为宗旨明确、形态成熟的哲学建构 这即是提出一个价值哲学乃应以主体性自觉为原则的理论 这也就是劳先生所谓的心性论哲学 针对价值问题的哲学理论应该如何建构的问题 劳先生从先秦孔孟的心性论中心的哲学模式中确定了典范 并以此为判准 对于汉代哲学以宇宙论模式建立价值哲学的形态予以批判 对于中庸哲学以形上学模式建立价值哲学的形态予以批判 其中一传哲学即是半形上学半宇宙论的模式 而宋明如学则位在周章位宇宙论中心 在二臣位形上学中心 在陆王位心性论中心 劳先生还建立了对于宋明如学发展线索的一系说理论观点 认为整个宋明如学旨在回归孔孟的价值追寻 其中各阶段哲学作品的差异是理论建构模型的差异 并且走上了一条由宇宙论向形上学 在向心性论推进的发展道路 终于在陆王哲学中回归了孔孟论说价值的心性论中心的哲学思维 因此陆王心性论哲学是宋明如学的最成熟形态 二十一 劳先生以心性论哲学作为论说中国哲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判准 此一判准意使用在其论说佛教哲学的诠释观点中 二十二 为佛学诠释问题仍非本文讨论主题 故此赞不多论 总之 就如学诠释观点而言 孔孟用心于追求价值 并以心性论哲学建立观点 实为价值哲学的根本范形 自此以降之汉颂如学皆已是否接近孔孟心性论 为论学成败之关键 此一判准寄出 我们遂为劳先生建立中国哲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观点的机缘学问题 即是如何使这个讨论价值问题的哲学理论有其理论建构的时效 劳先生对于以行上学及宇宙论哲学来论究价值之思维方式皆有批判 以宇宙论的天道实然的进路来论说 价值则会有实然应然犯愁两绝之病 以行上学的普遍理序来论究价值则会有具体理分的实现冲突 此两者皆不如以心性论来建立主体性自觉的价值内在学说来的恰当于完整 四、对劳先生诠释宋明如学一细说的反省 劳先生对诠释宋明如学的分类提出一细说的观点 以有别于二细说及三细说者 一细说之主旨意在于劳先生对如学关键问题的哲学立场中 即如学应以心性论为主题 孔孟吉是心性论哲学的建立者 宋明如受汉如影响即未回应到佛挑战而建立理论时 因对于理论问题认识有别而走上了他图 但其总方向仍在肯定世界的价值哲学建立中 因此可以将整个宋明如学式为理论推进的一个整体进程 事实上依照劳先生的诠释 宋明如学一恰恰由周章的宇宙论思维 静置成诸的形上学思维 而达至路王的心性论思维 而走上如学理论创构的成熟形态 因此宋明如是整个复归孔梦的同一运动的完成 二十三 劳先生虽然将宋明如的整个哲学史历程式为一系说 但却区分为三阶段 一系者其理论目的及价值方向为一系者 三阶段者其理论建构的形态有三阶段者 对于一系说作者没有什么意见可提的 作者甚至就在这一系说的立场上要提出对于三阶段说的反省观点 三阶段说对于宋明如学的区分乃以理论形态为区别者 只要能提出理论区别的判准 此一区别字是可行的 作者想提出的反省观点 却是在三种理论形态的方法论意义本身上 劳先生自中国哲学史卷一终极以宇宙论 形上学与星性论位不同的中国哲学理论建构的形态 一级三种理论似乎各自独立 精畏分明的竞争着彼此的发言权 劳先生也在这样的立场中以星性论位成熟的形态 而排斥着形上学及宇宙论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这三种理论形态真的必须以互为排斥为其理论的基调吗 当然劳先生并没有提出三种理论是互为排斥的说法 我们这样说是想要强调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式 以及面对整体如学理论建构自先情至宋明的演变历程 星性论、形上学、宇宙论 可不可以是这个如学理建构运动的共同必要组成部分 就孔孟已提出的如学原始形态未基调 而在哲学思考本身的意理需要下逐步地走出了宇宙论及形上学的思考 并且与星性论共同组成如学理论所需要的哲学意理部分 在这样的思路中 我们对于孔孟如学作为星性论哲学的理论形态 也要提出一个问题来反省 孔孟哲学是否即是劳先生所提的星性论哲学 孔孟如学如果确实是星性论哲学 那么如学是否即在孔孟哲学中已然达到了理论的成熟阶段 这个问题更准确的问法是 星性论哲学是否即是儒家哲学这种哲学的成熟形态 这当然是劳先生的意见 但这也正是我们要反省的理论问题 这个问题也几乎是在询问说 如果宇宙论语行上学在论理价值哲学问题时的理论效力 确实不如星性论哲学 那么自中庸、异传、汉代董仲书 及宋明周章二臣 及诸西之诸说皆为多余知识了 对于这个问题的反省还带出 宋明诸如皆自觉的复归孔梦之道 但其意为复归如学 而如学之复归乃有之事建构之需求 故而诸如虽皆自觉的以弘扬如学为己认 然而达成目标的设想则各有殊途 其并非自觉的以复归劳先生所认定的孔梦的 心性论为目标 他们是要复归他们自己所认定的 如学价值关怀 而各自以他们自己的哲学技术来建构理论来复归 至于当代如学研究者 对于这一个复归运动的诠释观点 是依着怎样的哲学方法论架构 则是另一回事 依着劳先生的方法论架构 自然是向着心性论作复归 依着目宗三先生则是向着圆满的道德行上学进发 依着若干大陆学者的概念范畴 研究进入则是由理本论 向着心本论 向着气本论的演变历程 24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的目的是 是要回归到劳先生尚未进行诠释宋明儒学分析说 或尚未对宋明儒学理论建构的成熟问题提出判断之前的状态 在宋明诸如一个回归各自表述的议题上 重新探讨各种哲学理论形态 在整个儒学建构中的方法论意义 接下来 我们还要再度提出第二个暂时性的意见放在这里 那就是宋明儒学史的发展历程的方法论意义 是一种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换 并非单纯的概念范畴的转换 亦非自觉地进行向心性论的复归 我们亦将由此一分析进入重新认识 宋明儒诸学派痛意之变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换 即是站在劳先生三阶段说的认知基础上 对于各阶段的哲学理论建构于以平等的方法论地位的对待 如果依照劳先生所肯定的一系说的立场来看 宋明珠如知 如学理论皆是如学理论建构范围内可有知识 其理论形态的差别只是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换 周章关切宇宙论 立说以宇宙论位基调 二成诸熙关切形上学 立说以形上学位基调 路亡关切心性论 立说以心性论位基调 各个儒学家的理论关切正好切入了不同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于是就在这个进路上建立理论 我们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必须负责任的 这样的说法已经预设了一些更为基础的哲学立场了 首先我们可能不认为心性论是如学最成熟的理论形态 其次我们可能不认为宇宙论在论说价值问题的时候 是一种最幼稚粗疏的哲学理论形态 还有 形上学也未必及是不如心性论的理论效力 更有 我们可能也不认为应该把孔孟儒学就定死在心性论哲学的典范中 我们可能根本上就有上述的立场 因此才会认为宋明如学三阶段的发展历程 观止代表了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换 并且认为各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论地位的高下的差别 为了使我们所提的意见不至过于空书 并且对这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换 的意见有一些方法论上的意义 我们接下来即要进行对于劳先生诠释孔孟的机缘问题 以及劳先生建立心性论哲学的方法论意义的反省 5. 对劳先生以孔孟之学作为一种心性论哲学的反省 这个问题有两个切入角度 其一是对劳先生对孔孟思想的理论定位的机缘问题的反省 其二是对劳先生对孔孟思想是一种心性论哲学的判定的方法论反省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节的论述中已经做过处理 现在是可以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了 劳先生定位如学是追求价值的哲学 这是绝对准确的理论定位 但是劳先生对理论建构的看法就有了非常个人性的坚持 这个坚持就是对于价值哲学问题的讨论必须处理的问题的坚持 也就是说有些问题是价值哲学的讨论所必须关切的 而有些问题却是与价值哲学的讨论无甚相关的 即便讨论了也无助于价值哲学的清晰或完整 这些劳先生所认为是价值哲学的问题是 仁义里的价值方向的确定 价值活动乃是内在于主体的自觉性的活动的理论说明 价值实践的理论说明 这也就是主要收紧在心性概念所讨论的哲学问题 这也正是劳先生以之为心性论哲学的哲学问题 除此而外的问题 例如是不是有一个宇宙发生的历程式价值问题 必须讨论的问题 是不是有一个天地万物共寻的普遍理许是价值哲学的必要性的先天根据的问题 这些就是一般的宇宙论哲学及形上学的问题 这些问题确实并不在恐梦哲学的讨论范围 这些问题在一般人自觉的从事价值活动的时候 确实是可以不确知的问题 而劳先生以之为心性论问题的几个价值哲学问题 也确实是人在从事价值追求活动时的最直接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要跳过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劳先生个人的哲学关怀 劳先生早年关切文化哲学的问题 以及是对于一个文化活动表现在社会历史的机制中应该如何展现的问题 劳先生在哲学史书中也提出过对于价值哲学 道德哲学以及文化哲学等等 是否皆需依赖某一形上学 25的问题 还有如一切形上学皆不能成立 是否上举各类哲学理论意皆不能成立 26由此可见 现实活动是劳先生最为关切的事物 而论说现实活动的哲学理论部分 则是劳先生最为重视的哲学理论部分 哲学理论自然是有许多部分的 论说现实活动的理论究竟应该走到多远 实在是没有定论的 传统上行上学 宇宙论所思考的哲学问题也仍然是为着现实活动的可能而提出的理论建构的 它们也是理性活动下的产物 它们作为一种哲学问题有着这种问题本身适当不适当的问题 它们作为一家家的形上学 宇宙论的问题有着各家的体系完备不完备的问题 后者非观现在所设问题固不多论 前者却关乎形上学 宇宙论在价值哲学问题上的方法论问题 必须讨论 劳先生即提出此二者皆无强势的理论效力 换句话说 此二者永远不触及价值哲学的真正问题 故而劳先生即以价值哲学问题有心性论足够意义 我们即将提出对于这样的判断的不同的思考 重点人不在谁家的形上学 宇宙论的体系建构的好不好 重点是在于形上学 宇宙论可不可以用来思考价值哲学的问题 形上学 宇宙论的理论建构对于价值问题是不是有意义的问题 哲学史上一套套的形上学 宇宙论哲学的建构是否一开始即是一个人类置信的浪费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来谈有关于哲学活动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一个观念是理论活动与活动是两回事 哲学作为一种活动在古今中外可以有着各种不同的形态 但在今天的学院内来谈哲学的活动 则应以理论建构为其第一亿 为其第一亿者乃为其为今日的学院内工作者可以共寻的共同工作形态者 此一形态即为所有哲学工作者皆可共同操作 进而互相简正的理论建构的活动而言 今日学院内之理论建构活动者又应以针对传统哲学活动中的文字性理论材料进行 以理研究为目标 至于依循传统哲学所提价值观念而于生活中实践之则是另一回事 也就是说我们站在今天的学院内所做的哲学研究说到底是理论性的活动 我们所受的训练及所使用的技术都是用来处理理论问题的 而不是去处理理论内含所指向的人生活动的 我们每一个学院内的工作者当然可以依照价值理论所述之种种内含进行自己的实践活动 但是实践活动毕竟与研究实践活动的理论活动是两回事 今天的学院内的理论研究者们可以是很好的当代如学或道家哲学或佛学的理论工作者 但是并不能即以为自己是很好的圣人或真人或菩萨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有人是当代新儒学的理论建构者 但是当代大儒这种形象毕竟与儒学学者是两回事 在这点上劳先生确实是当代儒学理论家中能够明确的不以儒者身份自居的学者 但是历史上的孔孟却不然 他们却同时是儒者也是儒学家 因此他们指出价值方向 要求内在于心性主体中做仁义判断 要求见人 这样的言说工作即能在现实上造成对人类的影响 产生文化创造的动能 这种在现实的实践上有真正着力的活动 是劳先生所认为的价值哲学的准确的理论形态 这就是心性论 把他们这些具有实践影响力的话 用理论性的语言再次说清楚 即是劳先生所谓的心性论哲学的工作 路王做着这样的工作 劳先生做的是对这样的工作的理论反省 但是在哲学史上却有非心性论的理论建构 做的是对于儒家价值追求活动的知识上的说明的理论活动 形上学 宇宙论的理论活动者即是 这从《中庸》、《易传》、《吉董仲书》、 《周敦仪》、《张仔》、《陈昊》、《陈怡》、《朱希》的哲学作品 这些哲学作品在《如学理论》 由主体进行 更且也只有在主体之处才有所谓的价值的完成 但是价值之所以应该被追求 则必须要有一种知识上的说明 《如学理论》的发展及为此知识上的说明建立理论 这也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需求 理论的建立是否极已有效地支持了价值命提示一回事 理论的建立是为着支持价值命提示另一回事 宋明如者为支持孔孟价值观念而建立理论以为知识上的说明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至于所建立的理论作为一种知识是否如理则是另一回事 作为一套价值当然要有足以说服别人的理由 至于理由有没有办法说服别人 甚至理由本身是否能够合理的支持价值 这是另外一回事 形上学的思考进入及宇宙论的思考进入即是从知识提供的要求角度而建立理论的 因此我们要说形上学及宇宙论的理论建构是有意义的 理论建构之后使得原来的价值取向成为了客观的知识 这是在实践活动中的知识需要的满足 是一个必须被满足的理性要求 讨论到这里 我们对于形上学与宇宙论哲学的看法似乎与劳先生的看法已经无法沟通了 其实不然 作者在讨论劳先生的哲学术语使用时所一直提出来借说的功夫论与境界两个概念的作用 即在此我们企图说明形上学及宇宙论哲学在价值哲学问题上的作用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并不反对劳先生所提的在价值活动中形上学及宇宙论的知识说明 并不如心性论哲学在实践活动中所能够有的直接指导的效用 但是对于这个效用的要求其实并不是对一个理论所需要提出的要求 对一套理论所需要的要求应该限定在这套理论符不符合理论成立本身的方法论要求 至于理论所指设的价值方向的实践知识应该交给教育家来执行 在这点上孔孟都刚好是教育家 当然关于理论的成立的方法论的讨论的问题又是一连串的方法论本身的辩论的问题 这就先不多说了 我们对于劳先生以孔孟为心性论哲学的反省的第一个工作 现在暂时小结于此 孔孟既是教育家又是哲学家 孔孟的思想是直接要求实践的指令 但是反省孔孟的要求指令而给予所谓的客观的理由的工作 自然成为了形上学 宇宙论的理论建构工作 在理性的要求上我们不能反对这两种理论形态的出现 但是这两种理论是不是就一定是无效的理论呢? 是不是心性论就一定是有效的呢? 这其实是理论的层次的问题 心性论在指示实践上是直接使用的 形上学与宇宙论在说明理据上是用意明确的 至于形上学与宇宙论在与心性论并列的时候的理论意义在哪里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进入前面所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 以及以心性论作为全解孔孟的准确形式的方法论问题 6. 心性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方法论反省 首先 在劳先生的术语使用中 形上学、宇宙论及心性论都代表了不同的哲学立场 以及依着各自不同的哲学思考进入而转出不同的哲学主张来 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 形上学及宇宙论及心性论的出现是以一整套思维方式的形象出现的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研说进入中来解决哲学问题 因此将这三个哲学术语当作三种哲学思维的立场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这三个哲学术语是可以把它们认识成三种不同的哲学主张 但是我们现在要提出另外的一种思路来面对哲学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思维模式的方法论意义 我们要把形上学、宇宙论及心性论当作只是一种题目 因此心性论作为一种主张的意义要暂时放下 我们要把它转为一种题目的术语意义 我们说它作为一种题目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中国哲学领域内的基本哲学问题 是中国哲学的特质下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理论 它成了哲学史上建立哲学理论者都必须要面对的基本哲学问题 新的哲学体系可以不直接发展自己关于心性论问题的意见及理论 但是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有立场 这个立场也许是预设了同一学派的其他理论体系的观点 而它自己则是注意到其他的哲学基本问题而建构着理论的 这样的工作观念即是预设了我们对于心性论及形上学和宇宙论哲学作为一种基本哲学问题的平等性对待的态度 这个平等性态度中并不认为哪一种哲学理论有更重要的价值或是更高的理论效力 而是各种理论各自面对自己的重要问题 并同时汇集到自己的学派中成为自己的学派内的一个必要的环节 因此,当心性论被凭置于宇宙论、形上学之旁而同时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态时 它是一种基本哲学问题意义下的哲学题目 它虽然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被劳先生视为比形上学及宇宙论有更高的理论效力 但是这人不能否认它本来只是一种题目的理论意义 心性论 作为一种谈论中国哲学时的哲学题目 恐怕真是始于劳先生的用法 当劳先生如此使用之后却也并非后继无人 蒙培原教授及写了一本《中国心性论》的著作 二十七 蒙教授是否受到劳先生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蒙教授采取心性论的论题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轴心路线的做法 与劳先生强调心性论是最有理论效力的思路应是一致的 穆宗三先生也写了三大部的《心体与性体》专书来讨论宋明儒学 二十八 可见研究宋明儒学而以心性论的问题意识为目标是当代重要哲学学者的共同做法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 《心性论》作为一个中国哲学的议题而言 也已经成为研究主流南京大学哲学博士 恒郁博士近日来在《世界红明集》中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 探讨心性论概念的哲学一函 文中深入整理中国哲学传统上对于心性概念的使用 并介绍了当前大陆学界的心性论研究成果 及对当代大陆学界在心性论相关的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提出检讨 颇有正本清源以心性论统宗会员中国哲学研究知识 这些都是心性论作为中国哲学问题的核心议题的最好见证 二十九 现在就让我们直接来讨论心性论的问题 心性论是一个哲学术语 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心性论的实意必须在它的哲学作用上建出 即在它的角色扮演中建出 就劳先生的用法中 心性论已经不仅是一个题目 它还更是一种主张 一种主张关于价值问题的哲学思考方式 以及思考着由主体性的自觉而进行的价值追求活动之意 主体由心性概念论出 故为之为心性论 并且 由于价值问题必须即在主体活动中进行 故而劳先生即以儒学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的哲学 因而必须即由心性论进入来研说 至于其他的进入即非对准价值活动 因而非准确的进入 我们完全同意价值追求活动 必须即由主体来进行 谈价值追求活动而不谈主体即是隔靴搔痒 但是价值追求活动作为一种哲学问题 却可不必一定以心性论位标题 心语性是人性主体的概念 以心性论位标题显示这是一个人类的活动的哲学问题 但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术语中的功夫论哲学 却更能显示这种价值追求活动的意义 因此在劳先生使用中的心性论应该即是功夫论哲学的意思 中文字幕并且敌求人们 中文字幕并且敌务